欣欣相拥,唐轩,作,者,唐轩,内容简介,在迷迷糊糊的酒醉状态下,他主动现身给一个黑社会老大,酒醒后,他万分后悔,巴不得这辈子永别再见,偏偏他们注定了有缘,他看上他,命令他得当他的女人,他的霸道,独占玉汉一神一鬼,虽然令他感到被追求的甜蜜却也渐渐觉得疲于应付,高中没毕业他就出来混江湖,刀口舔血的日子闯荡久了,他终于打下一片江山但内心却欲绝空虚, 直到这个精灵般的女子乍然出现,轻易挑起他酒职的感情,他很想与他长相厮守,却又无法相信天底下的女人,更何况他们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,欣欣相拥,第一章,小套房里,笑声四溢,那银前四的清脆笑声,让人也感受到其中的快乐,房间里两个身影你追我跑,欢笑,仿佛是从这奔跑中溢出来的,音音,别闹了,我真的快累死了,跑在前头的女孩,似乎累了,直向后面的人求绕,不过她的女孩,我真的快累死了,跑在前头的女孩,似乎累了,直向后面的人求绕, 她的脚步却不停,边跑嘴里还边嚷嚷着,谭,不甘示弱地喊着,放马过来呀,才多久没运动而已就老化了,这样是不行的,欧巴桑,闪着戏虐的双眸竟如此动人,喂,姑娘,别忘了我们童年次,更何况你远大我三个月呢,敢叫我欧巴桑,说完,傅雷尔坐在床上喘气休息,可爱的脸庞红得像苹果似的,谭音听完傅雷尔的话,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,突然洗地而坐,单手拖着头,满脸厌恶地说,求你别提醒我, 我已经多大,岁数,了好吗,上星期回家时,你知道吗,我妈居然说要帮我安排相亲,相亲,天呀,我真不敢相信,谭音夸张的表情,让身为好友的传学而觉得有趣,她怎会不了解谭音,自主性强的她,最讨厌人家替她安排好一切,因为她认为,命运是自己创造的,让人安排的人生没意思,更何况是婚姻这等人生大事,谭妈妈不是服装设计师吗,按理讲,思想应该满心潮的, 怎么会想到用相亲这种古老的手段来推销你,而且你也不过才24岁,她舍得这么早把你嫁出去吗,傅雪儿纳闷着,据她所知,谭家旧谭音这个宝贝女儿,她可是十分受宠,她说她想抱孙子啦,提到这,不免又引起谭音的不满,有时她真怀疑她粗心又迷糊的老妈,怎么会成为名服装设计师,而且名气还不小,不过,如果单从点子这方面来看的话, 倒是说得过去,因为她妈妈的鬼点子实在多得让她穷于应付,她会搬出来住不是没道理的,抱孙子,傅雪儿一听,控制不住地大笑起来,笑笑笑,这么爱笑,笑死你好了,谭音不满地骂着笑倒在床上的傅雷儿,她竟还笑得直踢脚,交道这种损友,真是,抱孙子应该是你哥哥的事,怎么会指上你,谭爸,谭妈不是一向最舍不得你这个独生女出嫁吗,傅雪儿笑够了, 侧起身子,手指着头看谭音的表情,我们认识也不是一天,两天的事了,怎么,你还不了解我妈妈,谭音黑白分明的眼眸里充满了无奈,傅雪儿损人的兴致意气,真是什么也挡不住,看来你该检讨一下自己了,我,谭音用时指指着自己的鼻子,不明白她的意思,没错,就是你,你应该检讨一下,是不是自己的身价已经下滑到拉警报的地步了,否则谭妈怎么会打主意打到你身上来呢,这个傅雪儿真是损人精一个,小日本, 我看你是活得不怎么有趣,才会找死,谭音叫着傅雪儿大学时代最最痛恨的绰号,娇美可人的傅雪儿因为脸蛋甜美,加上两颗可爱的小虎牙,一度被误认为吕日华侨,偏偏她最讨厌日本人,至于原因,同窗多在,就是没听她提过,果然屡是不爽,她的头发简直已经竖起来了,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怒法冲冠吧,看来她的开始准备跑步了,只不过,这回被追的人换成是她,哎,他们的邻居真倒霉,必须常常忍受 他们的噪音,高八度的声音又响起,谭音,博雪儿从床上一跃而下,拿起枕头追着谭,猛打,一场枕头大战免不了又要开打了,半嗓,两人坐在地上背靠着墙,大口大口的喘着气,你知道我们公司的小妹阿美吧,胖胖的,长得很可爱的那个夜笑声,谭音问,有点印象,是不是满街都是偶像的那个,傅宵而不忘爷偷, 人家年纪还小,当然容易崇拜偶像,你什么语气嘛,好嘛,我道歉,傅雪儿眼睛低流转,毫无歉意的说,这回她又迷上哪个明星了,谭音失笑的摇摇头,不愧是雪儿,你呀,留点口德,人家才会早日娶你回家,当然咯,我要是有你的一半条件,早在出生当天就给人抱走了,我雪儿话里流露出太多的羡慕,面对谭,这种条件的人, 要想不自残行会都很难,谭音和傅雪儿是大学时代的死党,当时谭音是公认的戏话,醉人的眼眸和笑容可举的脸庞,使许多人屈之若鹜,难怪谭,大学刚,夜时,谭妈妈一再要求谭音做她的专属模特儿,轻力的脸孔配上是钟的身材,谭音如果进入模特儿界,一定会是一颗闪亮的巨星,奈何爽朗,活泼的谭,不喜欢任人摆布的生活,因此兼具她母亲的游说,也因为谭妈妈是达目的,不择手段,谭, 终于受不了而离开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家里,搬来和她同几一张窄床,魂西归来啰,谭音好玩的拿着衣服在博雪儿面前甩动,好了啦,你公司小妹的神迹你还没告诉我,回过神,博雪儿没好气的提醒她,对了,差点忘记,阿美告诉我,林永涵要回国了,哇,你是说林氏集团的独生子,商业界,最性感的金童,要回来了,傅雪儿简直快流口水了,我看你和阿美根本是五十不孝百步,谭音不得不叹气,嗯,她果然, 果然长进了些,终于懂得欣赏真正的男人,傅雷尔族堪告慰的表情惹得谭音哭笑不得,你是她妈妈,还是真的看她不顺眼,把人家贬得这么不值,这不是重点,快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回国,我好找个机会去你们公司瞧瞧,请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举动,谭音不以为然的瞪了她一眼,也不替阿德多想想,人家可是对你一变痴心啊,没良心的丫头, 斯文,稳重的高怀德是傅雪儿的未婚夫,对雪儿十分疼惜,说也奇怪,一向古灵精怪的雪儿一碰到阿德就没辙了,莫非真因了,一物客一物,这句话,哎,真可惜了这个好机会,要不然你把阿德让给我,我帮你介绍林永涵如何,谭音顽皮的逗她,才不咧,十个林永涵也抵不过我老公,瞧她骄傲的样子,真不害臊,现在不去看那个神奇了,谭音求她,当然,雪儿故意脱长尾音,要去,老公虽是自己的好, 但是帅哥还是不能放过,她到底什么时候回国,转回主题,雪儿执意地问道,林永涵真的有帅到令人痴迷的地步吗,否则阿美怎么也是满脸,满眼的崇拜,正因为一直以来谭音都是别人注意的焦点,所以她交朋友很少去注意一个人的外表,她常说人的内在比外在实用得多,你呀,就是太姓,了,太多帅哥追你,你才会很少去留意好看的男人,不要把我说得像花痴好吗,小姐,谭音白了雪儿一眼,她该不会真以为 自己的智商低到那种程度吧,林氏集团的商业触角是多方面的,几乎十,一,柱,行各方面都被他们囊刮了,领导人林文超以其魄力及经营手腕,在短短20年间席卷台湾商界,并被公推为领袖,林氏大楼是动点型的12层商业大楼,其名家设计的流畅手法及整栋大楼最新颖的计算机自动化中央控制,都是商界人士所津津乐道的,能在这里上班也算是谭音的运气, 谭小姐,前几天的开会记录请帮我拿进来好吗,谭音桌上的内线电话响起,不一会儿就传出林文超权威的声音,好的,她简洁地回答,谭,是位相当称职的秘书,进公司已经两年了,林文超十分赏试她,她不晓得当初是受什么趋势,居然会跑来应征她向来是为,花瓶,的工作,可能就是存着一种挑战的心态吧, 事实证明,她确实是快秘书的料,而且她做得好极了,走进林文超的办公室,放眼望夫,除了简单的几幅名画和点缀在其中的花束外,并无其他贴事,林文超讲究的是舒适感,这也是谭音之所以带得住的原因之一,董事长,这是您要的文件,谭音不卑不亢地将文件放在林文超的桌上,林文超在商场上的铁腕作风,讲求诚信的态度,向来是同业间所尊敬的,只可惜这位人人敬仰的企业强人,已决定提早上, 退休,多想几年轻,而林氏集团将由棋子,林永涵继承,谭音没看过林永涵,因为她和她哥哥一样,常年旅居国外,不同的是,她哥哥是浪迹天涯的游子,而林永涵却是因掌管林氏海外投资而甚少回国,听公司较资深的同事说林永涵长得十分俊意,当然咯,也一定有很多女伴,富家子弟嘛,那一个不是这样,谭小姐,林文超叫她,董事长有什么指示,谭音回过神,心里爱骂自己,现在是上班时, 她竟想些无聊事干嘛,林文超微笑的指示她坐下,她打从心里欣赏谭音,不仅因为她办事利落,更因为她聪明肯学,没有时下漂亮女孩的好意勿劳,更难得的是,她待人和气,一点也不会因上司的器重而骄傲,她肯定会是一个好媳妇,就不知永涵有没有这个,气了,爱,想到这个儿子她就头痛,如果照她那套单身的论调,恐怕她这辈子都别想抱孙子了, 此刻,她的想想法子,谭音不解的看着林文超,怎么她脸上的表情这么变化多端,一下喜,一下忧,她糊涂了,林董一向很冷静的,董事长,您有什么指示吗,谭音不放心的又问了,次,她当然不会语举的问她烦恼何事,毕竟她只是个下属,尚懂得拿捏分寸,永涵近日就要回国了,我想你应当略知一二吧,林文超反问,听人提过,永涵虽然常年住在国外, 对公司的情形却知之甚强,可是如果真要开始接长,恐怕也不是那么顺利,而我的身体愈来愈差,可能没办法实时辅助她,林文起义有所指的暗示她,董事长的意思是希望我怎么帮您的公子呢,她看人从不会看走眼,谭音果然会直拦心,一点就通,我希望你继续当永涵的助手,这当然没有问题,谭音答得爽快,好,好,有你帮她,我就放了一大半心了,林文超露出别有含义的笑容,深夜, 李放眼望去近世人潮,喧哗的人声夹杂着震天响的音乐声,交织成一处繁华的世界,如果单从外面经过,绝对想不到里面有这么热闹的景象,当然,这里是许多人的避风港,一个不需设防的所在,坐在角落里,浊航冷漠地抽着烟,这一切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,因为她的心,她的感情,在好久以前就被她母亲毁了,在她阴冷的脸上找不到任何表情,只有憎恶,对这世界级女人的憎恶,看到舞池里比浪比骚的, 女人,她的表情不免又冷了几分,女人,只不过是玩偶,只不过是她用来把玩,无聊时排遣时间的玩偶,从小所见和多年前那个惨痛的教训,让她不得不封闭起自己,浊航的心早就冷了,寒了,她再也不会笑了,连带的,她对这个世界和人生也失去了信心,高中没毕业,浊航就加入帮派,跟着人家打杀,替人顶罪,坐牢,几年下来,由于她叛命三郎寺的作风,使得她在黑道上占有一席之地,更得到了,冷面, 煞星,的封号,她开始有了自己的地盘,自己的手下,甚至于自己的女人,这不是她当初所选择的路吗,为什么她愈来愈觉得自己宛如行尸走肉,老大,时间快到了,坐在身边的小四换着沉思的她,灼航洗了烟,拿起放在桌上的酒,慢慢地喝着,好像一点也不急,她不喜欢酒,就如同她不喜欢女人,但是她需要借这些来麻痹自己,帮助她一望,老大,金小姐来了, 手下再次提醒她,刚说完,就看到一位这低胸窄裙,身材圆润的娇艳女郎,风情万众地来到卓航跟前,航哥,爹地请你进贵宾室谈话,金贝尼跌着声音,眼神饥渴地看着她,并刻意地低下身子,好让卓航能一窥就近,殊不知她这举动反而使卓航一起她那人尽可失的母亲,对她也就更加反感,在黑道上,谁都听过金老大的名号, 也都晓得她有多疼这个女儿,妩媚,妖娇又多金的金贝尼,向来是男人争宠的目标,从没有哪个男人能抗拒得了她,对于那些庸俗的男人,她也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,直到她遇到了卓航,是她的冷觉,孤傲汉不把一切放在眼底的个性吸引了她,她遇事不理她,她就遇想征服她,一直到现在,也只有卓航才能引燃她的热情,卓航确实是个粗暴,冷酷的情人,金贝尼知道卓航只是利用她来排遣时间,非但不把她当时,也都晓得她有多 做一回事,她甚至根本就看不起女人,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不管她怎么查,甚至对她那些忠心的手下威胁带利诱,就是无法得知,想到这里她就气,有钱无法办事似是一大讽刺,她那帮手下竟然也跟她一样无视于她诱人的外表,依这些可恶的男人,总有一天,她一定要他们一个个跪在地上舔她的脚趾,卓航冷然地放下酒杯,起身朝贵宾士走去,她的手下一起身追随其后,把金贝尼冷落在一旁,金贝尼恨得 从来只有别人巴结她,她何时受过这种冷落,但自从她认识这个冷面煞心,后,已不知挨过多少的屈辱,她委屈求全,只为了讨她欢心,没想到她竟然不领情,金贝尼射出深冷的眼光,看着卓航,哼,等着瞧,总有一天,她可不是好惹的,庸俗的贵宾士里,几个小伙子正为了抢麦克风而喧哗着,他们看到卓航走进来后,全部安静下来,眼光充满了畏惧,卓航得很无人不知, 无人不晓,这种人还是少惹为妙,金老大,今天请我来这里有什么事情,尽管吩咐,我一定尽力去便,一坐下来,卓航就开口干脆地说,金老大是位身材,泰,约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,从他脸上的刀疤汗气与不凡的架势,一望及之他绝不是个简单的人物,他用锐利的眼光欣赏着卓航,卓航是条汉子,对朋友够义气,多年前他刚出道时,金老大曾帮他摆平过一些修凡,卓航 竟能感恩到现在,他实在很欣赏这个人,长相称不上好看的卓航,却从不缺女人,他们不是迷恋他的长相,而是被他浑身上下所散发出来的冷峻气质给吸引住了,他只需要淡淡的一瞥,就能教人浑身发战,偏偏他这份特质正是时下女孩所钟爱的,难怪他那不可一世的女儿也会对他动了心,可惜,他痛恨女人,也不是说他喜欢男人,只是他对女人失去了信心, 无法信任他们,只抱着玩一个是一个的心态,到底是为什么,和他在一起打盼了这么多年,他从没听卓航讲过,放轻松点,今天找你来,只是因为很久没在一起喝酒,划拳,顺便想问问你接管的生意是好是坏,操着台湾国语的金老大向手下使了个眼色,桌上很快地放了几瓶啤酒,杯子和小菜,有没有人找你的麻烦,金老大倒了两杯酒,递出一杯给旁边的卓航,多谢金老大的关心,我出来混也不是一杯, 一天两天的事了,那些小喽啰我还不放在眼里,那就好,坐在金老大旁边的金贝尼按捺不住的拉了他一把,暗示他真正的重点,阿行啊,你今年几岁了,金老大突然问,卓航冷冷地看了金贝尼一眼,心里稍微有个谱,三十二岁,三十二岁也不小了,没打算找个伴马,没想过,金贝尼看情形又拉了他老爸一把,虽然人在江湖,但是孤独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个伴,看看你金沈和我,当初如果没有遇见他,我都不晓得金贝尼看情形又拉了他老爸一把,虽然人在 今天会变成怎样,所以好好的想想看,不要因为以前的不如意,害了自己,金老大为了宝贝女儿,不得不多说几句,我会好好的想一想,卓航一副不想再谈这个话题的表情,金老大看在眼里,知道这种事勉强不来,汪琦对卓航这样的人来说更是困难,看样子,今晚我别想安宁了,他看着女儿难看的脸色,心里想着,傅雪儿趴在地毯上,抱着卧枕看晚间新闻,林氏集团继承人林永涵反国的消息,谭音 则坐在旁边看小说,一副是不关己的神态,音音,那个戴墨镜的男人是不是林永涵,傅雪儿兴奋地问着,谭音不感兴趣地瞥了眼荧光幕,只见一大堆记者包围着一位显然已不耐烦的男子,看他外表似乎长得不错,但由于戴墨镜的关系看不清楚他的脸,不过有轮廓应该是离,帅,自不远,他懒懒地回了声,记者不都说是林永涵了,傅雷儿听他不情不愿地回答,惊讶地回头看着他,他是你老板的儿子也,又是个超级大帅哥, 如果能吊上该有多好,而且他以后就是你的顶头上司了,进水楼台,你就先把这个月亮摘下来自己独享嘛,他一口气说完,雪儿,你真的有点疯了,谭音没好气地骂道,不理会复雪儿,继续看他的书,嘿,人家跟你说真的,这么久以来,追求你的人多得像座山,你却无动于衷,也难怪谭妈妈要替你担心,就连我都不免要带你烦恼,你的标准究竟有多高,探口气,谭音放下书,看样子不回答他的疑惑, 自己是别想得到安宁了,我的标准不高,只要能对我的眼就行了,谭音举起手制止雪儿的发言,想也知道他又要讽刺他了,像你碰到高怀德就会变得温馴可人一样,我只是在等待一个能让我撒娇依赖的人,这种标准定的还可以吧,谭音朝傅雷尔眨眨眼,你怎么说怎么有理咯,不过我还是觉得林永涵是个可以考虑的对象,他还是不死心,雪儿,瞧你说得好像人家已经苦追了我好几年一样,谭音翻翻灵活的大眼, 反正这是迟早的事嘛,傅雪儿说得理所当然,真是多谢台举了,没想到他在雪儿的心中有这么高的评价,不客气啦,老同学偶尔替你打打气,也是应该的,傅雪儿又在损人了,你呀,狗嘴果吐不出象呀,好了,上床睡觉吧,明天我会帮你看看你心目中的偶像,顺便替你打听好他的一切,好让你有机会悔婚, 谭音都去到,明天林大帅哥就上班了,嗯,所以明天下班你可以来公司找我,我会故意晚点走,如何,够朋友吧,免了,我把这大好机会留给我的好友,美丽动人的谭音小姐,多谢恩四,两人如同往常,笑闹成一团,糟糕,看了下表,谭音使尽全力的冲向电梯,今天塞车塞得这么严重,他特地提早出门的,没想到还是快迟到了,眼看电梯门就要关上了, 他不禁朝电梯喊了声,等一下,电梯门再度打开,谢谢,谭音大口喘气,对着按钮的陌生男子感激地说道,到几楼,一个很有此性的声音响起,十二楼,谢谢,谭音抬头望着眼前的男子,是个很英挺的人,双眼炯炯有神地看着他,谭音觉得他很眼熟,却想不起来在哪里看过他,十二楼不是父亲专用的办公室吗,想必他就是父亲常提起的谭音,林永涵暗暗想着,刚才在路上开车时,看到走在人, 群中匆忙的他,仍能让人眼睛一亮,因为他全身沐浴在一片朝阳中,犹如发光体,在那惊鸿一撇中,他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,没想到他就是自己日后要经常相处的人,看来这件事到目前为止总算有些趣味了,数字指向十二楼,电梯门一开,谭音就急急地走向办公室,来不及怀疑为什么这个陌生男子也同样上了这层楼,才刚进办公室不到十分钟,林文超就叫他进去,稍微整理一下服装后,他走进, 是常办公室,做着每日的例行报告,董事长,今天您和林文超打断他,谭小姐,今天的行程晚点再报告,我先介绍永涵给你认识,林文超望着谭音背后,永涵,这位就是我经常提起的谭音,他向已走到谭,旁边的人说,是他,原来自己在电梯里遇到的人就是林永涵,谭音侧过身看到他时虽感惊讶,却没表现出来,只是淡淡地点个头,原来他就是大家所谣传的花花公子, 他确实是有这种条件,可惜他对他没感觉,因为他向来对花花公鱼型的男人美好感,幸会,谭音身出手冷淡地说,林永涵握住他的手,指,这他,幸会,林文其用颇腹性慰的眼神看着儿子,他这个儿子长得英俊挺拔,人又聪明,再加上林氏企业唯一继承人的头衔,向来是女人心目中的理想对象,因此造成他游戏人间的自负个性, 就连他一向尊敬,孝顺的母亲,也无法迫使他对婚姻产生兴趣,真是伤透了林文超的脑筋,不过这回而看他瞧谭音的表情,事情似乎有转机了,如果他们能顺利配成对,就不枉他精心设计这个提早退休的计划了,他相信以谭音的个性和条件,一定能使他这个骄傲的儿子举白旗投降, 永涵从今天开始交接董事长职务,等正式交棒时,我会对外发布消息,而我希望在消息发布前,你们已经培养有良好的默契,林文超别有用意地向谭音解释着,谭音向林文超允诺后,不出办公室,永涵,你觉得谭,这个女孩怎么样,林永涵看了她父亲一眼,如果你指的是外表,她是长得不错,要是你指的是个性,抱歉,没相处过所以无从回答,她才不会上父亲的当,看她的样子就知道她一定又想起来, 想替她做美,纵使谭音长得再好看,那又如何,世间什么样的美女她没见过,她才不想这么快被绑死,这一天,整栋临市大楼唯一的话题就是林永涵,公司里的单身女郎都盼望自己能得到她的青睐,相对的,对谭音也就十分的嫉妒,下班时间快到了,谭音看了看手表,起身走到楼下的大办公室,里面有时来为女孩叽叽喳喳的,像个菜市场,她走向一位长相可爱的女郎间,阿美,市场有没有交代晚餐, 没有,她可能会和林永涵一起出去吃,对了,忙了一天,忘了问你,林永涵是不是长得很帅,早上她进来的时候你没看到吗,谭音疑惑的看着她,讨厌,人家早上刚好迟到了,快告诉我,她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,长得帅呆了,谭音看了看办公室内其他的人,知道阿美所指的,他们,是谁,因为整个办公室都充斥着关于,林永涵,的话题, 看来大家对,麻雀变凤凰,是的故事都深信不疑,你不会自己看,我无法做任何评论,别这样啦,谭音,透露一点点就好了,阿美恳求她,你干嘛这么紧张,反正以后她会天天来,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,没人会拦你,谭音知道办公室的人对林永涵迷得很,故意和她打哈哈,喂,老板好像下来了,有人喊,阿美紧张地看着办公室外的走道, 同时办公室内的人生也静了下来,大家都屏息以待,看到这种情形,谭音不绝玩耳,看来以后的出勤率一定很高,意外的,却只有到林文超下来,真讨厌,又没摇到,阿美抱怨着,谭音,我好羡慕你,可以天天和她接触,要不然我和你交换咯,谭音意气地说,我也很希望和你换,奈何人家不要我,办公室内谁不知道林文超非常欣赏谭音,不要一副哀怨的表情,我很喜欢你呀,谭音故意抱着他, 娇小的阿美说,算了吧你,阿美没好气地推开他,我准备回家了,你工作告一段落了吗,要不要我等你,阿美好心地问,不用了,你先走吧,我事情再处理一下,待会儿再走,反正现在是塞车时间,林永涵走出办公室,看见谭音还在他的办公室里,猝着眉头,似乎有什么难题无法解决,谭小姐,这么晚了还不回家,谭音猛抬起头,好像被林永涵的声音吓到了般,她看了看手表,事情还没处理完吗, 看到谭音还在,不知道为什么,林永涵突然也不想那么早回家了,她想和他多聊聊,多了解他一些,没什么,只是现在是下班时间,容易塞车,所以我想晚点走,谭音迫于礼貌地回答,你住哪里,我送你回家,不用了,我自己搭车就可以了,谢谢,我先走了,新奇一见,谭音一手抄起皮包,快速地走壁,为的是不想搭这位花花公子的便车,深恐自己变成公司里女职员的公敌,林永涵看着谭音像逃难般的背影, 不禁嘴角一扬,自己长得有这么可怕吗,以往这种逃离的角色多半是自己,怎么谭音和他强起角色来了,心心相拥,第二章,卓行和手下们在街上走着,突然觉得不对劲,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,他不动声色地暗示手下们当心,果然,前面站着十来个不怀好意的小喽啰,各个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,站中间的显然是带头老大,无短身材,满嘴不停地觉着槟榔,十足的扁三样,卓仔, 上次和你讨论猛,地盘的事,考虑的怎么样了,滚,卓行警告着,一点也没把他的威胁放在眼底,阿侯将槟榔之意图,干,讨皮痛,呼一死,一时之间,两边人马都亮出身上的家伙,盼了起来,枪声在这幽暗的巷子里显得特别响亮,谭音慢慢的转进巷子,现在已是六月底,徐徐的微风吹的人好舒服, 这至少是骑车所享受不到的好处,谭音安慰自己想买车来骑的欲望,要打起惊霞来,否则以后的日子可就天天难过天天过啰,等等,那是什么声音,怎么那么吵,好像有人在打架,枪声,谭音收住了脚,直,前方,糟糕,前面有人打群架,哇,这些人出手真狠,尤其是那个一脸酷香的男人,从没看过有人出手像他这么狠,对方八成欠他很多钱,他才会手下不留情的猛打,看样子这些人, 这些人可能是黑道人物,他还是少惹为妙,但是他要怎么回家呢,他们正好堵住了巷子,他又没有别条路可选择,这些人真是的,哪里不去,偏偏就选在他住的地方打架,他可不想,在这里等他们打完架,更不想看到自己家门前写流程和谭音站在原地苦思,有了,最直接的方法,通常也是最有效的办法,警察来了,警察来了,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,紧接着是哨子声,阿侯那帮人一看苗头不对,匆匆忙忙的跑了, 好一群乌合之众,这年头的混混怎么还是那么蠢,这样也敢跟人家混江湖,谭音拿着哨子暗笑,老大,你受伤了,警察来了,我们快走,卓航的手下们忠心地护卫着他,你们先回去疗伤,不用担心,小四留下来就可以了,老大,手下们争辩着,放心,没有警察,先走吧,他挥了挥手,卓航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, 这点小伎俩还骗不到他,手下们看老大一脸不容置疑,只好先回去,小姐,你可以出来了,卓航满脸增艳,对着向口说,开口的不正是那位打起架来向不要命的兄台吗,出来就出来,反正他也要回家,谭音慢慢地晃了出来,一脸悠哉,我想你大概是在和我说话吧,他比了比自己,卓航阴冷地看着他, 你以为你是谁,刚才是什么意思,换成别人早被他的眼神给冻僵了,谭音偏不怕他,什么是什么意思,很好玩吗,卓航含着声音问,至少不会太无聊,奉劝你闲事少管,不会有人感激的,谭音生气了,盼命压抑着想掐死他的冲动,这位人兄,你听好,我管你被谁杀了,会死得多难看,我会这么喊是因为你们这群疯狗挡住我的路,谁知道一举就奏效,真是群笨蛋,由于咽不下这口气,所以他继续讽, 还有,不要太高估了自己,有空的话多照照镜子,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性,他轻蔑地哼了一声,掉头就走,老大,我去教训这娘儿们,小四说着就想去追谭音,小四,别妄动,卓航制止他,可是他刚才说话太过分了,卓航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,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,算了,至于阿侯,他当然不会轻易地放过他,他不是个有仇不报的人,谭音气呼呼地回到住处,把皮包往床上一丢, 人就跟着到在沙发里,傅雪儿听到他的甩门声,从小厨房里探头出来看他,没见过谭音发这么大的脾气,尤其谭音最不喜欢人家生气时甩东西的,可见得他已经火冒三丈,洗洗手,他走了出来,怎么了,今天看到大帅哥太高兴了,你看我像高兴的样子吗? 谭音翻着白眼,傅雪儿果真东看看西瞧瞧,嗯,的确不像,不然就是踩到狗屎了,差不多了,可能比那还倒霉,他自嘲,到底什么是让你气成这样,谭音想了想还是不讲了,免得又动目,算了,其实也没什么,我去洗个澡就把一切霉运都省去了,说完他就钻进浴室,躲避傅雪儿的盘问,泡在浴缸里,谭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林永涵和刚才在巷子里被他臭骂一顿的男人, 他们的个性截然不同,一个像是生活在太阳下,一个却像生活在黑暗谷底,林永涵是个闲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子弟,两另一个显然是黑社会老大,一副力尽沧桑的模样,同样是人,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,下午要和巨望的王董开会,谭音突然停了下来,因为他发现林永涵根本没在听他报告,只是一味地对着他笑,林永涵交接至今已有一个多月了,他不愧是林文超的继承人,公司太半的业务,行政级运作等, 他都能控制自如,实在不枉他父亲如此弃重他,公司将于下星期六举行交接一事,那时林文超就真的名副其实的退休了,而其实最近这半个月他已经很少到公司来,交接只不过是一种名目罢了,林董,你有事交代吗,他叫着林永涵,谭秘书,我发现你说话的声音很好听,林永涵运用他不败的魅力,可惜对我无效,谭音暗笑着,谢谢,我今天刚好喉咙不舒服,相处这些日子以来,林永涵发现自己愈来愈不舒服, 被他所吸引,他的不矫情,自然极帅性,在在迷惑着他,可惜地似乎一点都没感觉,或是他故意装作不知情呢,是吗,难怪我觉得你的脸色比往常差,他关心地看着他,他在暗示我他很注意我嘛,哼,这个花花公子,每次他父亲不在,就摆出大众情人的模样, 不知做给谁看,谭音忍着没出声,假装听不懂,既然林董已经了解今天的行程,那我就先告退,谭音走到门边时,林永涵忽然出声留住他,谭音,下星期六交接仪式完后有个庆祝酒会,你能做我的舞伴吗,谭音回头看他,他不敢相信他会用这种低声下气的语气 让我考虑看看,他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他,可是他也不想当他的舞伴,只好先拖延着,林永涵看出他的心思,你很不喜欢我,对不对,谭音整个脸数地长得通红,他没想到林永涵会问得这么直接,害他不知所措,他不知所措的样子实在很可爱,没想到平常咄咄逼人的他,竟会被这个问题给难倒了,林永涵感到好玩,他不想为难他,你先回去好好想想再回答我,好嘛,谭音茫然地看着林永涵, 回答你什么,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,当然是无办的事,林永涵一呆,按着看到谭音恨不得咬掉自己舌头的表情便忍不住地笑了出来,看来他被他吓得魂都飞掉了,看他欲笑欲乐的模样,谭音恼火地不理他,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,谭音坐在椅子上沉思着,凭林永涵的条件应该是不缺女伴的,他何必于尊将会地邀请一个不起眼的秘书呢,他咬着鼻杆左思右想,实在想不出个道理来,爱,管他的,也许他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吧, 忙到快下班的时候,谭音整个人已经快虚脱了,突然,内线响起,喂,谭音,他不耐烦地拿起话筒,是我,林永涵,今天我提的是你考虑的如何,什么事,一时之间,谭音摸不着头绪,看你年纪不大,怎么记性好像不太好,他取笑他,谭音一听,也顾不得他是谁,立刻辛辣地回了句,至少比你年轻,煞时,整个话筒充满了林永涵豪放的笑声, 每次和你谈话,总是觉得很轻松,不必刻意去找话题,他好像很喜欢看他出球,谭音愤愤不平地想着,我才不会上他的当,谢谢你这么抬举我,至于我办的事,很抱歉,那玩我有事,他甜甜地回答,你不可能不知道,星期六的参会,凡是主管及人员都必须参加,也包括秘书在内,他一副惊讶的口吻,该死,我竟然忘了, 这下要如何圆谎,我是说,我是说我可能必须提早走,所以你恐怕要另外找人,谭音坚持着,聪明的林永涵怎会不知道谭音是故意找借口,既然这样,我也不勉强你,不过那天晚上你确定会参加,他仍不死心地追问,我会,他就不能饶了他吗,谭音心里嘀咕着,听出他不耐烦的语气,林永涵失去的不再继续追问,好吧,那没事了,说完他就挂断电话,他到底是有什么毛病,谭音莫名其妙地瞪着那嘟嘟 不想的电话,看来有钱真好,可以吃好的,穿好的,看着满屋子的商业巨子,正要,和他们那些比雍容,比华贵的夫人们,是不是人一旦有了钱,就必须这么虚位,如果是这样,那他宁愿一辈子就这样过一生,自整个交接仪式结束,到晚会开始这段时间,谭音的脸都快笑僵了,他觉得自己快受不了了,拿杯鸡为酒,逃到屋子的角落,他冷眼看着这一切,看着看着,不禁有些感慨,晚会的男主人正朝着他的方向走 应该不是来找他的吧,因为到目前为止,他未曾和他打过招呼,谭音觉得头昏脑胀,一转身时走到外面宁静的花园里,一方面躲避林永涵,一方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,嗯,这种感觉真棒,谭音中了身懒腰,虽然他穿着玩礼服,你今天真漂亮,林永涵不知何时已来他身边,谭音转身面对他,他今天穿了件黑色的雪纺纱小礼服,是件低胸礼服,自灵所露出的血白肌肤,被衣服上若有似无的 薄纱给遮掩的一发动人,谭音为了配合礼服,将头发整个盘了上去,并上了淡妆,这是他头一次做这样打扮,没想到自己装扮起来可以如此迷人,想到今天打扮好照镜子时,被自己的模样吓一跳的情景,谭音不由得露出甜甜的笑容,难怪妈妈常想说服他当模特儿,林永涵见他露出笑容,不由得也跟着笑了,你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笑? 哦,当然不是,他回过神来,否则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,刚刚在里面我看你好像巴不得赶快离开,你不喜欢这种场合,他是叹的问,被你看出来啦,他露出调皮的眼神,为什么不喜欢,他今天心情似乎不错,他想,没什么,我只是讨厌交际应酬,他淡淡的说,我也不喜欢,林永涵一副赞同的口吻,是吗? 他怀疑的看着他,你好像不相信,看来他对他的成见很深,他心想,我是不相信,林永涵叹了口吻,我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才不得不应酬,你真以为我喜欢这样,我实在是逼不得已,所以咯,有钱实在不好,我以后找对象啊,一定要选个普通人就好,免得日子过得太痛苦,林永涵闪闪发亮的眼神,让谭音不得不做某种程度的暗示,不是每个有钱人都这样,也并非每个人都得照着旧模式走,目前年轻一代, 已经慢慢在改变这种情况了,林永涵听得很不舒服,急忙向他解释,反正那不干我的事,况,那些人,谭音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,看时间好像可以走了,于是他赶快顺着台阶下,我有事想先告退了,你要去哪里,我送你,林永涵不想他这么快就离开,不必了,我自己搭车回去就演了,况且你是主人,不可以随便离开,否则就太没礼貌了,林永涵露出固执的眼下,不管你让不让我跌,我都送定了,你要是带着我,我都送定了,我自己搭车回去就演了,况且你是主人,不可以随便离开,否 担心我得罪客人,那你就待久一点,等晚会结束后我再送你回去,真的不用了,我是有事才不得已先走,希望你不要为难我,谭音也不让步,至少让我送你到你家巷口,反正这里到你家又不是很远,林永涵还是一本初衷,他实在不放心他一个女孩子自己坐车回去,他那副,看谁好的酒,的表情让他担忧,他想想还是算了,况且今天是雪儿的生日,说好两人一起到,庆祝,因为他的阿德到美国出差两个月, 他这个好友只好舍命陪姑娘了,如果再不答应他,说不定整碗兜的汉他号在这里,到时候走也不是,留也不是,反而更麻烦,好吧,我们现在就走,你也好快去快回,谭音投降,老大,阿侯出来了,小四跑进一辆黑色莲花跑车,向车里的卓航报告,卓航等算这笔账已经等了很久,丢下手中的烟,他拿起一把开山刀,其实如果不是必要,卓航并不喜欢用它,但是向对付阿侯这种人,他就必须用点工具, 总共多少人,卓航问道,大概七,八个人,阿侯这个人很狡猾,大家小心些,他吩咐着手下,卓航这边虽然只有三个人,但是大家在一起也好几年了,有多少能耐他很了解,阿侯那群乌合之众,本不是他们的对手,就怕他使诈,他要给他来个终生难忘的教训,阿侯大概喝了不少酒,一路和手下各搂着几位欢场女子打情骂巧着,显然他以为卓航怕了他,不会再找他麻烦了, 所以他才会这么肆无忌惮,看来你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,卓航拦在他们面前,冷峻的眼神扫了他们一眼,干,那天放过你,你还找上门来送死,阿侯被卓航的眼神看得心里直发毛,但仍装枪做事的拿出枪,卓航没给他开枪的机会,手一举就朝他握枪的手连砍了几刀, 再连续向阿侯那些准备拔枪的手下分别砍了几刀,阿侯的手下就由他的手下去处理,他要亲自料理阿侯,他面无表情地走向痛得跪在地上的阿侯,阿侯看见卓航走来,想捡起掉在地上的枪,可是他的手实在太痛了,卓航冷冷地看着他的举动,不去阻止他,踢着阿侯,卓航无情地警告他,这只是给你一点教训,最好不要再有上次那种事情发生,不然你就叫你家人准备收尸,说完他又狠狠地踹他一脚, 向手下比了个手势,卓航走回他的车子,老大,怎么不杀了阿侯,手下们疑惑地问,他是阿公那边的人,阿公以前照顾过我,不要让他太难堪,卓航坐上后座,手下们跟着上车,老大,大伙说好酒没去公馆那家,喝酒了,这儿离那里很近,手下们征询卓航的意见,走吧,卓航弹幕响应,前面停车就可以了,谭音直指前面的巷子,我直接送你到门口,谭音大力地摇着头,不用了,你该不会说话不算话, 好,好,从没见过比你更难懂的女孩,既然都已经快到家了,有什么差别吗,林永涵实在想不通,这是原则问题,做人要有原则,知道吗,我真服了你,他下车帮他开车门,谢谢你送我回来,你还是快回去吧,下了车,谭音不忘道谢,遵命,没想到我会这么惹人嫌,林永涵嘲弄自己,谭音好笑地看着他,凡事总有第一次,快回去吧, 不等林永涵说话,谭音就白白手潇洒地走进巷子,瞧,那位不是林家公子吗,看来我们谭大小姐终于烦心一动了,傅雷儿不耐久后,早已晃出巷口等着谭音,惨了,谭音在心理直叫苦,这回儿不幸被好奇心超重量的雪儿看到林永涵送他回来,他的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,否则他美好的一天准会毁在他手上,雪儿,不许再多说半句,否则今天大家哪儿都别去了, 这,傅雪儿想抗议,但是谭音一脸坚决,好吧,饶了你,改天再言行逼宫,反正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,嘿嘿,雪儿甘笑两声,笑得像狐狸似的,谭音白了他一眼,要去那个,庆祝大小姐的生日啊,傅雪儿挽起谭音的手,跟我走准没错,他伸手招了辆出租车,这家怎样,震天响的音乐声让傅雷儿不得不提高音量讲话,这间,涵盖了一,二楼级地下室,每层约一百坪左右,规模不小,地下室, 大师是撞球场和刻意区隔开的小酒吧,昏黄的灯光,适合有情人谈天说地,一,二楼则是典型的舞池,甚至有重金属摇滚乐队表演,他们全都触着长发,俊逸的脸孔加上汉诗的壮硕体格,惹得爱慕者尖叫不已,在这里,人们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,释放某个未知的自我,本来这种热闹的场面谭音并不排斥,但此刻一进到这里,他仿佛可以嗅到某种危险的讯息,这让他无法安心,谭音随着雪儿坐在地下室的角落, 这个位置旁边上有花盆点缀,为他们带来些许屏障,亦可将是内的一切尽收眼底,我不喜欢,谭音皱眉,我也不太喜欢,谭音压抑极了,既然不喜欢,为何要来,傅雪儿形式向来无一定规章,他该不会又发现了什么天大的新闻,想凑热闹吧,老天保佑,傅,而故作深密的左顾右盼,压低了声音,我是听说这家店的店都是为黑道杀手,据说他出手狠毒,为人阴沉,而且杀人如麻,江湖上很少人, 不怕他,江湖,你以为这里是客栈啊,满口江湖精,谭音不以为然,不晓得雪儿对这些打打杀杀的人为什么兴趣这么高,等等,你该不会是为了看他才挑这家店庆生吧,有何不可,傅雪儿怂怂肩,难怪他一颗心漆上八下,这里根本是黑道的俱乐部,死雪儿,若做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事,雪儿,你都快当人家的太太了,完心还收不回来,就是快死会了,才要尽情享受啊,别这样啦,你就看再是我生日的份, 上,轻松一下又何妨,傅雷儿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,谭音淡淡错了口雪儿帮他点的酒,有意掉雪儿的胃口,有时候他也是很坏心的,见谭音脸色不好,傅雪儿继续哀求道,音音,拜托,别这样嘛,他台长只求着谭音,谭音终于忍不住的笑出来,傅雪儿这才知道上当了,戏弄我,今天我是兽星,罚你喝一杯,傅雷儿招来试者,点了瓶 XO打算来个不醉不归,谁怕谁,谭音在林永涵的宴会上喝了点酒,以稍有醉意,爽快,干杯,清脆的玻璃状急声,让两个女孩高兴的像孩子似的,几杯酒下度后,谭音醉了,而且醉得很厉害,他甚至看到两个雪儿在他眼前对他笑着,雪,雪儿,你不要乱动,我好像看见两个你了,为醉的传雪儿没想到谭音的酒量这么差,觉得他这样子好好玩, 云儿,那是谁在吵啊,谭音趴在桌上,闷声问着,抬头一看,原来是撞球台附近一桌约四,五个人在划拳,真是没水准,音音,你看到那个浪女了没,傅雪儿在胸部夸张的比了比,表示那女人身材丰满,谭音努力睁大眼睛想看仔细,奈何她实在醉眼迷蒙,穿紫色紧身衣的那个嘛,嗯,好恶心的颜色,她脸上的妆浓的,我真替她担心,你是担心地震时会造成军裂吗,谭音默气十足地说完傅雪儿, 心里的话,两个女孩相识开怀的大笑,音音,那个女的,得跟二五八万四的,咱们给她点教训如何,谭音完心大起,红通通的翘脸赞同的点点头,眼不住兴奋地问,要怎么教训她,酒醉的谭音真好商量,她对旁边那个酷哥显然钟情得很,可惜落花有意,流水似乎无情,我们就从那男的下手,谭音皱了皱鼻子,那个男的感觉上不像是个惹得起的人,她犹豫了,没胆了,傅雪儿刺激她,谁说的,那好, 十分钟后我会去结账,然后你去吻那个酷哥,是深深的吻哦,你敢不敢,只有雪儿才会想出这种馊主意,要她去吻一个陌生人就已经够糟了,竟然还不能马马虎虎地带过,她算准了自己会打退堂鼓,哼,她偏不让她撑了心,如了意,少废话了,等会儿你在旁边看我达成任务吧,竖起大拇指,谭音信心十足,傅雪儿则为自己的妙点子窃笑不已, 竖行的手下不是在打撞球,喝酒,就是在跳舞,只有她和金贝尼坐在角落里,环视着她的店,竖行经营的,大大小小共识来加,这只是她经手事业的一小部分,其他像,KTVRTVMTV,保龄球馆,餐厅等等加起来,竖行算得上是大亨,只是平常这些事物她都交给手下去管理,自己甚少过问, 对于手下,她一向信任,因为如果连和自己共同打盼的兄弟也无法放心,这世间还有谁可以交心,金贝尼真是神通广大,她做不到十分钟,她就出现了,行哥,你累不累,我帮你按摩,金贝尼几乎贴在卓行的身上了,她的手不安分地爱抚着她的胸膛,她为卓行心最神迷,全然不顾别人的眼光,浪荡得很,行哥,上回爹地跟你提的是,你考虑得怎样了,金贝尼刻意交爹的声音里有些许不满,卓行闭上眼, 这个女人太不知天高地厚了,卓行任由她的手四处游走,今晚她需要个女人,况且金贝尼的床上功大确实不差,金贝尼看到车行脸上被挑起的欲望,满意极了,想到她的炙热狂爱,金贝尼感到全身燥热极了,点着卓行的耳朵,她刻意沙哑的,行哥,我需要你,我们回去吧,卓行放下酒杯,准备成全她,却看到迎面而来的俏丽女子,她好像是针对她而来,是个很眼熟的女孩,金贝尼眯起眼睛,气愤的定义, 听着破坏她好事的女子,她长得还不错,金贝尼有了敌意,很深的敌意,这女的不会是卓行的另一个女伴吧,谭音慢慢地走向撞求疑的方向,一方面她实在醉得脚步不稳,另一方面则是掩饰自己的忐忑不安,她的不安在看到金贝尼阴狠的眼光后转成了愤怒,这女人铁定不是她的老婆,否则她大可名正言顺地质问她,可是她没有,卓行认出她了,女人上了妆到底不同, 那天相遇时不曾仔细看她,不过,她本来就很少注意女人,看来她今天喝了不少,终于到了,谭音摇了摇头,天,她真的好晕,不该跟雪儿赌气的,现在可真是后悔莫及了,疑,这个人好面熟,似乎在哪里见过,可是她实在想不起来,而且她那冷硬的脸,让她自己庆幸没有这好朋友,要不然她不会记不得, 谭音从另一边靠近卓行,她本想坐她旁边,谁知一个不稳却跌坐在她的身上,抬起头只是她深邃的眼睛,谭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嗨,我叫谭音,我可以吻你吗,谭音十分有礼地询问着,虽然她已经最得分不清东西南北了,却仍然感觉得到这个男人看她的眼神带着一抹厌恶,为什么,看着她严苛的五官,不多想底,谭音突然伸出手轻轻地摸着卓行冷硬的脸颊,仿佛如此可以示出她对世间的不满,卓行即使经历的不满, 也没有表现出来,她没认出她,她是一发怒的金贝尼安静,因为她想知道这个叫谭音的女孩要做什么,她不像是个随便的人,她的触摸和金贝尼的诱惑全然不同,但为何她会觉得一红温柔流窜她的心,柔柔地抚摸着,谭音觉得这个人好冷,她怎么办到的,可以让人不寒而栗,不管了,快达成任务走人要紧,谭音捧着卓行的脸,树地送上自己柔软的唇,挑逗地吻着卓行,苏玛,由卓行传至她身上的电流, 让她的心猛的一阵,她的身上散发出男性特有的射香味,她发现自己放不开这个吻,卓行同样感到震撼,谭音温软地唇触动了她,不知不绝地,她伸手搂住了谭音,享受着两人之间美妙的气息,一旁的金贝尼气得眼盲惊心,这个女人好大胆,竟敢当着她的面吻她的男人,但她不敢在卓行面前发作,只好像个呆子,看着他们吻得火热,航哥,金贝尼咬牙切齿地打断他们,谭音勉强拉开两人的距离, 错愕地指示着卓行,她真的好眼熟,算了,达成目的,可以离开了,挣扎地站起身,谭音快速地想撤退,回到她温暖地窝睡个好觉,卓行冷眼看着不发笨拙的谭音,想撇下她,她到底把她当成什么了,高兴时就逗逗的小狗吗,错了,她错了,她会发现自己错得很离谱,谭音转身朝负血而做个胜利的手势,没察觉到卓行阴郁的眼神,否则她绝对会三思而后行,金贝尼暗暗高兴,卓行发火了,太好了, 卓行朝手下使个眼色,然后快步走向谭音将她拦腰抱起,谭音愣住了,她看到雪儿被两个男人拉住,着急地想救她,放开我,快放开我,她锤打抱住她的胸膛,没人帮他们,大家只坐闭上关,放开我,谭音放声尖叫,但是她的尖叫声被音乐声给淹没了,谭音被丢进一辆黑色跑车内,等她反应过来时,车子已如离弦的见识,快速地上路,不用白费力气了, 卓行提醒只想打开车门的罪人儿,你到底想干嘛,谭音气得忘记该害怕,卓行唇边露出个冷酷的笑,这句话好像该是我问的,我,我又没做什么,顶,顶多吻了你而已,有人献吻你应该感到光荣才对,谭音为自己的恶作剧心虚,是吗? 卓行增恶她的自圆其说,女人老是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掩饰,真不可饶恕,既然你喜欢献吻,我会成全你,卓行不怀好意地去给她个冷笑,成全我,什么意思,谭音头好晕,好晕,她好想睡,实在没体力和她猜迷话了,心心相拥,第三章,好舒服的感觉,谭音不想醒来,睁开眼,她发现自己躺在床上,旁边坐着刚才那个男人,她在看他,而且看他的方式好奇怪, 谭音突然想起刚才那个动人的吻,是她的错觉吧,她不可能和她产生那种互属的感觉,但她想再因证一次,一次就好,她伸手拉下她,再次线上自己的唇,她的感觉真的很好,那么之前不是做梦咯,谭音轻轻地咬了下她,感觉她震动了一下,真好玩,她再咬她一次,发现她又震动了一下,为了这个发现,谭音咯咯地笑出声,她不晓得自己今天为什么会这么高兴,而且这张床真舒服,她醉得迷迷糊糊, 以为是在自己的小套房里,也没发现多了个男人有什么不对,只是抵着她的额头懒懒地问道,你是谁,仿佛两人相识已久,浊航本来只想吓吓她,谁知一吻她就控制不住,更可笑的是,谭音竟然像变了个人似的对她撒娇,她的小动作让她紧绷的神经几乎快爆发了,你到底是谁,为什么我好像认识你,谭音眼中透露着问号,你今天吻的人,浊航淡淡地回答,她坦白纯真的眼睛,挑动了她的欲望, 哦,谭音漫不经心地阴了声,懒得再去追究,她把手绕到她的颈后,双手交叉,我喜欢刚才的味道,她温柔地倾诉,缓缓拉下卓航的头,她诱惑地吻着她,再次体验属于两人的火焰,她想知道这之后会是什么,因此柔情的,缠绵地加深这个吻,然而这把火却蔓延得无法停止,卓航无力阻止两人之间必然地相属, 窗外的雨丝,随着两人衣服的飘落,点缀的缠绵更加美丽,望着窗外的细雨,红肿着双眼的传雪儿担心受怕地哭了一夜,如果谭音再不回来,她就要报警了,她不敢告诉谭爸,谭妈谭音被人掳走的消息,她想再多等一回二,门铃声,雪儿跳了起来,赶紧冲到门口,是谭音,感谢老天爷,全身湿透的谭音,碗礼服外面披了件男人的衬衫,黑色衬衫,身心俱疲的谭音一看到傅雪儿担心的表情, 终于哭了出来,谭音哭了,同学多年,傅雪儿从没见她哭过,只因为她认为哭是懦弱的行为,谭音会哭,表示了事情的严重性,哭得里花带泪的谭音,让傅雷尔也跟着心酸,谭音要是出了什么差错,她要如何像疼她如亲生女儿的谭爸,谭妈交代,哎,她若是不出那个鬼主意就好了,真是悔不当初,音音,发生了什么事,你别哭,快告诉我呀,危在傅雷尔怀里的谭音摇摇头,一双美目哀怨地瞟了雪儿一眼, 这一眼看得雪儿心惊肉跳,谭音在怪她,百感交集地,谭音不知如何起口,因为她实在说不出,我失身了,这几个字,一起早上醒来时的情形,她仍心有余悸,早上醒来她觉得全身酸痛,正奇怪喝酒不至于痛治全身时,她突然发现她睡的不是她的房间,不是她和雪儿的床,更恐怖的是,她竟然没穿衣服,她没有裸睡的习惯啊,她慌了,当她转头看到身旁的男人时,差点尖叫出声,她捂住了嘴, 记忆如潮水般一波波涌现,一般人对酒最后发生的事多半不记得,偏偏她异于常人,昨晚的一切她记得清清楚楚,她甚至记得自己如何勾引她,她羞红了脸,瞧瞧地下床,穿上了背弃在一脚的礼服后,随手再拿了件衬衫披上,走到门边,她不放心地回头望了望,生怕她醒来,睡着的卓行没了威胁性,没了冷漠的表情, 和初见她时判若两人,她和她吵过架,难怪昨晚一直觉得她很眼熟,卓行,她告诉自己要记住她叫卓行,不容她质疑的,她十分霸道,关于尸身的事,谭音并不怪她,她就是无法怪她,毕竟有哪个血性男子受得了诱惑,而且还是她主动的,这件事她的负大半的责任,想来好笑,吃亏的人是她,该负责任的人竟也是她,但愿她不会再见到这个冷血的黑社会老大, 傅雪儿看谭音失神了老半天,话答不到一句,她更着急了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快告诉我好不好,我的头发都快急白了,不能告诉雪儿,否则她会自责一辈子,没事,我很累,想去洗个澡,没事才有鬼,她的表情明明有事,谭音,傅雪儿拉住想逃避的人,生气的吼着,你还当我是朋友吧,冷淡的点点头,谭音只希望雪儿不要再追根究底,她无力招架,雪儿,我不想谭,谭音坚决的表情,伤了博雪儿, 雪儿的心,是我的错,都是我不好,我不该随便出主意让你涉嫌,她自责道,雪儿,谭音搂着她的肩膀保证着,别这样,我真的没事,是吗,她真的没事吗,经过昨晚,谭音觉得她的世界全变了样,谭小姐,谭音,林永涵站在谭音面前叫了好几声,终于换回了她,最近她常发愣,脸上多了股忧愁,教林永涵看了很是不舍,她已愈来愈喜欢谭音,也更怀念她犀利的令她难以招架的答话,你是不是有解决不了的难题? 这问题前几天她就想问了,闷了几天,都快闷出病了,事情既然发生了,多想也没用,只会拖累雪儿,算了,传道桥头自然指,想着想着,谭音感到心里好过多了,没事,多谢你的关心,从林永涵的眼底她看到了关心,温暖填满了她的心,只可惜纵使喜欢,她也配不上她了,更何况她从来只是把她当作朋友,真的没事,林永涵不放心,她近来瘦了不少, 你怀疑啊,林永涵笑了,这才是谭音,神经,谭音给她一个卫生眼,她与林永涵之间维持着淡淡的友谊就够了,她不想欠她大多,下班了,我带你回去,看她似乎又要拒绝,她急忙补充,别误会,我只是想去你室友的店里买树花,谭音挑高眉的模样,分明是想歪了,别乱猜测,花是买给我妈的,是吗?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孝顺父母了,谭音话里有着明显的嘲讽意味,走吧,林永涵知道无论自己怎么解释,她都不会相信的,她老早把她定位在只懂得享乐的花花公子形象上,林永涵莫可奈何,只有让时间来证明自己的心了,买花的人这么多,今天是什么鬼日子,谭音恨恨地包着花,都是为了傅雪儿,她今天才会这样笨手笨脚地做这些,花,是,今天是美好的周木娜,传雪儿因店里的小妹月考请假,不得不亲自出去送她, 花,而谭音自愿帮她看店,哪知道今天买花的人特别多,害她手足无措地乱了手脚,以前她也曾帮过雪儿,怎奈今天诸事不顺,一下子被花刺到手,一下子又不小心踢翻了水桶,小姐,我的花好了吗?谭音忙得真想叫她少烦,可是这不是她的店,她只好忍着气,请稍等,好吗?她和刘夹背地包着花,这就是林永涵进门时看到的情景,她快急疯了,随手挑了些花,林永涵恶作剧地走到谭音坐的桌前, 小姐,这些花帮我包一下,埋头苦干的谭音直指旁边,先放着,小姐,能不能请你快点,我赶时间,她故意催她,把花交给客人后,谭音正想损损这位及京风先生,也好处处满肚子闷气,谁知道一抬头就看到林永涵几眉弄眼的看着她,你很无聊,知不知道,谭音没精打采的,今天是星期天,在这里打工,缺钱用,林永涵取笑她,自上次的宴会后,谭音不再处处提防她,工作之余偶尔还会看她, 她闲聊,对于谭音态度的转变,林永涵十分高兴,虽然她再三强调两人仅止于朋友,但是她不在乎,明知故问,谭音白了她一眼,突然想到了什么,你应该很会包花吧,我,怎么说,很简单,女朋友多嘛,花送多了,不就有心得了,谭音说的理所当然,吃醋了,林永涵反击她,我吃醋,喂你,下辈子吧,林永涵放声大笑,抱住胸口, 谭音,你伤了我的心,好说,林永涵但笑不语,拿起花帮她包了起来,嘿,你包得不错嘛,谭音看她包得有模有样,我总算有个长处了,她斜眼询问谭音,得了便宜还卖乖,请不要忘记,这是从你的缺点中发展出来的,谭音就是不让她好过,你就是见不得我好,哼,什么意思,意思就是说懒得理你,快包啦,有了林永涵帮忙,谭音得心应手多了, 三两下就把陆续涌来的客人打发掉,终于,谭音靠向已被喘了口大气,林永涵坐在对面有趣的看着她,累啦,在办公室从不会觉得累,人家说,隔行如隔山,果然没错,伸展一下四肢,谭音有感而发,这么说你今天是没体力去看球赛了,球赛,谭音纳闷,我们约好要去看球赛吗,没有,我是突发奇想,抱歉,纵使我还有体力也无法去看球赛,虽然我很想去,谭音十分喜欢球类运动,这可能是一样, 是受她爸爸和哥哥的影响,而她对球类运动的喜好,也是林永涵越来越喜欢她的原因之一,看林永涵就此打住,换谭音好奇地问她,不问了,你想说自然就会说,不用我问,林永涵非常适趣,谭音发现自己对她的好感与日俱增,谢谢,林永涵察觉到谭音话里的温柔,谢什么,谢你的帮忙,还有你的邀请,不客气,她绅士般地站起来回礼,逗出谭音许久不见的笑容,门上的铃铛又清脆地响起,收敛起, 笑容,谭音朝林永涵叹口气,准备开始战斗,雪儿,这么快就回来了,谭音一看进门的人,高兴地松了口气,她自由了,傅雪儿朝林永涵打声招呼,嗨,你来找音音出去玩吗,雪儿近来频频拉拢她和林永涵,她不是不明白雪儿赎罪的心情,只是她忘不了那一夜,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两三个月了,两人也都企图淡化那天的事,谭音不愿讲,傅雪儿也就不勉强她,但是她隐约发现谭音变了,变得郁郁 寡欢,这项发现让她愧疚的心更加不安,幸好有个林永涵,谭音才得以恢复以往的活泼,开朗,经过这些日子的暗中观察,林永涵似乎不像爆章杂志所报道的,唯一相同的是,她真的很英俊,有对迷死人的桃花眼和体贴,幽默的个性,她会是谭音理想的对象,不过,她的胜算似乎不大,她的好好推她一把,必要时还可以找谭妈 她商量,相信谭妈也会认可她,音音下午要去当她妈妈的模特儿,你可以去看看,傅雪儿暗示她,你真的缺钱用,林永涵吃惊地问谭音,当模特儿,太匪夷所思了,谭音不想回答,这是她搬出来住的条件之一,一年要当谭妈一记的平面模特儿,博雪儿把来龙去没一股脑儿的权告诉林永涵,你会是个出色的模特儿,林永涵以行家的口吻判断, 多谢台举,这话我妈也说过,她是阅人无数,我看你可能是,之交,满天下,这小妮子总是不忘挖苦她,音音,我可以叫你音音吗,林永涵迟疑地问,谭音拍了拍身上的灰尘,若无其事地说,如果你不想活的话,林永涵对傅雷儿抱怨,你这同学真凶,动不动就要置人于死地,傅雪儿笑笑,我看是一个愿打,一个愿挨,谭音听到雪儿的话中话,忍不住拧了她一下,然后挨进她耳边低声说,少胡说, 不然晚上有得你瞧,谭音拿起袋子,懒得和你们瞎扯,我赶时间,我送你,林永涵急忙出声,走吧,呆子,谭音拉着她往外走,好歹人家今天是特意来邀她出去玩的,总不能把她去在这吧,想不想去看我拍照,林永涵文言只点头,先告诉你,可能蛮无聊的,不会比开会更无聊吧,傅雪儿摇摇头,看情形林永涵这个大情人恐怕是栽在谭音的手里了,忙得晕头转向的传雪儿一看到正要上楼的谭音, 顿时感到如是重负,音,来一下好吗,谭音本想直接上楼煮饭,这周应该轮到雪儿掌除,谁知道花店最近生意好的有时她必须忙到十一,十二点才能睡,谭音不忍心让她忙上加忙,只好无可奈何地接下她极为痛恨的差事,听说台湾又快多了个富婆罗,谭音走进花坊时,朝伯雪儿说道,你就会说风凉话,没看到我灰头土脸的, 叫你辞职来帮我,你又不愿意,是不是舍不得某人,谭音恢复了往日的快活,最欣慰的莫过于傅雷尔,她对谭音和林永涵的关系一直很关切,我想你所说的某人大概是林永涵,我只当她是朋友,根本不来电,你可以收起满脑子的幻想了,是这样子吗,我怎么觉得人家对你情有独钟,你累得连感觉都迟钝了,谭音剪了朵白纹归秀纹, 美丽的花为何总是多次,好吧,今天就饶了你,择日再审,雪儿把她当犯人来审问,谭音毕恭毕敬地弯着腰,谦卑地说,多谢大人开恩,小女子下次不敢了,谭音惶恐的模样,逗得柏雪儿好开心,晚上有没有空,傅雪儿用手被擦着笑出来的眼泪,谭音开心地看着雪儿,他们两个好久没一起出去逛街,看电影了,抱歉,不是要约你出去玩,是想请你帮个忙,似乎看透她的心思般,雪儿抱歉地说, 谭音克制自己不要流露出失望的眼神,可惜不怎么成功,音,别这样,你今天帮我这个忙后,我请你去吃你最爱吃的日本料理如何,谭音一听,整个人精神都来了,好啊,好啊,这么贪吃,小心架不出去,你知道公馆那家,金,楼,马,她想了想,是那栋五层楼的中国式建筑,外面掉了很多灯笼,以十二生肖位造型,非常宏伟,富丽,对,就是那家,你可以帮我送盆花过去吗,没问题,反正我说,谭音克制自己不要流露出失望的眼神,可惜不怎么成功,因,别这样,你今天帮我这个忙后,我请你去吃你最爱 正只是几分钟的路程,她看了看,是不是桌上像杂草堆的这盆,谭音没什么艺术细胞,她前看后看就是看不出那么多花凑在一起有什么好看,这大概就是所谓的,树大便是美,吧,杂草堆,我花了一下午的杰作,被你说的一点价值感都没有,富雷尔差点被,杂草堆,这几个字呛道,是,是,对不起吗,你跟人家约几点送到,谭音赶紧转移话题,六点半,现在已经六点多了,我去向隔壁面包店的阿智借机车, 要不然开车路上一定塞得很严重,富雪儿还没来得及回话,谭音已不见人影,一会儿,谭,回来了,手上多了顶安全帽和钥匙,嘴里还含了块面包,口齿不清的说,周妈妈说现在台北市抓没戴安全帽抓得很紧,阿智最近才被开了张罚单,就顺便把安全帽借我了,但是这顶安全帽好大,一定会滑下来,谭音为了证明,把手上的帽子往头上一套,这一袋果然看不到谭音的眼睛,我看你还是上去拿你 以前那顶把,富雪儿不放心的说,谭音把花抱起来,边调整安全帽,来不及了,不用担心,我会克服他的,安啦,话虽如此,富雪儿还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音音,我觉得你还是开我的车去,我比较放心,他追着谭,啰嗦,我走了,谭音发动机车,扑的一声,把富雪儿和他的担忧抛在脑后,富雪儿只好转身折回店里, 他前脚才刚踏进店里,就听到后面急促的跑步声,按着就看到阿智上气不接下气的跑进店里,树张希望的像在找寻什么,雪,雪儿姐,他跑得几乎喘不过气,深吸口气后才说,谭音姐呢,他在吗,他不死心的再搜寻一遍,好像这样他要找的人就会出现,雪儿眼看阿智俊秀的脸紧张的都变白了,也跟着紧张的问,他替我送花去给客人,发生了什么事,他一听脸色更加惨白了,糟了, 什么事糟了,都是我妈啦,他不知道我那辆机车的刹车气失灵,把车借给谭音姐了,阿智既担心又自责,富雷尔一听差点昏倒,原本他就有种不好的预感,现在应验了一半,只希望谭音今天骑车不会太快,不过这好像不太可能,他必须去看看,阿智,你帮我雇一下店,我去找他,谭音超小禁,一路上通行无碍,看看手表,差五分钟六点半,幸好,金,楼,就在前方,谭音决定从侧门的停车场, 进去,只要再转个弯下坡就到了,一定会准时的,砰,谭音费力的爬起来,按着看到被他撞倒的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,这种景象使人触目惊心,谭音满怀愧旧的跑过去扶他,刚才他正庆幸到达目的地,一手调整过大的安全帽时,没想到旁边突然蹦出个人来,他想刹车才发现刹车气竟然坏了,速度快再加上下坡时的冲力,他还来不及是警就已经撞到人了,忍着自己的痛楚,谭音低声问他,先生,你站在哪里,他还来不及是警就已经撞到人了 站得起来吗,我叫车子送你去医院,卓航缓缓地抬起头,这下他不得不相信缘分了,小四和平再扶他站起来,老大,不要紧吧,谭音眼睛睁得好大,他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会背到这种程度,卓航,他竟然会再遇见他,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,他原以为今生今世再也不会看到他,哎,台湾真是小,既然是撞到他,那他也不必感到愧疚了,毕竟他欠他的比这还多得多,谭音转身扶起机车,哎,那盆花此刻, 真成为名副其实的杂草了,坐上车,谭音试了试,还可以骑,也许现在回去换盆花还来得及,打定注意后,谭音看也不看他撞到的卓航,准备骑车走人,平再拉住谭音的机车,撞了人还想走,他又死不了,谭音冷淡地看着卓航,拉他下车,卓航让手下检查车子的零件,小四检查过后,朝卓航做了个刹车不灵的手势,他不想活了,刹车坏了还敢骑,放开,你要拉我去哪里,谭音气愤地想甩开, 被卓航拉住的手,卓航拉谭音进会客室后,示意手下在外面留守,你要干嘛,谭音害怕地看他关上门,卓航出其不意地搂住了他,怕了吗,请你放尊重点,谭音说话的同时也挣扎着,尊重,卓航冷笑了,这句话不嫌说得太迟了吗,他嘲讽的语调让谭音受不了,好不容易他才快忘了那一夜,这可恶的人为什么又出现在他眼前, 那天的事是我的错,你就放过我吧,卓航不打话,他冷冷地想看穿他,树地,卓航稳住了谭音,他的稳战有意味浓厚,谭音无法抗拒,他与这个黑道老大间似乎有条线剪不断,理还乱,咱,谭音打了卓航一巴掌,这是你欠我的,他毫无畏惧地只是他发怒的脸,从来没有人敢打了他后还理直气壮地站在他面前,尤其是女人,不要再有下次,卓航抓住他的手, 不会,最好是永远再也看不到你,下次,他避之唯恐不及,很难,卓航抑郁深远地看着他,他不会就此放过他,他要定他了,你,谭音气得又想给他一巴掌,此刻,外面有人敲门,老大,阿公来了,你逃不了,我会去找你的,他竟敢狂妄地转身离开,谭音追出去拉住了他,你说那话是什么意思,卓航冲着他露出一丝笑容,不理会他,继续往前走,谭音想再问清楚,音音, 傅雷儿的叫声止住了他的步伐,傅雪儿喘着气,绕着弹,前看后看,突然,他惊呼,音音,你受伤了,他的叫声引得比端地卓航回过头,谭音不悦地瞪视他,要他别管闲事,没事,雪儿,我们走,他拉着雪儿尽快离开卓航卓人的目光,你的手肘擦掉了一层皮,还说没事,我们去阿翔的诊所,终尾判是谭音的玩伴,由于谭音的关系,雪儿才得以认识他,他原本是想撮合雪儿和阿翔的,熟知他俩不来电, 进诊所后,他厚着脸皮直接找钟伟祥,幸好他的诊所今天没什么人,不然他会丢脸死,当他看到阿畔带着嘲弄的眼神已在门边看他时,谭音内心不禁呻吟着,谭小姐,欢迎大家光临,有没有带礼物来呀,有,谭音说着一拳就挥过去,钟伟祥眼明手快地抓住他的手,则,则,则,人家说罪毒妇人心,人家也说无毒不丈夫,他抽回手,问题是我还没当,人家,的丈夫,没人敢嫁你啊,这是他, 谭音的唯心之论,其实钟伟祥是少见的美男子,老天对他实在太眷顾了,人长得俊逸加上幽默的个性,打从他五岁起就是个风光人物,老师疼他,同学爱他,父母宠他,他简直就成了天之娇子了,如果真这样我就谢天谢地了,谭音幸灾乐祸地看他一副不堪其扰的模样,有时人长得太好看也是种负担,你有兴趣应征我老婆这个职位吗,你说呢,谭音故意眯起眼睛, 要我说嘛,我可能配不上你这位谭大小姐,算你是像,嗨,可爱的雪儿,你的脸色不怎么好看哦,钟伟祥看见谭音身后的傅雪儿,博雪儿没好气地瞪着他,亏他还是个医生,受伤的病人是谁都分辨不出,脸色不好的不止我一个,经博雪儿这么一说,钟伟祥才注意到谭音受伤的手肘,小音,你的手怎么了,车祸,车祸,快点包扎, 通常你治疗一个人需要这么问东问西的吗,谭音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,别人我会连问也懒地问,没良心的小东西,谭音感激地看着他,他岂会不知道他的用心,从小他就如同哥哥一样地对他百般疼爱,甚至有段时间,他的父母还认定他是他们未来的媳妇,如果要感谢的话,可以考虑以身相许,他眨着迥亮的眼睛打去道,他伸手拧了下他的耳朵,慢慢等,慢慢做梦把你,钟伟叛帮他包扎好后,知道他撞到人, 非常担心,只是要你小心,人心难测,我知道,这些话你和大哥从我上幼儿园就开始叮咛,我怎么敢忘记,你就是长得太可爱了,我们才会千交代万叮咛,他戏弄他,谢谢,这句话很重听,我会谨记在心,小女子去也,谭音和傅雪儿一溜烟就不见人影,心心相拥,第四章,音音,音音,该起床了,十点多了,你今天不是要回家吗,傅雪儿摇着隔壁床的谭音,昨晚帮他开门时已是清晨四点, 他连礼服都来不及换就往床上一道,看来他真的累坏了,他昨晚陪林永涵出席一个慈善宴会,谭音原本全区的睡姿,因傅雪儿的干扰而翻身平躺成,大,自省,他勉强地睁开眼睛,脑筋混沌地思索着刚刚傅雪儿说过的话,雪儿,你刚刚说了些什么,半眯着眼睛,谭音懒懒地问,听到谭音沙哑的问话,傅雪儿猜得果然没错, 这小妮子真的忘了答应谭妈回家的事,她刻意贴在谭音的耳边放大音量,我说呀,你不是答应了谭妈今天要回家,谭音听完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,急忙从床上一跃而下,手脚俐落地从衣柜里捞了件红色汉牛子裤,然后十万火急地跑进浴室里,不到十分钟,只见谭音头发洗好了,早也洗好了,效率真是惊人, 她手忙脚乱地边打电话,边整理东西和弄干头发,可真忙,妈,好了啦,别念了,我求求你,我真的不是故意忘记,我现在马上赶回去,什么,你的意思是我可以不用回去了,我哪有,不然改其罗,谭音拿着无线电话坐在床上,双腿盘坐着,徒底,谭,露出个快活的笑容,并朝莫名其妙的传雪儿打了个胜利手势,看得传雪儿更加不明所以,好啦,别再念了啦,不然我不回去了咯,好啦,我等悔儿回家后, 你高兴怎么念都随你了,好,我会小心,等悔儿见,谭音赶紧挂上电话,以免她老妈唠叨个没完没了,随后谭音背起大背包,瞄了傅雪儿一眼,脚步急促地快速冲向门口,匆匆地抛了句,今晚不回来了,就下楼了,傅雪儿作恶地争了悔儿,接着哈哈大笑,她实在佩服谭音,她到底是怎么办到的,竟能在短短十分钟内,一口气做好那么多件事,改天真要向她讨教,讨教,真不知道她这个早洗的到底干不干, 博雪儿开心地怀疑着,谭音打算叫出租车,远远的,她看到一辆黑色跑车向她驶来,她没有开跑车的朋友,除了林永涵,不可能吧,她探头看了看,卓航,是卓航,谭音转身想走,上车,卓航命令的语气,加快了谭音的脚步,她以为她是谁啊,哼,卓航和她形成拉锯站,如影随形地跟着她,上车,在不上车后果字里,卓航威胁她,她就不信 光天化日之下,她能做什么,谭音心里想着,才刚想完,她整个人就被腾空抱起,塞进车里,她气得脸发绿,卓航,你到底想怎么样,你干脆明说,不要来岸的,这样有欠光明,我要你做我的女人,卓航斩钉截铁地说,谭音嘴巴张得大大的,她不敢相信,真的不敢相信,她太过分了,停车,停车,谭音大叫,卓航不理会她, 这情形跟那天晚上一样,仿佛心意相通似的,卓航转头看了她一眼,她也想到那一夜,谭音回避地把头转开,不愿看她,车子停在一栋灰白相间的透天错前,这栋房子有座石器的花园,花木浮书,清心可意,谭音一眼就爱上她的自然淡雅,这个充满绿意的社区,奇迹似的安静,下车,你不会又要我抱你下车吧,谭音愤愤地下车,在卓航的监视下,她只好幸幸然地进屋,这栋透天错布置得相当刚毅, 全是灰白相间的色调,格调上属高雅,道满能配合卓航又硬又臭的脾气,谭音愤怒地坐下,瞪着卓航,有什么事,你一次讲完,我不想再看到你,我刚才说过了,卓航走向把一条酒,谭音气得快脑冲血了,她就不能多讲几句话吗,冷静,谭音告诉自己要冷静,不然她早晚会被她气死,你刚才有说到什么重点吗,卓航转身大笑,谭音啊谭音,她真是美丽,火爆汗有趣的综合体,她的笑声中少了 这牵动了谭音内心深处的不舍,她肯定不常笑,谭,忘了气愤,转而联席地看着她,回想自己头一次遇见她的情形,她的冷酷和狠近,均不是她所能想象的,他们两人根本是不同世界的人,会发展出这样的关系是非她意料中是,或许这就是天意吧,她迷惘了,卓航,你到底想干嘛,不要告诉我要我做你的女人之类的废话, 不可能,我不知道什么叫不可能,卓航坐在把台前的高脚椅上,悠闲地喝着酒,她现在的姿态真相只准备扑杀猎物的黑豹,双眼发出狩猎的讯息,而谭音就是猎物,你是黑道人物,我沾惹不起,况且你要什么女人没有,那天晚上缠着你的那位小姐呢,你可以找她啊,话才出口谭音就后悔了,她不该再提到那激情的一页,你已经惹上了,很简短的回话,卓航的话让她的心糊起了波动, 为什么她失身于她却不怪罪她,难道她喜欢上她了,不,不,卓航看着谭音排剧的眼,谭音,我现在不逼你答应,但是我给你一星期时间调试,一个星期后我会去找你,到时可由不得你不答应,她使出一贯的强硬手段,谭音不想答话,看来她只好先搬回去住了,能避多久是多久,她的确需要点时间厘清一下思绪,不要想逃,你逃不了,卓航十分自信,谭音的回答是一笑置之,音音,你最近怎么搞的, 老是魂不守舍,哦,谭恋爱了,傅雪儿取笑坐在床上发呆的谭音,她最近真的很离安,常常一坐就是两,三个小时不说话,整个人好像失了魂一般,不知道是不是该找个人帮她收惊一下,没事,谭音有气无力地回话,她本来想回家躲卓航,后来想想,她只要随便一查,还怕找不到她,到时她非但躲不成,说不定还会惊动她老妈,这种结果可不是她所乐见的,问题是,黎卓航所说的期限只剩一天了, 她却还是理不出头绪,真烦,音音,我们去看午夜场电影,傅雪儿试着引诱她,如果谭音在推脱的话,事情就真的很严重了,我没心情看,瞟了她一眼后,谭音干脆躺在床上继续思索,雪儿,当初你是如何确定自己对阿德的心意,你真的谭恋爱了,吆喝,雪儿高兴地在床上跳了起来,喂,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,谭音翻了下白眼, 看雪儿高兴个什么劲,真是的,薄雪儿趴在谭音的身边,表情认真,很简单,我对阿德的感觉比别人来得深,容易被她左右,你也知道我跟阿德就那么回事,傅雷儿贪贪手,吐了吐舌头,谭音好笑地看着她,是啊,当初要不是你施展了那招,琵琶别抱,那个木头得一辈子也不会有所行动,真是高招,谭音竖起大拇指称赞她,傅雪儿敲敲谭音的头, 警告她不准喊她未来的老公木头,因为她现在一点也不像木头,你的一中人是谁啊,谭音含笑摇头,她总算确定了自己的心意,是的,她喜欢卓航,但是她付出真心的同时也要卓航回报,她要真心的她,不然她宁可不要,这回要逃的人不是她了,谭音的唇边站出美丽的微笑,是卓航,谭音正想拐进巷子,就有到她已在跑车旁抽着烟,她也看到她了,深吸了口气后,谭音缓缓地走向她,当她明, 自己的心意后,她就不想再退缩了,不过她会和卓航定些游戏规则,卓航察觉到她的改变了,她不再畏惧她的你事,而且似乎带着某种坚决,这使得她原来美丽的脸蛋更加令人无法逼世,卓航,连她的口气也变了,谭音奇怪地看着直瞪着她看的卓航,她的眼底似乎闪过讶异,这短暂的表情让她面具般的表情生动了不少,她在刻意地压抑自己,谭音不晓得为什么她会知道,但她就是感觉得到,现在我不可能做你的女人, 我可不是当人情妇的料,谭音挑明了说,她讨厌拐弯抹角,但是我们可以先做朋友,你可以追求我,不过往后的发展就难说了,这是我所能容忍的极限,谭音并不担心卓航会给她什么答案,不讲话,好,那表示她答应了,谭音勾住卓航的手臂,她的举动让卓航挑高了眉,既然同意,我肚子饿了,请你吃饭如何,谭音不由分说地拖着她就走, 一向强悍的卓航发现,自己竟然拿这个小女人没辙,谭音,林永涵叫住形色匆匆的谭音,她已经好久没和她聊天了,这阵子为了高雄的服装展览,她在那里住了两,三个星期,这次的服装秀结合了各个名服装设计师的作品,顺便借由此次机会拓展公司的业务,以及找寻可能的合作对象,谭音的妈妈也在硬腰之列,她是位精力充沛的女士,令人印象深刻,她终于知道谭音的灵牙力尺来自何处,谭音赶着去卓航, 她想家帮她做饭,她想给她个物喜,最近她常和她出去,有时卓航会来找她,但是一句话也不肯多说,谭音知道她是为了那些道上的事烦心,每当她问及时,她总是以她不会懂来搪塞她,她感觉的出卓航不信任她,不知道为什么,这种感觉让她寒心,但是她好像又很在乎她,为了让她方便找她,她甚至打了串钥匙给她,永涵,你不是明天才回来,谭音回头看到林永涵,不自觉地露出笑容, 下班以后她通常直接叫她的名字,提早回来了,上车吧,我请你吃饭,林永涵爽朗地向往常搬邀请她,谭音带着歉意摇着她,抱歉,我今晚有事,明天换我请你好不好,谭音把林永涵当哥儿们,既然你有事就算了,不过明天别忘了,林永涵有风度地不勉强她,谭音朝她俏皮地眨眨眼,一言为定,我先走了,拜拜,喂,要不要我送你,林永涵扯开嗓子喊着跑得飞快的她, 远远地,谭音回了去,不用,转个弯,人就不见了,谭音无聊地拿着筷子敲餐桌,已经快十点了,卓行还没回来,看着满桌子的菜,谭音不禁感到气馁,虽然她没告诉卓行她今晚要来,可是昨晚明明听她说她今晚没事啊,算了,先回家吧,也许是她那些兄弟又临时有什么事吧, 留了张字条,谭音正打算回家,却听到开门的声音,而且好像不止一个人,好多人进来,而且脸上,身上大都挂了彩,平仔,去请医生,其他的人快把老大福上去,小四指挥四周的人,谭音走到客厅,看到手臂被砍伤,脸色惨白的啄行,心里一惊,她的衣服全沾满了血迹,正扫开一个想扶她的手下,身上充满了暴力之气,室内嘈杂的人声,因为谭音的出现而静了下来,独自上楼的 卓行转过头,当她看到是谭音时,脸色更加难看了,谭音也发现了这点,现在旁边太多人了,不能和她计较,她神色自若地走过卓行的手下,经过小四时,她示意他们先走,小四是少数几个谭音看得顺眼的人,可能小四对她也是,所以她没说什么,领了一班兄弟就走了,谭音快速地走到卓行旁边想扶她,她不领情地甩开她的手,走开,不理她的,谭音想再直起她的手,却被卓行狠狠地抓住,我叫你不要 碰我,你听到了没有,你如果想上床,等我伤养好了,我会满足你的,卓行残酷地说着,谭音被卓行恶劣的言辞刺伤了,她受够了,谭音刷白的脸色,让卓行发觉自己太过分,她把她说得像妓女,她抱住转身要走的谭音,谭音,卓行把谭音搬正面对她,她不愿让谭音就这样离去,卓行伸手固定谭音欲转开的脸, 可见得她真的很生气,我,她讲不出口,长这么大,她很不向人道歉,而且几乎没有,她从来不曾再呼过谁,但是,她在呼谭音,你怎么样,说啊,谭音看她那副酌香,气也残残消了,好吧,我大人不计你这小人之过,她的伤看得谭音心疼,明知道酌行受伤是难免的,但是亲眼目睹又是另外一回事,你今天怎么来了,谭音目光中流露出的关怀, 让她很不习惯,又开始逃避了,她到底在躲什么,对呀,今天我是不该来,活该我自己找骂哀,谭音自我解嘲,谭音,好嘛,如果你让我疗伤,我就不再计较你害我煮了满桌子的菜,并且饿肚子等你,等到被你骂这件事,如何,谭音不忘损她,卓行放开她,转而握住她的手,好吧,解开衣服,看到卓行身上大大小小的刀伤,谭音差点没昏倒,帮她包扎好后,谭,脱了张椅子坐在卓行对面, 卓行,我不喜欢在你身上看到的东西,谭音皱眉,她真的不喜欢,谭音的关心逐渐融化卓行的心强,她拉着谭音坐在腿上,寻找着她的唇,热烈而狂志地吻她,长久以来,她做什么事都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,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,但是现在多了个人关心她,照顾她,她觉得很窝心,不想再回到以前孤单的日子,自从谭音请她吃饭那天起,她便不曾碰过她,尊重她的意愿,她竟然开始学会尊重女人, 这全是因为谭音的缘故,结束了这个长吻,谭音微在卓行怀里低难着,我去热菜给你吃,她被这个热稳稳的头晕目眩,忘了她的忧虑,刚才很抱歉,她嘟嚷地说出口,谭音温柔地抬起头看她,硬骨子的卓行会拉下脸向她道歉,实在让她惊讶,感动之余,她凑上自己的红唇点了下她,没关系,可是,下不为例,明天下班我去接你,卓行躲掉谭音柔情的你是,她还是 没办法完全信任女人,也许以后会,但是现在她没办法,谭音本想顺口说好,却突然想起和林永涵的参约,她考虑告诉卓行,但转念一想,依她火爆的个性,还是别说得好,反正她和林永涵之间只是有疑疑,抱歉,我明天有事,你可以改天再赎罪,现在先甜包肚子好吗? 为了不让她有询问的机会,谭音立刻拉了她往楼下饭厅走,心心相拥,第五章,你没搞错,真的没搞错,谭音的嘴巴张得好大,她不敢相信她妈妈竟会和林永涵合作发表服装秀,而且模特儿还指定是她,太荒谬了,这是谁的主意,她非常不悦,林永涵聪明地吃着她的牛排,不发表任何意见,昨晚她和林文超商量的结果,决定和谭音的母亲程雅云合作,程雅云的设计剪材十分简单大方, 很能营造出女性修长,纤细的感觉,这是她和她父亲一致赞同的,不过,首先要做的事是打开知名度,举办服装发表会,至于主秀的展示人选,经过她和程雅云多方讨论,比较的结果,决定采用默默无名,却新鲜感十足的谭音,林永涵,是不是你搞的鬼,谭音胃口大失,我哪敢啊,大小姐,林永涵露出无辜的表情,哼,最好不要让我查出你有份,否则,谭音威胁人的样子让林永涵又爱又怜, 林永涵眼里明显的爱恋,让谭音不知如何是好,她害怕她的暧昧不明会害了他们两个,等一下她必须把事情说清楚,即使让她认为她残忍的无所谓,因为她自始至终都只是把她当成朋友,一个普通朋友,这一餐,自从谭音有所顿悟后,两人吃得并不愉快,在车内,气氛甚至降到最低点,林永涵发现到谭音的礼貌,声疏,她猛然停住车,她应该是有话要对她说吧,谭音无法再忍受车内令人窒息的压力, 她下车靠着车门,背对车内的林永涵,永涵,你知通我一直以把你当成朋友,我希望这份友谊能够永远保持,谭音的话悠悠地传进林永涵耳里,她不需要她的感情, 头一次被女孩子打了回票,林永涵有些生气地问她,为什么,谭音无法回答,更不想回答,她非常不愿意伤害她,也许不说话是最好的方式,为什么,林永涵大吼,紧握着方向盘的手音用力过度而浮出轻筋,她控制不住,因为她已经爱上她,而且她以为谭音也喜欢她的,到底是为什么,谭音被林永涵的吼声吓了一跳,还没回过神,她就已经站在她的眼前, 冒火地看着她,她不知道林永涵对她用情这么深,她究竟该如何是好,林永涵抓住谭音的双臂摇晃着她,谭音,我不想只当你的朋友,你应该明白我对你,不,别说,谭音用祈求的眼神哀求她,永涵,求求你不要逼我,林永涵静了下来,谭音,告诉我一件事,谭音凝视她,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,我把你当朋友,谭音的语气坚定,上车,我送你回去,然后她要大罪一场,她暗想,林永涵 一路上始终保持沉默,静得让她心惊,下了车,她坚持叠她到家,谭音担心地看着林永涵,心想,她不要紧吧,永涵,送到这里就好,早点回去吧,出奇不异地,林永涵抱住了谭音,紧紧地抱了她一下,谭音还没来得及反应,她就转身走了,她伤得很重,今被你贪婪地垂涎着着航街时强壮的肌肉,她是个粗暴的情人,但她想念她的身体,上次被那个该死的女人破坏了她的机会后,要不是她老爸做生日, 她恐怕很难再看到她,闹哄哄的餐厅聚集了平常难得一见的大哥级人物和他们的手下,为了安全,整肩巾,楼都被包了下来,杭哥,我带爹地敬你一杯,今被你借机靠向身旁的卓杭,哈,哈,阿杭,今天是我生日,放轻松点,和我女儿喝一杯,今老大因敬酒的人太多,似显得有些醉态,卓杭拉开今被你放在她大腿上的手,一杯就干了,稳,人家不一啦,你要和我干杯,今被你的手不安分了, 真的在俯向卓杭的胯下,卓杭狠狠地抓住她的手,这个女人真是淫荡,看在今天是金老大的生日,她给她老爸留点面子,不过她最好不要得寸进尺,否则别怪她无情,甩开今被你的手,卓杭静自喝着酒,懒得理她,今被你看到卓杭脸上出现韵色,知道不能再惹她生气了,否则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,没关系,她可以等,卓杭拒绝不了她的,她十分有自信, 音姐,下班了,阿美的声音从话机里传来,正在努力输入数据的谭音,听到阿美的声音,抬头一看,竟不知不觉已经十点了,年底快到了,公司特别忙,偏偏林永涵选在这个时问出国去,让她更加忙得不可开交,探柔僵硬的颈子,谭音闭目仰下,她的脑中浮现林永涵的脸,林永涵从那天送她回家后就出国了,算算已经近一个月,她真的很喜欢她吗? 欲想谭音欲觉得不安,她是否应该考虑辞职,她突然觉得心情沉重,回家了,阿美不知何时站在她旁边,睁开眼睛,谭音责备地看了她一眼,你吓人呀,是你自己想事情想得入迷了,账做好了,还没,那那么快,哎,工作累又看不到帅哥,没力啰,阿美垂头丧气的模样,她看得好气又好笑,音姐,我们老板什么时候回来,她怎么突然就出国去了,她出国还要事先向你报备啊,谭音求她,不要再做事,她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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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, 做梦,走了啦,音姐,你和老板工作也有一段时间了,难道不觉得她很迷人,阿美困惑地问,各花入各眼,谭音意味深长的低语,出了大门,冷风袭来,今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,好冷,阿美虽已拉紧外套,却仍能感觉到穿过她外套的冷风,早上天气还好好的,晚上却冷成这富贵样子,音姐,我带你回去吧,阿美好心地提议,不用,我们不同路,你赶快回去吧,谭音也冷得直发抖,那我先走了,阿美 只只停放在骑楼的机车,拜拜,好冷,连呼出的气都成了白雾,谭音突然想见卓航,没有理由的,就是想见她,谭音在金服楼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,几乎都快冻僵了,卓航还在里面喝酒,据说是替别人庆什么声,她不想催她,所以就这样等得连连打了好几个喷嚏,等得头昏沉沉的,她再不出来,我恐怕要上天国了,谭音喃喃地搓着手,跳来跳去以保持温暖,不过还好旁边没人,否则她才不敢有这种举动, 快十二点了,谭音决定打大哥大给卓航,小四骂,修凡你告诉卓航我在外面,对,金,楼的外面,挂上电话,谭音忍不住笑出声,小四一定以为她疯了,卓航,谭音瞥见了卓航受血挺拔的身影,她动作真快,卓航听到谭音轻柔的嗓音,不敢相信的侧过头,看见她的小脸动得惨白,你来多久了,卓航脱下外套替她披上,谭音为她的体贴感动万分,总算她没白等,不久,不久是多久, 卓航的扑克脸上出现了不耐烦,她执意的问道,瞧她的样子,她要是不回答,卓航肯定是不会放过她的,她简直固执的像条牛,一个多小时而已,卓航又冷冷的瞥了她一眼,仿佛即不赞成她的举动,勾起卓航的手,谭音撒娇的说,我想看你,所以就来了,你们结束了吗? 其实卓航早就习惯她的心血来潮,只是她不喜欢她一个人到处乱晃,尤其今天这里的出入分子特别复杂,谭音用手肘撞撞她,是不是里面还没庆祝完,嗯,卓航点点头,终于伸出手搂住她的腰,她关心的命令她,这种天气不要到处乱跑,谭音依偎在她怀里,卓航不会甜言蜜语,也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情,幸亏自己不是软弱的女孩,才不知被她看似严厉的脸孔给吓跑, 她想着想着,不觉露出了笑容,卓航抬头望着谭音含笑的瞧脸,这样说你觉得好笑,谭音被她炙热的眼神盯得害羞起来,把脸埋进她结实的胸膛里,发现先前郁闷的心情已经不见了,进去吧,出来太久对你的兄弟们难交代,虽然她不喜欢她的朋友,可是她无权干涉她,不过,她的身份将会是他们交往的一大阻力,她父亲如果知道她和一位大哥级人物交往,铁定和她断绝妇女关系,她不禁开始忧虑他们的未来, 他们会有结果吗,谭音想再说些什么,却被匆匆跑出来的小四打断了,音姐,她先和她打声招呼,行哥,金老大找你,肚子饿嘛,卓航不急着进去,她询问谭音,饿,但是你的兄弟不能得罪,先进去吧,我到你的车上等你,谭音体谅得不想因自己的冲动而造成她的困扰,她有她的事情,卓航眼里像是闪过一抹深情,快得让谭音怀疑自己看走眼了,小四,你先进去,卓航勇着谭音走向停车场, 边吩咐跟在身边的小四,谭音升进她的跑车,卓航探头入车内,不要出来,把门锁上,我马上回来,听到了吗,她的口气好像对二岁小孩讲话似的,是,谭音探口气,卓航不放心地又交代了一遍,才转身进去,谭音闭目休息了一回二,恍惚中好像听到有人在讲话,张开眼,她看到卓航在餐厅门口被一个身材十分惹火的女郎拖住了,她好像想约她去哪里,但卓航不理她,她就干脆整个人贴在她的身边,她的身材,她的身材,她的身材, 在她身上,谭音吹了声口哨,哇,这个女人可以去演三级片了,这么大胆的动作竟然敢在公共场所表演,看情形卓航和她不是普通朋友,她看得心里觉得酸酸的,她不会是在吃醋吧,那个女的跟着卓航走过来,然后她看到她了,如果目光能杀人,谭音不知死的有多难看,走下车,谭音优雅地等着她的到来,既然躲不掉,她只好迎急了,今被你无法相信卓航有别的女人,当她看到眼前的谭音时,她恨不能立刻拨了她的身材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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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的身 她的皮,谭音大方地伸出手,嗨,我叫谭音,你是卓航的朋友吗,她明知故问,看卓,显得焦躁不安的脸,觉得十分有趣,我是航哥的,今被你暧昧地已在卓航身边,故意不把话说完,谭音扬起了眉,哦,看来你们的交情满身的,要不然,她也故意不把话讲完,这种游戏她最会玩了,卓航不高兴地眯起眼睛瞪着谭音,看她的表现好像不在意,这么说,她似乎并不很喜欢她,卓航的心情跌落谷底,她的身材,她的身材,她的身材, 她不该在意的,偏偏愈来愈觉得不是滋味,谭音,走吧,卓航不避讳地推她上车,不理会一旁气的脸发黑的金贝尼,可是,谭音还想继续,却被卓航硬推上车,金贝尼怨恨地看着急速开走的跑车,她有种预置人与死地的欲望,她会让卓航回到她身边的,谭音眼着嘴偷笑,看得出卓航快气炸了,她的脸色愈来愈阴沉,卓航,刚才那个女人很漂亮,人家好像很欣赏你,你怎么不理她,谭音不怕死地调侃她, 他,闭嘴,卓航警告她,好嘛,人家只是替你可惜,你甘休那么凶,谭音扮出无辜的表情,卓航一向自傲的白智力,遇上谭音就全失笑了,杀住车,卓航把谭音压向车门,猛烈地占有她的唇,火爆,激情充满两人之间,这个吻持续了好久,久得卓航差点就控制不住,卓航在失控边缘杀住了车,看到谭音被她吻得红,的唇汉交喘不休的脸庞,她情不自禁地又轻柔地舔了舔她的唇, 谭音迷蒙地陶醉在她的温柔里,你在生气,谭音柔柔地围着她不想起来,这种感觉真好,和卓航发生关系那晚,她也有相同的感觉,莫非,她早就钟情于她,卓航抵着她的脸,不说话,她需要一点时间恢复,卓航,刚才那个女的我好像看过,谭音不解地问她,你是看过,卓航的音调仿佛音响起某件偷快的事而显得轻松,在哪里,谭音感到好奇,你现吻的那天晚上,她是我的女伴,说完, 卓航深邃的眼睛盯着她,想知道她的反应,想到那晚,谭音双颊变飞红的不知如何是好,干脆把脸埋在卓航的肩窝,以逃避她着人的视线,卓航爱脸地看着谭音娇羞的脸庞,她的爽朗,活泼为她干涸的心灵带来了滋润,她渴望能经常有她陪伴,不论是白天或晚上,搬来和我住,卓航等自己问出口了,才发现她早就期盼能和她一起过日子,她从没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过, 谭音张大了嘴,惊讶地望着她,和她在一起也有段日子了,她俩极有默契地不曾提起那晚和其他相关的话题,直到现在自己无意中提及,看了看她仍是一贯不能忍受人家拒绝的冷酷表情,她开始伤脑筋了,饿,卓航,谭音困难地开口,紧张的是是自己的唇,殊不知她这个无意中的小动作更加强卓航想拥有她的欲望, 我没有办法,谭,希求她的谅解,卓航怒火攻心,什么叫她没有办法,为什么,她又生气了,谭音叹口气,我不是随便的人,况且我必须向一堆人交代,那会很累人的,我相信你一定也不希望我为难,对不对,她撒娇地碰碰她,面对她的无奈,卓航尽力压抑自己的火气,虽然还是有些郁闷,现在我不为难你,但这是早晚的问题,我希望你要有心理准备,她不是个轻易放弃的人,嗯,她在敷衍,卓航 发现自己的火气又要上阳了,她低沉着声音说,我是说真的,是,是,谭音连殷了好几声,谁教她爱上了这样的人,我的大人,小女子肚子饿,可以赏晚饭吃了吗,她转移话题,醒得两人都痛苦,卓航克制不住地又亲了她好一回儿,才发动车子,准备填饱她的肚子,雪儿,星期天你就干脆放假一天,何必做得这么累,连我也跟着累,谭音心理直嘀咕,手边还有好多花等着包装,喂,谭小姐,平常 没叫你帮忙,你就该偷笑了,还念,念,念的,别忘了你现在也是老板之一,博雪儿熟练的包着花,前些日子,雪儿周转布林儿向她借了50窝,谭音本有转业的打算,正好干脆和雪儿商量,把借她的钱转做投资,雪儿喜出望外,因为她好几次提出这个构想都被她打了回票,不过等她知道谭音加入是因为想逃避感情债时,她又大大的不以为然,音音,我始终觉得林永涵是个理想的对象,你实在不该放弃, 她,傅雪儿一副可惜的语气,才刚念完,她又来了,她现在每天都要对她念上个三,五遍,好像不把她洗脑不甘心似的,谭音无可奈何地笑了笑,那你去追她好了,她追的如果是我,我一定接受,傅雪儿口是心非,她实在不喜欢那个着行,一个混黑道的人有什么前途可言,谭音是她最好的朋友,人漂亮,条件又好,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,偏偏交上这号人物,她实在无法赞同,相信谭家人一定也不在, 赞成,谭音淡笑不语,音音,听我的没错啦,林永涵比卓行好大多了,傅雪儿心急的想在她还没陷得太深之前点醒她,谭音不喜欢听到任何人批评卓行,即使是雪儿也不可以,雪儿,你不了解卓,因此我希望你不要对她存有太多成见,音音,抱歉,我不是故意要贬低她,只是替你感到担心,傅雪儿放下话,准备来一番肯谈, 你难道没考虑过你家人会有什么反应吗,卓行是个非常执着的人,我实在担心到时你会被夹在中间,痛苦不堪,雪儿忧虑的事情,她早已想过千百遍,只是始终百思不得其解,她只好选择暂时遗忘了,我想过,真的很认真的想过,只是得不到解答,谭音忧伤地说道,你打算怎么办,我,谭音还没讲完,就被门铃声打断了,傅雷而心不甘,情不愿地站起来, 你说得对,星期天不该营业,说完,她走向门口,准备卖完这个客户后就打烊,我找谭音,金贝尼带着三,四个太妹来者不善地环顾屋内,以非常傲慢的口气说道,找我有事吗,谭音走到雪儿身边,淡淡地问,金贝尼挑衅的态度非常明显,一个卖花女,金贝尼不屑地看着里面的花花草草,她凭什么跟她抢卓行,我是警告你,卓行是我的情人,我们在一起不是一天,两天的是了,她的习性我了解得很, 她现在只是一时兴起和你玩玩,终究会回到我身边的,我劝你早点抽身,醒得届时落得人才两失,第二意的扭曲卓行,是吗,我看是你人才两失吧,谭音无动于衷,你,金贝尼争獰的面孔,破坏了她刻意的装扮,你不过是个青苹果,卓行不会看上你的,你还是早点死心,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,你请吧,这是做生意的场所,由不得你在这撒野,谭音依旧无视于她的威胁,金贝尼气急了,她会让谭音明白什么,她现在只是一时兴起和你玩玩,终究会回到我身边的 她们叫害怕,点了下头,她带来的那些太妹把店里的花全部打翻,丢在地上踩得稀烂,住手,我要打电话报警了,傅雪儿真想给这个骚女几巴掌,金贝尼拿出一叠钞票丢在地上,这些花我买了,谭音,这只是个警告,下次我不会这么简单的放过你,你自己好好想想,金贝尼说完,带着一般人扬长而去,留下混乱的场面,谭音和傅雪儿各怀心事的打扫室内,弄干净后,谭音心情低落的打算上楼,音音, 傅雪儿叫住她,这也是我担心的一部分,什么,谭音不解,她的环境太复杂了,不适合你,傅雪儿语重心长地说,谭音是穿母亲设计的作品,准备拍照,她怀着心事任程雅云摆布,经过昨天金贝尼的是汉雪儿的劝告,她有了某种觉悟,她担忧地看着在她身边绕来绕去,忙得像纸蜜蜂的母亲,已经五十开外的她,由于个子娇小,身材均匀,每次和谭音出去,总被误认为是她姐姐,程雅云的思想相当前卫, 并不反对自己的女儿有婚前性行为,她认为只要是真心相爱,发生肌肤之亲事必然的结果,所以谭音和她母亲反而像朋友而不像母女,她有时真是怀疑她那思想保守,传统的父亲,怎会和离经叛道的母亲结婚,不过他们的婚姻生活非常性,却是不争的事实,她现在只希望他们能够接纳着行,小音,你今天特别安静,有心事吗? 程雅云发现她活泼的女儿似乎满怀心事,什么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,谭音真是佩服自己的母亲,虽然有时她会非常的漫不经心,但是对儿女却是十分关心,妈,如果我和一位黑道大哥交往,你会不会反对? 谭音娜娜的开口,程雅云一听,愣了一下,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,再看看女儿,莫非她真爱上了黑道人物,这下可不好了,小音,你知道我并不注重门底,咱们家虽不是很富有,却也不算穷,小凯和你都是我和你爸爸心中的宝贝,自然希望你们过得好,只要你爱她,和她在一起觉得快乐,基本上我是不反对,可是你爸那边可能就会有很大的问题,你也知道你爸一向饥饿如仇,尤其痛恨黑道分子, 说到这,程雅云停顿了一下,想看看女儿的反应,她想了解她投入的感情到底有多深,谭音眼底蓄满了泪水,这种结果她早就预料到了,可是她仍抱持着一线希望,希望能获得父母的支持,结果,她该怎么办,程雅云看到女儿的泪水,着实吓了一大跳,谭音一向坚强,很少掉泪,她最后一次看到她流泪是在小音高中的毕业典礼上,程雅云用娇小的身躯涌着伤心的女儿,小音,不要担心,如果她的人, 人品不错,我会站在你这边,相信我,谭音在妈妈吉利的保证下,总算稍微释怀,眨着被泪水洗涤得更加明亮的眼睛,妈,很抱歉,我不是故意要带给你烦恼的,傻孩子,说这么见外的话,程雅云心腻地搂紧她,什么时候介绍这个男孩子给妈认识,还早,是妈,既然还早,刚才怎会伤心成那样,程雅云 突然,她像是想到什么,小音啊,林永涵不是蛮喜欢你的,她呢,听到妈妈的话,她心里闪过一阵黯然,我只把她当朋友,程雅云心里有数,男女之间的事本来就是难以理解,下个月我们在高雄要办几场服装发表会,你是其中的模特儿之一,我打算让你展示情侣装和婚纱部分,没问题吧? 好,谭音爽快地回答令程雅云感到意外,以往她总要三催四请才能请得动她这个女儿,而且以前她所能让步的最大限度仅止于当个平面模特儿,这次怎么? 小音,这回活动将近一个礼拜,而且要练习走台步,你真的没问题,没问题,小音,我觉得你爽快得太奇怪了,程雅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人,谭音微笑地勾着她半蹲在地上的母亲,贴着她的脸,在她耳边低语,我打算做到这个月底,为了怕缺钱用, 只好先替未来铺路,辞职,你不是挺喜欢这份工作的,程雅云拉下谭音放在她脖子上的双手,我想回家孝顺您,您说好不好,鬼丫头,你何时变得这么孝顺了,就从现在啰,谭音眼睛一转,缺钱用嘛,程雅云在银行帮女儿存了一笔钱,以备她不时之需,谭音借博雪儿的钱就是从里面提拨的,不缺,不过我把银行的钱挪一部分投资在雪儿的花店上,你认为怎样,那笔钱存在你的户头就是要让你用, 你自己做主就好,我相信自己的女儿,程雅云开明的说,谢谢你,我真的好爱你和爸爸,谭音感动的贴近她,我们也爱你,你考不考虑搬回家住,程雅云成绩提出,抱歉啦,妈,你就暂时和爸过两人世界,有什么不好,程雅云也觉得颇有道理,说得也对,那你先别搬回来,谭音又爱又气的看着她妈妈,有这种妈妈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,心心相拥, 第六章,林永涵回来了,她变得沉默,也更花心了,谭音每天都接到不同的女人打来的电话,偶尔还会有一,两位跑来找她,她一直告诉自己这不是为了她,可惜没有用,她依然感到相当愧疚,拿起桌上的瓷承,谭音敲着林永涵的办公室门,近来,林永涵浑浑厚的声音穿透厚重的木门,谭音走进去,直直地走到林永涵的桌前,她没抬头,谭音把瓷承放在她桌上,林永涵才猛然抬起头看着她, 为什么,林永涵锐利的眼神刺得她想逃避,但是事情总得说清楚,悬在心里对大家都没好处,我想和雪儿一起经营花店,骗人,她不相信,是真的,永涵,你就别为难我了,谭音脱口而出,林永涵本以为自己忘得了她,事实却不然,不要离开我,至少让我能每天看到你,我就心满意足了,她不晓得为什么自己会陷得无法自拔,她眼底的痛苦更坚定了谭音的心意,快刀斩乱修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, 永涵,抱歉,林永涵握紧了拳头,极力地控制自己,她心想,不能再勉强她了,让我请你吃顿饭,算是送别,不要拒绝我,好吗,好,这顿晚餐进行的还算融洽,只不过林永涵流露出的爱恋眼神长交谭音无所适从,林永涵送她到大门,恋恋不舍地盯着她,谭音,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吗,当然,林永涵再次定定地看着她,我可以向你吻别吗,这,谭音由不知如何拒绝,林永塞已经靠过来轻柔地吻了, 然后潇洒地走了,留下谭音雾自发愣,谭音惆怅地坐在雪儿的花坊前,好冷,快过年了,雪儿一定睡得不知道第几店去了,她支着头想吹一下风,无意间瞥见柱子后面的人影,是卓航,卓航从柱子后面走出来,脸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怒气,那么,她看到一切了,什么时候来的,她走到卓航旁边,她是谁,卓航低沉,冰冷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, 朋友,什么样的朋友,她的口气摆明了一点也不相信,普通朋友,普通朋友会吻你,卓航抛了个不懈的眼光给她,谭音告诉自己要冷静,卓航会发怒,表示她在呼她,她只是在道别,卓航突然拉起谭音,十足火热地稳住她,她要洗去那个男人留在她唇上的味道,她不容许任何人抢走她的谭, 同时她也怕谭音会像她妈妈一样,谭音被卓航粗鲁的动作弄伤了唇,一向冷静的她到底怎么了,她推开发了狂的她,卓航,你疯了,我是疯了,卓航失去往常的冷静,大声吼叫,谭音急忙捂住她的嘴,卓航则顺势将她搂近身,两人身体紧紧地贴着,谭音因这过分地亲近,不安地想扭开,可是卓航的力道实在太大,更何况她现在正处于圣幕当中,卓航,谭,也生气地吼着,你可不可以理智点听我说, 卓航抱起她往跑车走去,谭音不敢挣扎,以免她更生气,她是追求我没错,可是被我拒绝了,谭音坦率地告诉脸色阴暗的卓航,你若是拒绝她,会让她吻你,卓航不高兴地吼着,我没想到永涵会有这种举动,谭音等卓航开车后才继续解释,永涵,叫得很亲热嘛,她加快了速度,车子转弯的声音在这夜半十分特别使人心惊,卓航,她是我的老板,如果我要跟她,早就跟了,不会等到现在, 你对自己难道没有一点信心吗,谭音气愤她的无理取闹,谭音的话正好击中卓航的隐忧,面对美丽的她,她时常感到自卑,可是她又无法放开她,谭音已经成为她生活中重要的一环,她常常担心她会离她而去,到时她会有什么举动,连她自己也不敢保证,我不会让你离开我,卓航十足霸道地说,谭音沉默地望向她,她听出她话里的痛苦, 很想伸手扶去她的伤痛,伸出手指,谭音轻柔地扶着她的眉睫,怎么卓航比她更会传媒,我不会离开你,谭音柔软的声音安抚了她不安的心,抓住她的小手,卓航爱恋地吻着她的指头,今晚留下来,卓航低沉忽近的声音中含着痛楚,累计多年的痛楚,谭音无法拒绝她含着伤痛的请求,冬天的月光格外柔和,她的温暖是具有传染性的,凌乱的床上并躺着两个汗湿的人影, 谭音枕着卓航的手臂,害羞地看着她结实的胸膛,她今天才算是完整地领会了卓航的爱,从头到尾卓航都很温柔,她似乎很珍惜她,有别于上回自意的狂欢,虽然如此,还是难掩她身上的淤青,卓航低头看着因欢爱而显得更加美丽的谭音,她真可爱,一座玩爱立即赶快拉起被子掩住她动人的身子,不像其他女人乐于展现自己的身材,她真的看不厌她美丽的容颜,谭音被卓航拉到她的身上,紧张得不知道 眼睛摆哪才好,她从没有经历过这种事,卓航,你不要一直盯着我看,谭音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瞼,搬来和我一起住,卓航再度要求,爱,就知道她不会死心,谭音摇摇头,我不能,卓航转身,俯视着谭音,她红艳的唇汉迷惘的眼神让她无法生气,只是忍不住又附上自己的唇,为什么不能,我必须考虑到我的家人,谭音因为她的亲吻而心神不宁,卓航从额头一路闻到谭音的嘴唇,她含着她的唇, 模糊不清的抑郁,她发现自己不想再追问了,谭音依旧趴在卓航的身上,舒服地靠着她,享受两人的亲密世界,你刚才说那个男的是你的老板,卓航不再要求她搬来同住,转而追问林永涵,问,谭音注视着卓航,卓航,我没有追问你和金贝你的过去,希望你也不要再为难我,谭音发觉到她的身体突然僵住,惨了,果然,卓航一个翻身, 拉着她坐在床上和她对视,谭音手足无措地扯着床单包裹自己,她这样子想气也气不起来,你知道金贝你以前是我的女人,照你的意思,你以前的男人是你老板咯,一想到有别的男人碰过她,卓航就恨不得宰了那个人,我的第一个男人是谁你很清楚,还有,不准你怀疑我的人格,也不准你拿我和那个坡富比, 谭音虽然也吼着,可是气势硬是挨短了一劫,她气得干脆下床朝浴室走去,想冲个澡或许可以洗掉一些烦恼,用力地关上门,谭音不顾卓航的怒气,专心地洗了澡,洗好澡后,她发现自己没带衣服进来,只好再披着被单走出去,随手捡起一件衬衫穿上,卓航静静地坐在床上看着她,她早就明白她是什么样的女孩,只是一时被极度冲昏了头,她无法忍受她的生命里还有另外的情人,卓航穿好衣服,拿了 一件外套走到谭音的背后帮她披上,她正在奋力地梳着头发,发泄她的怒气,拿起吹风机,拙航笨拙地帮她吹着头发,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么柔情的举动,孤僻,冷觉得她一向看不起女人,更不用说为她们做任何事了,唯独谭音能让她产生爱惜和拥有的心情,她愿意为底做任何事来博取她的笑颜,好痛,谭音忍着不出声,男孩子就是男孩子,动作这么粗鲁,可见她一定不常做这种事,而且依她应急了的个性, 应该是非常不懈做这种事的,想到这点她就觉得很欣慰,这表示她很珍惜她,不过她还是被她扯得好痛,放下吹风机,拙航蹲在谭音面前,双手环绕着她的腰,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,好像有话要说却难以,口,谭音看得心疼,她把额头靠在她的额头上,眼里闪着戏虐的光彩,你好像有话要说,我,拙,脸上出现百年难得一见的木勒表情,然后呢,谭音双手放在她的颈后等着,这次她不会 轻易地饶过她,卓航恼羞成怒,她为什么要低声下气,你要我说什么,谭音习惯了她的表达方式,反而不气了,撒着胶更勇紧了她,道歉罗,卓航对她的撒娇,感到无计可施,她就是有办法让她听从她的话,打横抱起她往床的方向走去,卓航边走边温存地吻她,抱歉,太小声了,谭音抗议地垂她,她似乎已经习惯被卓航抱着走,卓航把她放在床上后,整个人跟着压在她身上, 她附在谭音耳边说了几个字,惹得她咯咯笑,转身将卓航压在底下,把纹洒满她脸上,这是奖励你的哦,卓航眼中的神,转成欲望,她发觉自己永远要不够眼前这个女人,伸手探了探旁边,空的,卓航竖地张开眼睛,环视室内,没人,她竟然抛下她先走了,没有告诉她一声,如同第一天晚上一样,她到底把她当成什么了, 昨晚的一切对她来说难道没有任何意义,卓航脸色阴沉地穿好裤子,正准备下楼时,谭音一脸愉快地走进来,她看到卓航时不好意思地红了脸,然后她发现她又恢复以前那个冷漠的人了,黑,一大早就绷个脸,有害健康的,谭音走到衣橱前找了件衬衫和外套,因为她昨天穿的衣服已经被她拿去洗了,今天天气很冷,快穿上,谭音把衣服递给她,不该有这种感觉的,她早就麻木了,可是卓航依旧被这好久, 好久不曾有过的温暖给震撼的不能自止,走吧,早餐快凉了,谭音拉着一边穿衣服的卓航往楼下走,对了,忘了问你,喜欢吃粥吗,卓航握紧她的手,眼底一变温柔,却只是淡淡地回了声,嗯,快点吃完,好送我上班,谭音帮卓航夹菜,卓航的表情僵住了,她的眼里蕴藏着风暴,上班,嗯,今天又不是星期天或国定假日,而且我还得先回家换衣服,谭音努力地吃着粥,想尽快回家, 你说昨天那个人是你老板,她神情不悦地质问,又来了,勇,谭音收住嘴,插点火上加油,她暂时是我的老板没错,可是我已经辞职了,必须交接到这个月底,可以了吧,我的大人,卓航的表情缓和了一些,不过仍显得不甚高兴,下班我会去接你,谭音点点头,音音,你最近很娴熟嘛,不仅练习做菜,还要打毛衣,爱,恋爱中的女人哦, 博雪儿取笑着坐在床上打毛衣的谭音,谭音略略抬头笑了笑,彼此,彼此,想当初你为阿德做的,何止我的十倍,自从谭音一夜未归,隔天又被卓航,回来后,傅雷儿就知道她的好友已经变成大人了,她身上仿佛多了古安定的力量,那是卓航给她的吗,她纳闷着,觉得有些不可思议,谭音最近日以继夜地赶之毛衣,她想赶在自己南下高雄前送给卓航, 因为她的生日刚好在她离开台北的这段期间,而这些日子卓航每天都来接她上下班,不喜欢她逗留在公司太久,她大概是怕林永涵抢走她,她要想办法增加她对她的信心,卓航知道她离职后工作尚无着落,曾有意帮她开店,但是被她拒绝了,她告诉她不想让自己感觉像是被她包养的情妇,那几天卓航气急了,冷冷淡淡地不搭理她,最后还是谭音头想向她撒娇,她才又恢复笑容,不过她仍无法释怀, 谭音拒绝她的提议,她大概是觉得奇怪,天底下怎会有不爱钱的女人,谭音因她的关怀而占出甜蜜的笑夜,这个冷冰冰的石头总算开了点窍,不过仍上代加强,喂,不要笑得像偷吃到鱼的猫,人家看了好羡慕,傅雪儿坐到谭音的身边,谭音瞪了她一眼,歸扯,你的阿德对你还不够好啊,好像比你的差一点,傅雪儿埋怨,你真是人在,终不知,谭音伸手掐了下雪儿,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嫁给苦等你多时的阿德, 她放下手中的毛衣,关心的询问身旁的雪儿,等你咯,傅雪儿把问题推回谭音身上,你结婚干我何事,谭音不解,当然和你有关系,因为我打算和你一起结婚,这样子比较热闹,谭音黯然了,雪儿,这是对我来说遥遥无奇,你是知道我家人的,此外,卓航对女人根本无法信任,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嫁她,傅雪儿看到好友心情低沉,她也不好过, 你没问过她是什么原因吗,她根本不肯说,有时我会觉得好泄气,谭音垂头丧气,至少她改变了不少,这全都是因为有你阿,傅雪儿反过来帮她打气,谭音将身体倾靠着雪儿,她的安慰正是她所需要的,雪儿,谢谢你,不客气,只要请我一颗肥力牛排就好了,你,谭音拿起枕头,朝傅雪儿去去,巨大的粉红色床上交叠着两副气喘如牛的身躯 男人粗重的呼吸声音夹杂着女人放浪的声音声,活像是拍三级片的场景,金贝尼睁大眼睛,任由身上的男人剧烈的摆动,并不时配合的叫几句,这些男人没一个比得上着行,男人总算满意的躺在金贝尼身边,贝尼阿,你的床上功夫越来越了不得了,一边说双手还不安分的抓着她丰满的胸部,好说,金贝尼坐起来抽烟,毫不在意光罗的身体,她身边的男人也坐起来抽烟,一双眼睛色迷迷的盯着她的身体, 成吉,我要你帮我杀个人,金贝尼吐口烟,平淡地告诉身旁的人,我就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,金贝尼身边的男人露出满口黄板呀,毁碎地笑了,你说,反正这是她的职业,杀谁她都不在乎,一个叫谭音的女人,金贝尼的眼神非常阴森,成吉一把抓住她硕大的双峰,嘴跟着凑上,我先收取一下报酬,刚才只是投其款,她早就垂涎着她,可惜她眼高于顶,现在她有求于她,她怎能不好好的利用, 这个贱货,金贝尼躺下,冷眼看着趴在她身上的成吉,哼,要不是机会着行,她早就亲自出马了,何必用到这个下三烂,等事成之后,看她不宰了她,今天是谭音上班的最后一天,林永涵送她一大数子玫瑰后人就不见了,同事特别帮她办了席别晚会,吃完饭后大家兴致高昂,于是有人提议去唱歌,一伙人便浩浩荡荡荡地道, KTV闹到深夜,谭音,你要常常回来看我们哦,临别时,阿美依依不舍地叮嘱,谭音也十分不舍地拍拍阿美的肩,会的,我会常回来,其他女孩也此起彼落地要谭音多回来看看,在她们心中,谭音是位很好相处又不摆架子的秘书,大家相处得像姐妹,谭音实在很舍不得她们,眼泪差点多旷而出,你们不要这样,我会难过的,谭音红了眼眶, 两、三年的友情起事说散就散得掉的,抱着一大数子玫瑰,谭音泪眼汪汪的,让人看了我见有脸,很晚了,回去吧,谭音强打起惊瑕,送走了一班同事后,谭音漫步在人行道上,细细品味公司里的点点滴滴,谭音,冥想中的谭音被卓行简洁有力的叫声拉回思绪,她站在原地等卓行,今天比较晚,卓行占有幸地搂着她的腰,她看到她夹上残余的泪水和手上的玫瑰,什么是这么伤心,我舍不得阿美,我会想,我会想,我会想,我 她美他们,谭音哽咽的低语,卓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,只好拥紧她,玫瑰是他们蝶的,她心里怀疑,是,是林永涵送的,谭音不想欺骗她,丢掉,卓行,你太霸道了,谭音不理她,你认为她比我重要,卓行表情僵硬,这根本是两回事,你讲点道理好不好,谭音不可思议地吼她,一句话,你到底丢不丢,卓行认定谭音对林永涵有感情,此刻谭音也火了,她甩开卓行,我偏不丢,你要怎么样, 卓航冷冷地看他一眼,掉头就走,谭音实在不敢相估他们的感情竟然是如此脆弱,前一分钟两人还甜甜蜜蜜的,下一分钟却成了仇人,他觉得心如刀割,他不会去追卓航,谭音要卓航自己来认错,打定主意后,谭音走到马路上召计乘车,在巷口下车后,谭音慢慢地跺进巷子里,今天巷子好像特别阴暗,是他心情不好的关系吗? 谭音突然停住了脚步,因为前面有五个看似混混的男人堵在巷口,他们看到踏实吹了一记响亮的口哨,看起来就不像是什么好人,这个妞儿很漂亮呢,老大,其中一个由头粉面的男人开口说,他看谭音看得口水直流,另外一个肥得像止住的男人附和着,老大,等你用完就轮我们,他把谭音从头看到脚,淫秽的眼光让谭音觉得自己被玷污了,其中长得最不入流的人开口了,是很漂亮,身材又好,可惜马上就 要找闫罗王报道了,放心,我会先好好地疼你,他嘖嘖有声地撂眼看他,嘴巴是着刀子,一边向他走来,谭音看情形不对,转身拔腿就跑,后面跟着匆忙的脚步升,他不敢往后看,只是盼命地跑,究竟是谁要杀他,谭音盼死盼活地跑着,慌乱中撞上一个人,先生,救,他正想求救,抬头发现稳住他的视着,他把他推到身后,后面那班人随后追到了,当他们看到卓行后,各个脸色大变, 你们敢动我的人,卓行冷冷地看着他们,最前面那个老大一脸呸笑,行大,误会,我们认错人了,卓行狠狠地赏了他几,他旁边的手下没人敢插手,卓行可不是他们惹得起的,那个老大被打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,卓行警告他,不要再动他的歪脑筋,否则,那几个人连连点头,扶起他们的大哥,立刻飞也四地跑走了,卓行回头看谭音下的惨白的小脸, 脸色凝重地看着他,有没有受伤,你不是不理我了,谭音投入他怀里摇摇头,他早已忘记刚刚自己立下的誓言,以后没事不要太晚回家,那些人为什么想杀我,谭音不明白,我会查清楚这件事,卓行拥紧他,是自己的仇家吗,上去,这几天我会派人保护你,谭音大起反感,不要,我又不是千金大小姐什么的, 才不需要人跟前跟后,否则就搬来跟我一起住,你任选一种,卓行不容置疑地看着他,卓行,谭音撒娇,卓行坚决地看着他,刚硬的态度丝毫没有妥协的倾向,好嘛,不过人由我挑选,他闪了下眼神,表示同意,小四好了,我对他印象比较好,虽说是自己的拜把兄弟,卓行听了心里仍觉得不是滋味,克制不了心中的怒气,他只是来保护你的,知道吗,谭音错愕地有着卓行突如其来的怒气,他哪里说错的,才不需要人跟前跟后,否则就搬来跟我一起住,你任� 难道他在吃醋,谭,心花怒放地挽着他,编着无辜的大眼,人家对小四印象真的不错啊,卓行一听,鼻息粗重地收紧手臂,谭音觉得快喘不过气了,卓行,我快要不能呼吸了,他轻轻地拍着他的手臂,你是我的人,记住这点,卓行生硬地放开他,霸道,谭音娇俏地骂了句就上楼了,欣欣相拥,第七章,失败了,全是些饭桶,金被你生气地放下电话,他现在气得想找人发泄,金老大走进客厅, 一眼就看到女儿正气急败坏地走来走去,是谁又惹我的乖宝贝生气了,金被你恨得说不出话来,只好瞪着他老爸以舒解不愤怒气,不要这样看老爸,我可没惹你,金老大坐下来喝着茶,金被你走过来威在他老爸身边,爸,人家喜欢卓行,你帮人家想想办法吗,金老大端着茶,慢慢地品尝着,小你,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,如果卓行不喜欢你,你就是求天皇老子也没用,更何况他现在好像有一个女伴了, 前几天我有看过他,人长得不错,是比他的刁蛮女儿好多了,金老大不得不承认,金被你抢走他的茶杯丢在地上,尖锐地叫着,他拿点比我好,小你,金老大沉重地叫着,难道他教养的方式错了吗,不管啦,你一定要帮我得到卓行,金被你开始无理取闹,金老大被他吵得无可奈何,好,好,你要我怎么帮你, 这,金被你一时雨色,你下个月不是要去日本给那个什么帮的老大助寿吗,华龙帮,金老大不高兴地点了下他,没规矩的丫头,哎呀,反正是个老大救世了,对不对,嗯,金被你灵光乍现,你叫着行陪你一道去,叫着行陪我去,金老大不知道他胡,里卖什么药,你叫他陪你去就好了,其他的就不劳您费心了,金被你心情转好,高兴地帮金老大捶起背,金老大担心地看着呼情呼语的他, 小你,不要太勉强,他不得不提醒这个独生女,好啦,啰嗦,你帮我办好这件事就成了,金被你嘟着嘴,谭音,我金被你就不信摆平不了你,杀不死你,我会让你彼此更难过,不过,现在他要先解决掉成绩,行哥,晚上阿侯在阿公的金,楼,白酒席,要公开向你道歉,小四找到了在,POP里打撞球的卓行,卓行弯身急球,他专注的神情,使人怀疑他究竟听到了没有,小四走到卓行身旁, 什么时候的事,卓行利落的一次解决剩余的球,放下球赶走向把台调酒,小四一步一躯,前天他打电话来,平仔接到忘了告诉老大,听说是为了上次干嫁的事,小四崇拜地看着卓行,当年他奉命杀卓行,反被他置住,结果卓行不但没杀他,还将他纳入门下,这份之欲之恩他小四永至难忘,卓行个性虽冷漠,孤僻,但对自己的手下却是百般照顾,难怪只要投效于他手下的人,对他都是忠心不二,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搞鬼,小四明知卓行一定会附会,他还是忍不住提醒他,几点,卓行拿了杯调好的酒递给小四,小四叹了口气,卓行就是这样,愈危险的是他就愈想探个究竟,六点,打电话给阿侯说我会去,然后让平仔带些人去查看看他最近有没有和谁走得比较近,晚上你和平仔跟我去就演了,卓行下了一连串命令,老大,小四想反驳,卓行抬手 阻止了他,阿侯的为人你应该很清楚,带太多人去会让他下不了台,阿侯是黑道上著名的仲裁人,凡是由他出面很少有摆不平的,小四转身想离开,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又说,还有,老大,听说阿侯有请金小姐一起去,他大凯是怕老大不原谅他,其实他也不喜欢金贝尼,这个骚婆娘平常仗着金老大的势力, 对他们这些人从来不给好脸色看,真是,什么鸟东西嘛,卓行面无表情的脸上渗尽了厌恶,他挥了挥手要小四先走,小四离开后,卓行走向撞球移移,再度拿起球感,选择主意的角度后,他毫不犹豫地推赶,就如同他毫不留情地甩开金贝尼,这个世上难道就没有像样的女人了吗? 默然,他想起谭音美丽中透着清新的脸庞,那自情的一夜,激发了他内心深处久迟的温情,他是处女,早在结合时卓行便发现了,他不该占他的便宜,只是他控制不了自己,谭音注定是他的,卓行刚毅的脸上有种不顾一切的神情,大公告成,谭音贪开辛苦多时的成果,希望他会喜欢乳白色的毛衣,谭音喜滋滋地看着毛衣,雪儿,快看,他拿起毛衣,现宝四地跑到花坊,哇,好棒的毛衣,蹲着整个毛衣。 李花束的傅雪儿赶紧站起来,羡慕地想借来一看,不行,你手脏,谭音把毛衣拿开,不让他碰,小气鬼,我去洗个手总行了吧,傅雪儿嘟嚷地朝里面走去,出来时手上故意拿了条毛巾用力地擦拭,他把双手伸到谭音眼前,通过检验了吗?可以,谭音大力拍了下他的手,傅雪儿一手拿毛衣,一手只甩动,痛死了,拿着毛衣,他左看右看,表情神秘,如何? 和,谭音急欲知道好友的感觉,傅雪儿绣着毛衣,然后陶醉地抱着,哦,我闻到大量的爱了,好感人,我们不懂编织的谭小姐释放了他大量的爱,我怎能不敢动,傅雪儿表情带动作的,活像在演话剧,谁教他在雪儿恋爱时总要取笑他,现在一抱还一抱,谭音只好自认倒霉了,够了吧? 西,风水轮流转了,傅雷尔总算报了一件之仇,拿来,谭音抢过毛衣,你告诉他服装发表会的事了吗? 傅雷尔突然想起谭音下星期就要去高雄了,谭音表情争冲,我打算告诉卓航,要陪我妈去南部玩一个星期,为什么不告诉她实话? 因为前几天我妈告诉我,林永涵也是婚纱和情侣装展示的模特儿之一,谭音不声其扰,如果卓航知道,一定不肯让我去,所以只好先瞒着他,等过些日子再告诉他,这样好吗? 傅雪儿觉得不恰当,你以前不是说卓航很讨厌人家欺骗他,何止讨厌被人欺骗,他自己也不信任人家,谭音半个鬼脸,放心,我有信心改变他冷漠的个性和安抚他那颗不安定的心,谭音性,洋溢的表白更加深了傅雪儿的忧虑, 可是,别担心好吗?他拿起电话,call小四,小四不再整天跟前跟后的,真好,这是卓航经不起他的要求的结果,他这么做的用意是要卓航学会信任他,为了得到充分的自由,他向他再三保证,自己出门时一定叫小四或他陪伴,卓航才免为其难的答应了他,不过他还是不放心的当叮咛他不要到处乱跑,电话铃声一响,谭音就快速的接起,小四骂,卓航什么时候在家,嗯,好,你三点来接我,不告诉我,不告诉我。 放心你,好,再见,急着给情郎送冬衣啊,傅雪儿趴在他的背上听他讲电话,对,谭音拧拧他的鼻子,时间不早,我回去准备了,蛋糕记得带去哦,傅雪儿提醒匆匆忙忙的谭音,知道,店里就拜托你了,拜拜,谭音一溜烟的就不见踪影,真是的,每次都这么说,谭音把小四打发走后,开始着手做菜, 今天他特别挑选了卓航喜欢吃的菜,他喜欢吃海鲜,他一大早就到市场挑了一大堆龙虾,鱼翅和贝类等海产煮给他吃,贼头贼脑的小四在陪他买菜时东问西问,问得他快烦死了,而且还想赖着不走,要是平常他绝不介意,但是今天不行, 卓航快回来了,谭音整理一下自己,把礼物藏好后,坐着看电视,听到卓航的车声,谭音雀跃地拉开门冲出去,卓航接住了谭音,今天很高兴,对,你猜看看有什么事,谭音美丽的双眼闪烁不定,卓航淡淡地笑着,每次他不愿意配合的时候就用这种表情搪塞他,快猜,谭音不一地扯着他的手,猜不到,卓航玩不来这种游戏,他勉强地笑笑,讨厌,谭音急了下他的胸膛,今天暂且绕过他, 寿星最大,卓航领着他往里面走,然后他看到了餐桌上热腾腾的饭菜,这顿饭就是你快乐的原因,不是,谭音眼波流转,吃完饭再告诉你,不要吃太饱了哦,卓航莫名其妙地看着他,吃就是了,谭音推他坐下,帮他盛饭,卓航拉住忙进忙出的他,你也吃,两个人吃而已,不要太讲究了,谭音于是也坐下来享受两人晚餐,吃完饭后谭音叫卓航到客厅等地,然后他笑盈盈从厨房拿出蛋糕,生日快, 快乐,卓航傻了,尝这么大他还是头一次吃生日蛋糕,以往兄弟们帮他庆生都是道酒郎,任谁也不会想到要买蛋糕来庆祝,再加上他从小就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出生,三餐能温饱以示奢求,哪里还能过生日吃蛋糕,小时候他曾经梦想过,在经过多次期盼落空后,他早已学会遗忘,现在谭音帮他圆了这个梦,这个他等了多年的梦,卓航的表情 好奇怪,谭音看看桌上的蛋糕,担忧地问,你不喜欢蛋糕吗,喜欢,卓航柔和的确定,谭音高兴地把蛋糕上的蜡烛点燃,要卓航许愿,快点许愿,然后吹息他,谭音催促着发呆的卓航,卓航把谭音拉进怀里,投靠在他的家边,两人一起对着蛋糕,他哑着声音对谭音说,我的生日还没到,谭音想转头,卓航抵着不让他转, 你生日那天我有事,所以提早帮你过生日,按着他抬手阻止卓航,要他先听他说完,庆祝完我再告诉你什么事,现在你先许愿,伸出手,卓航紧紧抱着谭音,我们一起许愿,吹息蜡烛后,谭音要卓航再闭上眼睛,我刚才已经许过愿了,卓航拒绝,快闭上眼,谭音蒙着他的眼睛,等他一言闭上后,他才巧巧拿出毛衣,好,可以张开了,他把毛衣当面交给他,但是他看不出来是什么礼物, 因为他包了好几个盒子,光为了找这些盒子,他就找了快一个礼拜,颠颠重量,好像蛮轻的,卓航只是礼貌地问了声,你买衣服吗,便兴趣缺缺地把他摆在一旁,这可伤了谭音的心,我送的东西你连看也不看,太伤人了,一个月的心血被这样糟蹋,他实在是很不甘心,卓航手足无措地看着伤心欲绝的谭音,赶紧拆开一层又一层的礼物,里面是件乳白色毛衣,他少有毛衣,有也很少穿,这件毛衣吃得不错, 样是他很喜欢,谭音的眼光的确不错,谢谢,一句谢谢就可以抵过我一个月不眠不休的辛劳啊,阴丑了他一眼,见他还是不明白,他叹口气,这件毛衣是我知的,卓航惊讶万分,他再仔细地看看毛衣,上面的纹路精细,别指,难怪他会火冒三丈,抱过谭音,他和他面对面,谢谢你,这份礼物是我有生以来收过最好的礼物,面对卓航深情款款的眼眸,谭音总算是怀了,他送上自己的唇, 在吻他之前,谭音柔柔地祝他生日快乐,他反反复复地一面吻他,一面说生日快乐,到最后卓航受不了,终于抱起他往楼上走,真的喜欢我的生日礼物吗,缠绵过后,谭音慵懒地危在卓航怀里,仿佛躺在他怀里是件天经地义的事,他闪着一双大眼,专注地等待他的回答,卓航秀着他诱人的,香,肯定地回答他,我很喜欢,也会好好珍惜, 这还差不多,你不是有事要告诉我吗,谭音被他这一点才突然想起,对哦,我差点忘了,谭音思索着如何开口,下,起,我要和我妈去高雄玩一个礼拜,谭音双手交握,为自己的谎话而不安,卓航听完后马上皱眉,下星期他刚好要陪金老大去日本半个月,他担心他的安全,要去可以,不过要带小四一起才可以去,带小四去, 谭音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,他要如何向妈妈解释,而且他要是发现林永涵的事,他就死定了,不行啦,卓航,我妈妈也要去,你就放小四一个星骑甲,让他轻松一下嘛,他阴阴地劝说着,心里七上八下的乱成一团,何况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,可能只是个误会,卓航不为所动,仍坚持他必须带小四去,谭音被追杀的是总算查出是成吉指使的,但是成吉却被杀了,而且死得相当难看,几乎面目全非, 凶手手段之残忍,恐怕连他也望尘莫及,为了确保谭音的安全,他本想强制谭音搬过来,偏偏金老大在这时候要他陪他去日本一趟,下星期我要去日本半个月,所以你一定要有人陪,我才会放心,你要去日本,嗯,你有没有喜欢的东西要我帮你带的,他一定会尽他所能帮他买到,我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,该死的,他今天太固执了,让他口气不知不觉也跟着硬起来,谭音强烈的语气引起他的怀疑, 他为什么不要小四根去,你真的是陪你妈妈去,卓航,软得不行只好来硬的,但愿这招有效,枉费我为你费了这么多心思,你竟然怀疑我,说到这里,谭音的心更加不安了,他是陪妈妈去,只不过林永涵也在,老天保佑他的谎言不要被卓航发现,因为他欠林永涵的就这么多了,发表会结束后他才会真正过得心安理得, 况且,如果小四根在身边,他妈妈对卓航的印象一定会变坏,也必定会认为他被追杀是因为卓航的关系,如果小四根去,我就难以向我妈解释了,好不容易我才说服我妈,使她对你的印象好转,你难道要破坏我努力的成果吗? 谭音心乱如羞,卓航听他抱怨,脸色变得十分难看,冲口而出,我并没有要你帮我求情,他从不寄望别人对他的评价有多高,他只在乎谭音对他的看法,谭音这回真的冻干火了,死卓航,老爱惹他生气,你的意思是说,我们不在一起也没关系,愤愤地瞪了他两久,谭音转身想下床,卓航怒火中烧,大声吼着,不许你再说这种话,一想到谭音要离开他,他就觉得像是失去了一切,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悲, 被卓航压着的关系,谭音整张脸红通通的,是你说话太过分,如果你还是坚决让小四跟我去,就表示你不尊重我,既然如此,我们干脆分手算了,谭音一不做二不休,他实在想不出阻止卓航的办法了,而且他的冷言冷语的确伤了他的心,也许两人分开一段时间情况会好一点,休想,你休想甩开我,卓航狂乱地搜寻着他的肩,谭音不能离开他,他怎么能够再为他带来一丝光明后,又无情地想抽走他, 和林勇涵一样,他受伤了,谭音没有想到自己有伤他的能力,他看起来是如此坚强,刚毅和无情,就着卓航的唇,谭音一遍又一遍轻柔地回吻他,卓航冷静了下来,温存地印着谭音的肩,方才粗暴的怒气渐渐消失,不要再提分手,你难道不知道你对我的重要性? 卓航困难地说出,头偏向一方,他怕看到谭音眼中的拒绝,听到卓航的话,谭音的泪水夺旷而出,卓航虽没说爱他,但是他的意思也差不多了,相信不久的将来他就会听到他最想听到的那三个字,目前这样就够了,他哭了,卓航慌乱地拥紧他,对不起,你不想要小四根就算了,凯去他的泪水,他总算妥协了,不过你要保证,一发现不对劲就要赶快联络小四, 只要他不再伤心,他愿意给他全世界,点点头,谭音破涕微笑,这只大笨牛根本不了解他的心,不过这样也好,至少他答应了,又哭又笑,卓航疼爱的低语,吃望着卓航,谭音柔情似水地说出他的最后一个生日礼物,我爱你,卓航不敢相信地看着他,你说什么,他不确定却又渴望听到,他是在做梦吗,我爱你,谭音附在他耳边,肯定,坚决又大声地说了一遍,卓航冷漠,干枯了二十几年的心, 因谭音的告白而瞬间瓦解,天下之大,他却以执着,钟情于冷酷的他,他给了他大多东西,他却只会伤他的心,他怎么还会爱上像他这样的人,紧紧,紧紧地抱着他,卓航不知道该说什么,又能说些什么,最后一个生日礼物了,喜不喜欢,谭音不厌其烦地又问了一次,他又有斗他的兴致了,先前的不快全被他抛诸脑后,抬起头看着谭音俏丽的脸庞,卓航知道自己今生今世是无法放掉他了,他需要他的体贴和善解人意, 看尽他的眼眸深处,那里面装满了谭音对他的爱意,全心全意而毫无保留,他该如何报答他的申请,你送的礼物是我这辈子收过最好的礼物,卓航再三保证,这辈子,谭音横他一眼,你又知道往后我送你的礼物会比这次还差,卓航的心因谭音的话震荡不已,他第一次谈到两人未来的事,这是谭音的承诺吗? 在高雄的活动仅剩一天了,这些天和林永涵搭配时,谭音多少会感到尴尬,想到临别时的一吻,谭音更巴不得能立刻消失,坐在饭店的双人床上,谭音咬着哑苦恼不已,早知道就不该答应得太快,拖着脸,谭音静静地注视着敬忠的自己,他长得是还可以,可是实在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啊,再仔细地看了回耳,看到谭音觉得自己眼睛快变斗鸡眼了,才任由身体往后躺, 哎,为什么气氛会变得这么僵呢,如果能回到从前该有多好,正在苦恼着,他竟然没听到敲门声,但门外的人早已不耐烦地自己开了门进来,爸,谭音大叫着,旋即快乐地奔进站在门口魁梧的中年男子怀里,中年男子因他的动作,严厉地眼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溺爱,他身后的程雅云微笑地看着这常见的一幕,谭音这个鬼灵精一向很会讨他爸爸欢心,从小这丫头嘴巴就特别甜,再加上长相可爱,几乎人见人爱, 可是他偏喜欢腻着他老爸,无怪乎谭武会宠他如命,但还好没给他宠成娇生惯养的个性,相对的,他那个流浪天涯的宝贝儿子就可怜了,可能因为谭武只有谭凯和谭音这双儿女,所以对他们的期许很高,尤其是对谭凯,他的要求特别严格,无奈宝贝儿子幸好自由,但博名利,谭武爱之深,则知切的结果是,宝贝儿子一怒之下跑到美国去,多年不归,不晓得他现在在做什么,他还真想念谭凯,他那个英雄爱之深,则知切的结果是,宝贝儿 挺拔的儿子,想起他和谭音充当他的忽面模特儿时,不知多少人羡煞他有双漂亮,出众的儿女,如今呢,谭音高兴的涌近父母,突然看到母亲眼里的哀愁,知道他一定又在想哥哥了,谭音安慰的捏捏妈妈的手,程雅云感激的望着贴心的女儿,他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,为了不让爸爸发现妈妈眼底浓浓的思念之情,他拉着谭武坐在床边,自己也跟着坐下,爸,你怎么今天才来,谭音姓演员瞪,好歹这是他第一次在床边,他就在床边,他就在床边,他就在床边 走上伸展台,虽然也可能是最后一次,但是他也太不捧场了,枉费他练台不练的每天腰酸背痛,我是为了看我女儿批婚纱的模样,才特地从台北赶来的,谭武声音红亮,对着谭音愉快地笑了,你妈妈说那扮婚纱是替你设计的,你什么时候带个男朋友回来给我们看啊,谭音想起了着航,朝母亲的方向求救般地看了一眼,程雅云收到他的讯息后忧心忡忡,其实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向老伴提起着航这件事,况且他没 没见过他,实在无法替他美颜,并不是他信不过自己的女儿,只不过是关他的一生,莽撞不得,所以只好先让谭音按兵不动了,谭音看妈妈没有动静,心里有些恼火,难道他也嫌弃着航吗,小音早晚会带回来的,别催他了,程雅云安抚着女儿,等一下林永涵要来试新郎服,你也准备一下,有些地方我要修改,了解妈妈的意思后,他只好耐心等待了,但愿着航也有这份耐心,此时外面有人敲门,谭音打开门, 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林永涵,似乎很不自在,你来是新郎服吗,他实在不愿意两人行同陌路,他们应该是好朋友呀,再见美丽,清新的他,林永涵的内心又起了骚动,他该死心了,谭音的意思很明显,他们只可能做朋友,忍住满心的刺痛,他只能洒脱得住,他,我们还是朋友吗,林永涵终于露出爽朗的笑容,僵局打破了,被林永涵的笑容打破了,谭音激动的点点头,泪水应声而下,他一直觉得对不起他, 心理负担好重,是,我们是,林永涵想是去他的泪水,好好的疼惜他,但是那不是他拥有的权力,他克制的握紧拳头,没想到自己给他的压力这么沉重,进来吧,谭音友善地拉他进去,却发现有美光灯闪烁,侧身一看,又是那个不入流的杂志采访记者,这几天他像苍蝇一样,不停地在他和林永涵身边打转, 对他们俩的关系一直很好奇,更何况林永涵本来就是新闻宠儿,被他一搅和,弄得他们两人原本僵硬的气氛更不自在,他真的被他搞火了,你到底有何会干,林永涵火大的问,这个缩头缩尾的人只是一脸奸笑,好像他挖掘到什么重要的新闻,林先生,你一直否认与谭小姐的关系,但是你在晚上11点多进入谭小姐的房间, 恐怕很难自圆其说,这人诡异的表情交谈音心果发麻,好像自己真和林永涵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,请留意你的用词,什么叫自圆其说,我根本就没说过什么,又何必远谎,我客气待你,并不表示怕你,林永涵扫了他的相机一眼,如果你敢发表任何不实的照片,就等着吃官司吧,林永涵说完伸手推谈音进房间,没有看到后面的人一脸邪气,他可以去向金被你领钱了,这些照片少说也值好几百万,高伤人, 高雄的服装发表会圆满落幕,谭音穿着婚纱站在展示台上,和他妈妈,林永涵,甚至他爸爸也被请上台,一再的羡慕,享受着台下的欢呼声,这是他最后一次表演,他多么希望卓行也能在这儿分享他的喜悦,他好想他,心心相拥,第八章,音音,振作精神啦,在三天你就可以见到你的心上人了,傅雪儿拿着被他剪断的花,恋爱中的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,你再继续施神下去,我们的花店就得提早关门了, 对,对不起,谭音回过神,红了脸,哇塞,百年难得一见,我们谭小姐竟然脸红了,傅雪儿不经意的一瞥,像发现新大陆般叫了起来,雪儿,谭音发出警告,好,好,傅雪儿继续修着花,对了,你爸妈对着行的印象如何,我老爸还不知道他,谭音心里一十分着急,还不知道,傅雪儿停住手上的工作,你都已经快进礼堂了,他还不知道女儿的对象是何方神圣,你太夸张了吧,谭音不以为然的反驳, 不和你瞎扯了,我上去煮晚饭,为了掩饰内心的纷乱,谭音找借口上楼,背后傅雪儿担心地望着他,他忠心希望好友能够有个美好的归宿,更希望他的恋爱能平平顺顺,虽然他教了个不平凡的人,可是这显然不太可能,因为他们之间的阻碍太多了,才刚走进门就听到电话前响,谭音匆匆地脱了鞋,心急地接起电话,我是,金小姐, 我当然记得你,找我有何贵事,谭音盘腿而坐,早知道是金贝尼他就不接了,上次我警告过你,卓行早晚会回到我身边的,金贝尼坐在卓行的床上,早上他接到了一叠很有趣的照片,金贝尼冷冷地笑了,好戏要开罗了,到底有什么事情明说,不要废话一堆,谭音不想和他客气,他可不是被吓大的,而且这种女人找他准没什么好事, 行哥来日本你知道吗,来日本,他是什么意思,行哥是陪我来的,你恐怕不知道这件事吧,痛苦的情绪几乎穿透他的心,不可能,卓行不可能对他这么残忍,很抱歉,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,不信,好,你仔细听,金贝尼把话筒朝向遇事,行哥,快点啦,我等不及了,他恶意的话一阵阵传来,谭音整颗心停止了跳动,不会吧,没有动静,金贝尼撒娇地又喊了一次,终于听到响应了,是卓行的声音, 谭音不相舔卓行真的背叛他,断然挂上电话,他不想再听到任何丑陋的声音,卓行竟然带金贝尼去日本玩,难道他一直在骗他,抱紧头,谭音觉得自己的心被狠狠地划了一刀,不,他失声地喊了出来,眼底饮满心痛的泪水,被欺骗的痛楚几乎淹没了他,是自己太愚蠢了,他不该没认清他的真面目,音音,负血而惊呼,来不及关门,立刻把花随地一丢,赶紧走到他身旁,怎么了,谭音忍不住伤悲, 把脸埋在他身上,我被骗了,雪儿,卓行为什么要骗我,他伤痛欲绝,卓行骗你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雪儿被他哭泣的模样搅得不知所措,谭音把事情断断续续地告诉雪儿,会不会是金贝尼在搞鬼,他抬起泪痕交错的脸庞,是卓行的声音,而且金贝尼是在他房间打的电话,你怎么知道,淋水声,卓行在洗澡,谭音气愤地 让这件事实在刺化伤他的心,雪儿被他的话堵得哑口无言,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房间里还会有什么事,不过如果那个女人是金贝尼的话,其中的确可能有鬼,你不应该因为这样就定了卓,的罪,如果你因此而定了他的罪的话,表示你对卓行的信心也不够,既然你无法信任他,不如早点分手,赴雪儿激励他,雪儿的话犹如当头棒喝,狠狠地敲成了谭音, 好了,不要想太多,等卓行回来再问他就是了,雪儿,谭音愣愣地注视着跟前的雪儿,没想到一向调皮捣蛋的人,预示镜会比他还冷静,他开了个大笑话,看穿了他的羞愧,赴雪儿替他打气,黑,当局者迷,旁观者轻骂,没什么好觉得丢脸的,他拉起他,走吧,我请你吃饭如何,雪儿,如果没有你,我该怎么办,谭音的感激之情全都包含在里面,吃饭去了,别尽说些肉羞兮兮的话,谭音满心愁苦的 等在电话旁,小四告诉他卓行回来快一个礼拜了,为什么他都没有打过电话给他,这几天他的心好乱,常想到他和金贝尼的种种,为此雪儿常斥责他,看来他对卓行似乎比他更有信心呢,不管了,他决定去找他把话谈开,他不想就此莫名的失去他,谭音胡乱地抓了件外套,下楼,到花坊,先知会雪儿一声,雪儿,我去找卓行,他实在很对不起雪儿,这间店就靠他一个人在忙,终于行动了,快去吧, 整天闷在家过,我看得都心疼了,雪儿了解的给他一记精神上的催化剂,站在卓行的屋前,谭音犹豫不定,他怕卓行给他的答案,也怕会看到不该有的人,正在徘徊时,小四开门走了出来,是你,正好,自己进去吧,小四鄙夷地讲完话就离开了,谭音被他不懈的态度弄得莫名其妙,他很想叫住他问清楚,算了,他不是说卓行找他吗,他会告诉他的,推开门,谭音果决地走进去, 看到卓行站在窗前,背对着他,房里只留了斩小灯,照得他的背影格外显得寒色,卓行,谭音可以感觉得到他因他的叫声而全身一紧,你来了,卓行转过身,他的话声中充满了无情的讽刺,谭音发现他又变回以前的冷酷了,不,甚至更冷酷了,他走到谭音的身边,他看到卓行不满阴霾的脸,表情冷漠生疏,到底发生什么事了, 为什么他去一趟日本回来就全变了,难道真的和金贝尼有关,谭音告诉自己要冷静,我不喜欢这样的你,你当然不喜欢我,听到谭音的话,卓行竟然笑了,而且笑得毫无笑意,谭音感到心里发麻,卓行绝住他的手,贴近他的脸,你喜欢的人是谁,自己心里明白,谭音用力想睁开他的前置,却挣脱不开,你在胡扯些什么,卓行仰头狂声大笑后,眼神冰冷地盯着他,他的眼神让谭音觉得自己好脏,你这个人 可敷的贱女人,我倒要看你怎么解释这个,卓行把桌上的信封丢给他,谭音抽出里面的东西,倒抽口气,是他和林勇含进他房间时的照片,照得很暧昧,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照片,是那个下三烂拍的,难道他是卓行的人,难道卓行不信任他,派人跟踪他,卓行,你听我说,够了,卓行打断他,语气比冰还冷,谭音从来没有听过他用这种语气和他讲话,他总是轻柔地呵护他,他不能忍受卓行的冷淡, 和你妈妈去高雄,说得很好听嘛,看到这些照片时,卓行痛苦得如万剑穿心,他心爱的女人竟然背叛他,他爱他,他爱谭音,这辈子他从没对哪个女人动过情,却没想到会栽在他手中,谭音怎么可以这样对他,这几天他睡不好觉,脾气比以前暴躁,他的手下全都逼他远远的,深怕自己成了出气筒,这些全都败他所思,他想要他死,他想要谭音死,以惩罚他的不忠,卓行握紧手, 深怕自己失手伤了他,卓行,我真的是和妈妈一起去高雄,我妈妈是服装设计师,你记得吧,谭音心急的想解释一切,我是骗你说要和妈妈去玩,其实我是去当妈妈的模特儿,林永涵会在那里的原因是,是因为他是你的情夫,你的爱人,卓行讽刺得冰冷刺骨,不是,不是,卓行,求你听我说, 卓行急的想拉住他的手解释,他会吃醋是理所当然的,卓行不得不安慰自己,他不也是来兴师问罪的,甩开他的手,卓行坐在沙发上恶毒的笑了,不用解释,我本来就只是和你玩玩而已,你这种青涩的小女生不对我的胃口,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迷恋上你了吧,金贝尼才对你的胃口,是吗? 谭音尖锐的问他,这几天他为了他的事黯然神伤了好久,他不应该得到这种待遇,你说呢,卓行吊儿郎当的说,你如果要免费奉送,我还会考虑考虑,因为我玩逆你了,隔一阵子吧,隔一阵子等我的胃口痒好了,再找你好了,卓行此时此刻只想狠狠的伤他,像他带给他的伤害一样,谭音觉得自己真下贱,站在这里听他侮辱他,他很想甩头一走了之,可是他不甘心他们就这样分开,而且他爱他呀,他都可以信 认认他了,为什么他却不愿听他说几句话,卓行,你听我解释,我,谭音不顾自尊地坐在他身边,只期盼他能听他说完,够了,我说够了,卓行额上的青筋抱起,他粗暴地扳过他的肩,饥渴地吻他,双手解开他衣服上的扣子,你这么想念我,我就成全你,谭音用力挥开他的手,狼狈地站起来,眼泪控制不住地滑下面颊,自从认识他之后,他就不晓得掉过多少眼泪,他觉得够了,他受够了,卓行看到他流泪 这时,闪了下眼下,他的心一阵抽痛,你到底要怎样才肯相信我,相信,卓行狂妄地大笑,女人,没一个可以相信的,卓行,闭嘴,你没有资格叫我,他扭曲得笑脸十分害人,应该说是我配不上谭大小姐,谢恨似地抹掉泪水,谭音正想再说些什么时,金贝尼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走了进来,迪故意坐到卓行的膝上,双手搂住他,而卓行似乎很享受,他任由金贝尼在他身上蠢动,谭音觉得自己像个傻子, 打瓜似的呆站在那里,看着他们轻轻我我,行哥,我拿衣服来给你,上次你放在房间里忘了带走,金贝尼不忘强调他们之间的关系,看看谭音,他爱娇地贴在卓行身上,他来做什么,他的心碎了,卓行一定很恨他,他情愿借金贝尼来伤害他,可见他一定真的恨他,也好,他尽力了,我走错房子了,金大小姐,谭音在深深地注视卓行一眼,他会珍惜他们以前有过的快乐, 转身离开后,痛苦开始蔓延,他的心碎成了好几万片,为什么他还会心痛,谭音的道别让他难以忍受,他想大声叫他留下来,想好好爱他,但是他只是冷眼的和金贝尼调情,谭音维持着最后的尊严走出去,他渴望能听到卓行叫他留下,可是没有,他没有听到,只听到金贝尼的冷缝,外面下大雨,走路小心啊,谭音开始盲目地跑步, 他像个疯子,任由泪水放肆地滴落,忍不住心里的疼痛,他大叫,卓行,我恨你,谭音走后,卓行大力推开金贝尼,滚,他大吼,轻金爆起,行哥,金贝尼娇滴滴地身体被卓行推得好痛,他不一,我叫你滚,卓行冲到酒吧拿起酒瓶就砸,金贝尼被他吓得魂不附体,非也似地把腿离开,卓行拿起酒大口大口地灌,他要灌醉自己,忘记这追心的痛楚,傅雪儿一开门就看到全身湿透了的好友, 他脸色惨白,眼神散乱,雪儿,我好累,好累,谭音喃喃地说完后,就整个人摊在他身上,音音,雪儿惊慌失措地直喊他,好热,他的身体好热,谭音全身散发出来的热度足以融化一个人,傅雪儿叹了叹他的额头,谭音正在发高烧,他首先手忙脚乱地脱掉他的衣服,让他泡热水澡,然后打电话叫钟伟祥,钟伟祥立刻十万火急地赶来,他在哪里,他一进门就急着找谭音,床上,傅雪儿, 她担心的比比床的方向,看到谭音这副模样,他的眼眶哭得红,拙航到底对底做了什么,钟伟祥帮谭音打了一记退烧针,然后松了口气坐在床檐看着脸色苍白的他,还好我来了,不然恐怕就转成肺炎了,他英俊的脸上浮现出难得一见的震惊,也幸好小音的底子好,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,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他注意到他眼角见鱼的泪水,音音想让你知道的话,自然会告诉你,博雪儿把问题丢给谭音去解决, 钟伟祥的眼中写满了欣赏,你不愧是小音最好的朋友,过奖,好,既然没事,我先走了,明天再来看他,钟伟祥走到门口突然回头,对了,我想你最好通知一下谭爸和谭妈,先走了,拜拜,他来匆匆,去也匆匆,稍后,傅雪儿打电话给程雅云,谭妈,谭爸,博雪儿看到谭五突然出现,心里一惊,没想到谭爸也来了,小音在哪里, 打过针后,他睡着了,程雅云心急地走去看他,他是一雪儿一道过去,看着活泼,巧皮的女儿并艳艳地躺在床上,程雅云觉得好难过,发生了什么事,程雅云哽咽地问道,傅雪儿把事情经过大略地说给程雅云听,程雅云了解得点点头,这个傻孩子,难道不知道身体,肤兽之父母吗?雪儿,这几年谢谢你照顾小音,谭妈,你先听我说,小音长大了, 再留在我们身边也没几年了,我和他父亲早想接他回去,再想几年天伦之乐,况且他爸很疼他,经过这次事件后,一定不会再让他往在这了,我相信你一定能明白我们的苦心,我明白,只是很舍不得他离开,博雪儿看着沉睡的好友,欣欣相拥,第九章,谭音用力地张开眼睛,他看到了熟悉的装饰,这是他的房间,接着他想起了被酌行羞辱的种种,眼住脸,他忍不住的乌液,谭音伤心地啜泣声惊动了在 在床边打盹的程雅云,小音,怎么了,哪里不舒服,快告诉妈妈,程雅云用手晾晾他的额头,退烧了,母亲的关怀教他情何以堪,妈妈,卓行,卓行不要我了,谭音靠在程雅云的肩膀上伤心欲绝,眼泪忍不住又夺框而出,傻孩子,看开点,也许你们真的没缘,程雅云拍拍谭音的后背,而且你爸知道了以后非常生气,你们分开也许是件好事,他有种如是重负的感觉,原本他就不看好他们两个, 哎,这样也好,否则他实在不放心把女儿交到这号人物的手上,我好爱他,他为什么这样对我,谭音哭喊着,他的泪水泛滥的不可收拾,程雅云到现在才知道女儿用情有多深,小音,不要这样,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有多伤你爸爸和我的心吗,程雅云心疼地流下眼泪,谭音抬起,汪汪的眼睛,看着母亲憔悴的脸庞 对不起,我实在太不孝了,这么大了,还让你和爸为我操心,他太自私了,只想到自己,没关系,乖女儿,我们只希望能再看到以前快乐,开朗的女儿,我会的,给我一点时间,我会恢复的 谭音抱紧程雅云,他发誓再也不会让父母操心了,两行轻泪滑下谭音的脸颊,我好想念哥哥,谭音突然强烈地思念着谭凯,如果他再该有多好,我也是,我也是啊,程雅云语气中有着浓浓的感情,站在门口的谭武本想进门只问女儿有关那个着行的事,但是看到妻女T类综横的模样,他又于心不忍,凯儿,你难道一辈子都不原谅我吗,谭武历尽风霜的脸上有太多的疲惫,当年他严格地要求谭凯每件事, 难道错了吗,他难道不明白他爱之身,择之切的心吗,自那天起,谭音没有再哭过,但是谁都看得出来他在强颜欢笑,他拒绝了父母出国散心的提议,也拒绝了他们的帮助,他似乎拒绝了一切,封闭起心房,程雅云担心极了,他想尽一切办法要重振他的心,不过他似乎已经没有心了,小音,雪儿来看你了,推开房门,程雅云轻快地喊着趴在桌上写日记的女儿,好,谭音迅速和上日记, 他露出一丝真诚的笑容,雪儿,你好久没来了,你们聊,程雅云欣慰地退出房间,谭音变了,傅雪儿吃惊地看着好友,音音,你受得风一吹就可能把你飘走,知道吗,谭音扯出个难看的笑容,嘿,我可不想要个骨感的朋友哦,傅雪儿使出浑身结束,想逗出他的笑页,谭音看着看着,竟然泪如雨下,雪儿,我好苦,传雪儿赶紧奔到他身边涌着他,我知道,我怎么会不知道, 你怕谭吧,谭妈担心,硬把泪水往肚里吞,总算有人能分担他的心事了,谭音终于将积压多日的泪水,一股脑的泉给宣泄了出来,过了两久,谭音在大哭过后,觉得轻松不少,眨着泪眼,谭音窃窃地询问好友,我是不是很懦弱,不,你永远是我眼中最勇敢的音音,傅雪儿拍着胸脯保证,谢谢你美丽的谎言,为了好友只好不惜说谎了,傅雪儿得了便宜又卖乖, 你,谭音又哭又恼的抱金雪儿,友情是他在这段期间所能拥有最宝贵的东西,老天待他还是不博啊,卓航,你好残忍,老大,小四战战兢兢地喊着在把台喝酒的卓航,老大最近脾气很暴躁,一凡往常的冷静,他最近汉人干架所受的伤超过这几年的总和,而且似乎不要命了,兄弟们都很担心老大,却没有人敢劝他,毕竟大家都想再多活几年,卓航置若罔闻,继续喝他的酒,老大,小四心理直内,你,谭音又哭又恼的抱金雪儿 念阿弥陀佛,有事快说,卓航冰冷地挟视他一眼,疼过头,又开始喝酒,小四被他的眼神吓得魂飞魄散,难怪那些家伙不敢来,推派他来,这无疑是送死嘛,金小姐找你好,好几天,小四被卓航突然一瞪,又吓得讲不出话来,不等他说完,卓航不耐烦地吼出声,出去,按着卓航又叫住小四叠叠撞撞的背影,小四,告诉金被你少来烦我,我绝不会因为他是女流之辈就对他客气的,听到了吗? 小四点点头,老大一向说道做道,金被你活该,卓航看着杯里琥珀色的酒意,他好像又看到谭音哭泣的脸,甩手把酒杯往墙壁用力一砸,他是个骗子,他是个大骗子,卓航又连续砸了几支酒杯,心底好痛苦,想再找个人好好打上一架,看能不能忘记谭音,他的身影,调皮的眼神,关怀的表情,已经深深烙印在他心底,每晚,谭音都会来干扰他,他仿佛听见他在叫他,为什么他忘不了他, 他骗了他,他是个大骗子,他应该忘记他的,为什么还痴痴想着他,卓航捏破手里的杯子,鲜红的鞋染满了他的手,他的心,他忘不了他,卓航不会来找他了,谭音有了这层体认后,再加上父母的关怀和雪儿友情的攻势,他渐渐埋藏其忧伤,偶尔甚至能笑了,不过他的笑容里总是带了古连自己都不自知的忧愁,雪儿, 谭音走进久违了的花坊,回到这里的感觉真自在,你来得正好,快来帮我,再半个月就过年了,店里生意好的不像话,傅雪儿习惯地留意着好友的表情,他最近显得开朗了一些,这是好现象,他一定要帮他医好心理的疮痛,快过年了,那么他已经和卓航分开一个多月了,不自觉的,他又想起了卓航,他命令自己不要再想起他,可是他实在控制不了, 不论在白天或夜晚,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两人恩爱的情景,他温柔拥抱他的样子,为此,他每夜失眠,甩甩头,他该好好的振作了,否则这辈子就真的毁在他手上了,生意不好你会烦恼,生意好你也担心,岂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,谭音无奈地笑笑,傅雪儿仿佛看到了昔日的他,眼里闪着泪光,为了怕谭音看到,他赶紧低下头假装包花,惊鸿一瞥中,谭音看到了雪儿的泪光,没想到自己的笑颜对他如此, 重要,他的父母一定也感同身受,我来看看自己的技术退步了没有,谭音卷起袖子,拿起花朵手忍地包着,包好后,他把花拿到雪儿面前邀功,不赖吧,比我差多了,傅雪儿皱了皱鼻子,不过真的进步不少,当然呀,每天跟着明师插花,想不进步也难哦,谭音俏皮的眨眨眼,明师,傅雪儿恍然大悟,原来是谭妈教你的,我还想你怎么会进步得这么神速,傅雪儿撞撞他的腰,我们是合伙人,我当然要进一份新落, 说,合伙人,说得好,傅雷尔搭着谭音的肩,今天就有你这个偷懒的合伙人请我吃一餐如何,谭音伸出手和他三级掌,这是他们多年不变的相互加油手势,当然没问题,吃完饭后,傅雪儿心血来潮地开着车子带谭音到处逛,他把车停在中正纪念堂附近,两人悠闲地散步,徐徐为风吹的人分外清醒, 音音,林永涵来找过我了,快走上纪念堂时,两人就着阶梯坐下,俯视着冷冷清清的花园,傅雪儿打破极境,柔柔的低雨,今天是赏月的好日子,明月悬空,万里无云,真是难得的好天气,谭音仰望夜空,繁星点点,感叹人是如此的渺小,音音,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话,傅雷尔轻轻地推推他,谭音转回视线,直直地看着他,问,什么叫问,傅雪儿板起脸, 以前你一定会问我,他来找我做什么,现在你怎么不问了,因为我知道你会告诉我,谭音淡淡地笑了笑,你就吃定了我会告诉你,哼,我偏不告诉你,谭音一双眼眸带笑地看着他,我投降了,金飞喜笔,雪儿真是拿他没辙,他知道你的事了,傅雪儿声音越来越轻,他担心地瞄了瞄谭音,一阵怒气涌上谭音的心头,他口气不快地责备雪儿,你为什么告诉他,我,我是想,也,也许他可以,傅雪儿被他责问的语无聊, 轮次,谭音叹口气,毕竟雪儿也是为他好,对不起,我的口气不好,我才是真的抱歉,我不该没征求你的同意就擅作主张,谭音把头靠着他的头,我们何时变得这么客气了,傅雪儿一闪顽皮的眼光,对哦,雪儿,你还记不记得大学毕业旅行时,我们两个坐在沙滩上看了一晚的星星,谭音和傅雪儿同时抬头望着星空,天上的繁星似乎唾手可得,两人因回忆而会心地笑了出来,对啊,那晚班待还出动大批人马 找我们,按着他诡异的朝谭音咧嘴一笑,我好像记得那时他迷你迷的要死,谭音轻拍了下他的头,你又在胡扯些什么,我记得那天的夜空和今晚一样,云淡风轻,我们聊了好多,好多,包括结婚,生子,事业,理想等等,举凡人生大事我们能谈就谈,那晚是我这辈子话说得最多,也最畅快的一次,那晚我们曾相互勉励 而且约定今生要一起进礼堂,谭音悠悠的声音让人听得凄凉,傅云儿不明所以地看着他,他到底是什么意思,不可能了,谭音转身面对着雪儿,眼里含着泪珠,我这辈子不可能嫁给任何人了,谭音,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傅雷儿被他话里的心灰意冷给激怒了,雪儿,不要生气,你听我说,我汉卓行早有了夫妻之时,我,那又怎样,傅雪儿愤愤地打断他的话,你以为我不知道吗, 现在既非明末,也非清出,没人会信真结牌坊这套,少搬出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来唬我,我告诉你,这辈子你不嫁我也跟着不嫁了,醒得你老了没办,谭音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,他忍了好久的眼泪终于还是落了下来,雪儿,你这又是何苦,音音,振作起来,天涯何处无方,草,手挡着猎羊,谭凯走出机场,没想到台湾的冬天竟是这般温暖,这块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,有他挚爱的家人,在美国这些年他 他无时无刻不再想念着他们,这些年从伟祥的口中,他知道他的家人过得不错,他才能留在美国安心的奋斗,为了不让老爸看清,他日以继夜的工作,如今辛苦总算有了代价,他终于升到公司的总经理,成功的同时他也感觉到故乡的召唤,正当他想回乡探望家人时,却得知他最疼爱的小音最近受到很大的创伤,整个人都消沉了,于是他以多年优越的表现,要求请调台湾分公司,在来不及等待批准下,便先行请 驾回台湾,看着车外的风光,谭凯感慨台湾的变化实在太大了,经济虽然受到肯定,环境却是愈变愈糟,而且塞车歼体还真是严重,好不容易回到了家,站在熟悉的大门外,谭凯一颗心高高的悬着,一张个性的脸崩的死紧,或许正是所谓近乡情却吧,谭凯啊谭凯,你不是一向拿得起放的下,为何这回儿却成了缩头乌龟 谭凯以一种不容反悔的速度飞快地按着门铃,他猜测着这时候会是谁来开门,才刚这么想着,门就已经打开了,谭音不敢置信地捂住嘴巴,泪水不争气地又浮上了眼睛 他傻气地揉揉眼睛,怕是自己太思念哥哥所产生的幻影,谭凯张开双臂涌进谭音,他真的好憔悴,他昔日地活泼开朗哪里去了,小音,是我啊,你最崇拜的哥哥,记得吗,谭音直到现在才敢相信他最思念的哥哥回来了,而且就站在他的眼前,哥哥,他的泪水绝提而下,想我吗,谭凯克制住内心的激动,紧紧地涌着,他可以感觉到谭音猛烈地点头,凯儿,程雅云站在门口,他本来是想出来看看女儿, 却看到一双儿女在门口相拥,他的凯儿终于回来了,他高兴地冲进儿子的怀里,硬把女儿挤到一旁,谭凯好笑地涌住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,他心中划过许多苦涩,自己实在太不笑了,妈妈,你还是漂亮如往昔,你这张嘴巴真甜,我真不晓得这些年没有你的甜言蜜语,自己是怎么撑过去的,算你有良心,还知道在我活着的时候回来看看我,程雅云熙熙因泪水泛滥而阻塞的鼻子,他抬起头仔细打亮他,从头上, 从头看到脚,再从脚看到头,结论是他的儿子瘦了,不过依旧挺拔,甚至还带了点成熟的味道,我真不知道你和小音是怎么了,哥哥像在比寿似的,程雅云抱怨地瞥了旁边的女儿一眼,谭凯因为母亲的话也关心地看着他,谭音心虚地低下头,他感觉到母亲和哥哥关怀的视线,谭凯体贴地涌着两个女人走进屋内, 把话题带开,他知道小音现在最不需要这种压力,捏了捏谭凯,谭音要他知道他很感谢他的支持,程雅云把一切看在眼底,欣慰地笑了笑,也许小音很快就会复原了,停住脚步,谭凯看到了坐在客厅的谭物,爸,谭凯看到父亲全身一阵,才发现他错得有多离谱,他一直以为父亲只会要求他,不,真正地关爱他,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父亲无形的爱, 那些年少轻狂的火爆脾气已经一点一滴地被磨掉了,谭凯咱的一生跪在谭武面前,爸,对不起,他的眼泪滴到地上,心里有无限的歉意,谭武拍拍儿子,眼眶发红,心里有许多的话想说,却只话为一句,回来就好,谭家这顿晚餐吃得相当愉快,谭音隐忍着心里的伤痛,苦中作乐,晚餐过后,谭凯抓着谭音来到前院的小花园,小音,和男人有关吗,谭凯直截了当地问他,嗯,谭音也干脆地回答, 对自己的亲人没有隐瞒的必要,他是个黑道人物,谭音的眼光飘向远方,你知道爸会反对的,谭凯的确惊讶,他是不高兴,不过他从未对我说过,他知道老爸的不悦,但是他不会因为和卓航分手就妥协,你很爱他,谭凯凝是这唯一的妹妹,对,我很爱卓航,谭音毫不迟疑,他转身面对着谭凯,哥,你反对我和这种人交往吗,谭凯摇摇头,不,我不反对,因为我相信你的眼光,含着泪光,谭音毫不迟疑,他转身面对着谭凯,哥,你反对我和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谢谢你,他伸手拉近他,不客气,我的小妹,你好,傅雪儿招呼刚进门的林永涵,他鼻鼻里面,然后无声地暗示他谭音在里面,林永涵点了下头,表示看得懂他的暗示,之后他再点个头表示感谢,林永涵进去后,傅雪儿无奈地摇着头,感叹情字,世间多少痴儿女,但愿他的痴情能打动谭音的心,林水涵靠在墙边细细地打亮谭音,他憔悴多了,整个人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冲劲, 到底是那个男人,竟然狠得下心伤害他,如果是他,他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他,疼爱他,不让他受半点委屈,谭音想得太入迷了,无意间抬头,才发现林永涵不知何时站在他面前,放下手上的花财,他低呼了一声,永涵,你什么时候来的,刚刚,林永涵露出笑脸,眼睫毛刻意眨啊眨的,英俊的脸上露出了渴求的表情,我想约朋友吃饭,不知道他有没有空,我,谭音晓得他指的是自己,可是他并不 不想出门,而且雪儿最近生意很忙,他的帮他,可能不行,我要帮雪儿,他随便找理由搪塞,我准你了,去吧,傅雪儿在旁边观察了好一回儿,当他知道自己成了挡箭牌后,迫不及待地喊了出来,老板说话了,走吧,林永涵的脸上赶紧又露出可怜兮兮的表情,你再不走,我就恶扁了,无可奈何的谈音,在雪儿和林永涵的双面夹攻下, 只得乖乖地竖起白旗,好好的玩,傅雪儿在他们出门前不忘交代一生,现在他只有寄望林永涵了,晚餐吃得还算融洽,林永涵不时地逗谈,他不曾提过任何令人难堪的问题,这点着实让谈音很感动,心怀感激地望着体贴的他,他心想,将来谁要是嫁给他,一定会过得相当性,林永涵会是个好丈夫,虽然他以前很花心,但一旦认真了,他会很专一, 谈音只叹自己没这个,气,这一生他们大概只当得成朋友了,花心或许只是他的掩饰吧,谈音浅浅地笑了,林永涵痴痴地看着他笑,他一定不晓得他的笑容对他有多大的影响力,永涵,公司的作业还上轨道吧,他淡淡地避开他的注视,没有你,一切全走样了,林永涵鼓起勇气,谈音,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追求你吗,紧握住双手,谈音坦然地面对他,事情说明了也好,永涵,雪儿告诉过你我的事了,所以你应该去做的事, 你应该知道我为一个男人心碎过,短时间内我是不可能再接受另一个人的,也许这声我都很难再接受了也说不定,顿了一下,谈音稀求谅解的只是林永涵,他滴滴柔柔的声音中包含了无限的歉意,很抱歉,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,将来你一定会遇到你终生的伴侣,所以让我们就保持现状好吗,一双大手温暖而坚定地付住谈音的手,不容他逃脱,我会等,而且也愿意等,谈音,就如你所说的,我们暂时保持现状,可是我会耐心, 我会耐心地等你,直到你改变心意,不要拒绝我好吗,林永涵几乎是哀求了,谈音拒绝不了,以前有卓杭在,他还能狠下心回绝他,现在他发现自己竟然懦弱地想借助他的温柔来望掉卓杭,心心相拥,第十章,谈音和林永涵在负血儿和谈家双亲的推波助拦下,感情有了稳定的发展,虽然谈音一再地对林永涵表示自己的心意,可是在他切而不舍的关怀和家人的游说下,他真想放弃坚持,让自己投入林永涵的怀抱里, 今天他和林永涵在父母和哥哥的刻意安排下,单独在家,林永涵静静地陪他看录像带,他似乎只要陪着他就心满,足了,谈音实在无法负担他的身情,想什么,林永涵注意到谈音空洞的眼神,没什么,他的眼中明明写了有事,勾起他的下巴,林永涵不经意地流露出爱恋,谈音,嫁给我,谈音为难地转开头,永涵,你答应不逼我的,林永涵急切地蹲在他的眼前, 从口袋拿出一个盒子,交给了谈音,我不是逼你,我真的很爱你,嫁给我,谈音委婉地推开他的河鱼,他知道里面是什么,但是他无法接受,抱歉,他已经丧失爱人的能力了,谈音,你不要再自爱自怜了,他一定要让他脱离这种情况,嫁给我,我不在乎你爱不爱我,我会好好的疼惜你,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, 谈音为他不求回报的感情心痛,泪水滑落脸颊,他疼惜地喊着,我不值得你这样对待,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,他泪眼迷蒙地问他,因为我爱你,他俯身吻去他的眼泪,嫁给我,谈,靠在他的肩上,不肯正对他,他抽搐的低语,我已经不是你心目中完美的女孩了,我的身体早已给了别人,这样的谈音你还能接受吗,林永涵推开他的身体,让他看清楚自己的心,我不在乎,他低头温柔地稳住他,以保证自己的真心, 谈音被他的真情打动了,激动地涌住他,他失声地喊,你这傻瓜,谈音久久无法言语,既然你这么执着,让我们先订婚,一年后再举行婚礼,你愿意等吗,他想给自己和他一个缓冲起,林永涵的心跳漏了一拍,他真的答应了,答应他了,紧紧地搂紧他,他粗压地回答,不要说一年,就是十年我也等,傻瓜,真是个痴心的傻瓜,谈音含着泪水又笑又骂,我的痴心只对你一人,林永涵心动得轻语,他终于等着, 他想到他爱的人了,他的话让谈音感动莫名,也许这一生他注定要他来陪,我们情人节订婚,你说好不好,林永涵征询他的意见,谈音文言拉开了身子,情人节,不就再过完年不久,也就是下个月了,好快,林永涵看出了他的犹豫,他不该太贸然,对不起,我太心急了,他的体贴让他做出了决定,反正早晚都要订婚,何不接大欢喜, 就情人节吧,谈音轻柔的呢喃,真的,好棒,傅云儿跳了起来,谈音真的答应嫁给林永涵了,太好了,黄天总算不负苦心人,我一定要选最最最美丽的花来陪衬你,而且要很多,很多,反正你未来的老公有得是钱,傅雪儿开始计划了,他想着想着,突然像是想到了非常重要的事,哎呀,我要赶紧去买衣服了,一直坐在床上的谈音, 忍不住纳闷的问他,买衣服干什么,当你的伴娘啊,按着他突然作证,喂,你该不会不让我做伴娘吧,谈音好笑的摇摇头,你当然不会当我的伴娘,因为你要和我同一天出阁,你忘了,对哦,我怎么给忘了,传雪儿拍拍自己的头,而且我不喜欢太引人注目的婚礼,结婚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,不必太招摇,安静,庄严才是我所追求的,恐怕很难,傅雪儿不是故意泼塌冷水,只是事实如此,其实谈,心里也没想到, 明白,这是不太可能的事,临时企业本来就是大公司,更何况林永涵是独生子,这些就等一年后再来烦恼了,傅雪儿赞成,现在烦恼这些真的太早了,还是先解决眼前的事重要,你的订婚戒指买好了吗,永涵等一下要来接我,我们打算今天去挑,谈音似乎不太热衷,博雪儿担心的望着他,音音,你,你爱林永涵吗,我已经不知道爱是什么了,谈音的心思飘得好远,好远,她的声音像是从远方传来的,空悠, 不过,你放心,我会好好的学习去爱她,卓行喝得有些醉意的趴在把台上,小四和一堆兄弟坐在旁边,静静地喝着酒不敢喧哗,里的气压很低,小四,老大被那个女人骗了,我们去替她讨回公道,终于有人压低声音,气愤得和卓行最亲的小四提议,不要找麻烦,让老大知道的话,我们就吃不完兜着走了,其实这个提议他也曾向卓行提过,他的回答是冷峻的眼神,不然我们替他找个女人,又有人 出主意了,这个点子倒是引起不少人附和,对呀,像那个金骚包,有人提议金贝尼,有人吹口哨比了个胡,的图案,小四还是摇摇头,不行,老大前几天才叫我转告他,不准他再去烦他,哇,那个骚包不气死了,他们对金贝尼一向美好感,小四笑了出来,他的确气得脸都变了,这种女人实在不好搞,管他的,反亡他的男人满天下, 这话一出,引得其他人怪叫连连,卓行被嘈杂的声音吵醒,他大声朝他们一吼,吵什么,小四走到卓坊的身边,老大,最近,花田,来了几位新的小妞,长得不错,兄弟们想过去看看,卓行点头,也许找几个女人来陪,就可以摆脱掉谭音柱留在他脑中的身影,谭音算什么,天底下有的是女人,大家去玩玩,谭音和林永涵相微地走在红砖道上, 刚才你怎么不挑那个大钻戒,林永涵涌着谭音爱怜地问,一般的女孩总爱钻石愈大愈好,她是巧相反,太俗了,谭音冷淡地回答他,我们再去挑其他的手势,林永涵感觉到他的冷魔,你累了吗,如果累了,我先送你回家,我们改天然挑,他的细心让他无地自容,他不应该到现在还三心二意,这样对他大不公平了,我不累,我们再走走,好久没逛街了,我不想这么早就回去,好,会不会冷,他仔细地看着他, 怕他太冷,谭音微紧他,窝心地靠着他的手臂,不会,有你挡着,我怎么会冷,林永涵心中窜过一抹温馨,我愿永远替你挡风,这样就已经足够了,谭音眼睛红红地,看到他泪眼婆娑,林永涵急着拿手帕帮他是泪,我说错话了,不,谭音不知如何表示,只是摇摇头,没什么,我,突然,谭音的视线被前面的人所吸引,远远的一群男男女女不知喝了多少酒,醉醺醺的大吵大闹,要想不被他们干扰也很难, 中间的人不正是他日夜牵挂的酌航嘛,他的手里搂着一个超级大肉蛋,两人肆无忌惮的调情,让谭音看得心好痛,他看到他了嘛,应该没有,因为他在暗处,而且距离还很远,循着谭音的视线,林永涵也发现了前面嘈杂的人群,他皱起了眉头,永涵,我们到对面去好嘛,他不想和酌航碰面,被他羞辱的情形在脑海中一再重演,他实在无法承受, 我也这么想,林永涵涌着他穿过马路,他的脸色好白,你没事吧,他举起手边走边亮他的额头,林永涵的举动引起小四的注意力,他大声的怪叫,哇,你浓我浓,卓航随着小四的叫声,看向他们,那个背影好像他,卓航在原地站定,他旁边的手下也停住,提高了警觉,航哥,怎么了,卓航比了要他们住嘴的手势, 谭音被身后的眼光刺得几乎快喘不过气来,他干脆拉了林永涵迅速地朝对面跑去,离他远远的,林永涵不明所以,怎么了,他关心地看着惊魂未定的谭音,没事,我只是觉得有点冷,虽然背向卓航,但他仍能感受到他卓人的眼神依旧停留在他身上,他真的感觉好冷,发自内心的冷,林永涵看他拉紧外套,连忙解开身上的大衣,披在他身上,这样有没有好一点,这是以前卓航常为他做的事,谭音被身后的眼光刺得几乎快喘不过气来,他干脆拉了林 谭音心底认定这该是他的权利,即使是林永涵,也不可以抢了他的权利,他把外套还给他,你披着,我躲在你的臂弯就好,林永涵以为谭,不忍心让他受寒,满心欢喜地穿好大衣后,温柔地揽住他,你的脸色不太好,我们回去吧,谭音不知所措地低着头,临走前他克制不住地回过头,好冷的眼神,濁航的眼神好冷,谭音冷漠地扫了他一眼,转回头,为着林永涵走出他的视线,是谭音,当他把大衣还给那个男人, 男人时,卓杭就认出来了,那个男的就是照片里的人,这个骗子,竟敢口口声声要他听他解释,这就是他所谓的解释,卓杭眼里冒火,他的心里很不适滋味,他和那个男的竟敢在他面前轻轻我我,一点也没把他放在眼底,杭哥,你在看什么,走了啦,人家今天要伺候你,他怀里娇艳欲滴的美人,盼命地想引起他的注意,他把他用力推向小四,小四,把车开过来,小四不敢有意义,他也看到谭音和那个男人时,卓杭就认出来了,那个男的就是照片里的人,这个骗子,竟敢口口声 男人了,老大脸上的风暴随时有爆发的可能,他还是事项点快去开车,卓杭坐进车子,冷冰冰的叫手下先回去,接着休一声,车子立刻飞也似的上路了,他直接开到傅雪儿的花坊前面等地,坐在车里,卓杭一只抽过一只,就是等不到他,一想到他晚归是和那个男的在一起,他就气得想杀人,他不会先回来了吧,卓杭打电话进去,接电话的是傅雪儿,喂,喂,说话啊,三更半夜打电话来,干嘛不说话, 你是变态啊,博雪儿好梦方寒,被电话潮行已是十分火大了,竟然还接到变态的电话,他真想骂三字经,谭音在马,卓杭也非常不悦,卓杭,是卓杭的声音,他找谭音干嘛,八成没好事,他已经搬走了,搬走了,怎么,你不信,不信的话可以上来搜,反正我也打不过你们这般人,想到好友所受的苦,傅雪儿就有气,这种人不用对他太好,还有,他就要嫁人了,你没事不要骚扰他,傅雪儿突团, 土舌头,反王他说的是事实,只不过一年以后才会兑现,卓杭仿佛被重重的捶了一下,他全身僵硬,嫁人,你怀疑啊,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伟大,你以为少了你他会一蹶不振,他干脆豁出去了,谁教卓杭这么不信任谭音,他活该被骂,告诉你,追我们阴阴的大友人在,你不要自作多情了,而且他会嫁到很远很远的外国去,你永远也找不到他了,你死心吧, 傅雪儿屁里咱俩的讲了一堆后,用力的挂掉电话,嫁人,他要嫁人了,嫁给谁,今天晚上那个男的马,铁青着脸,拙航用力急着方向盘,他不会让他趁心如意嫁人的,谭音漫无目的地逛着百货公司,今天林永涵送他到这里以后,就急忙赶回去开会了,他留了行动电话让他使用, 以防他找不到他,他要谭音要回家时打电话联络他,本来他想找雪儿陪他,可是又怕他太忙,只好做吧,谭音无聊的东看看西看冲,就是看不到喜欢的衣服,他用手指画着专柜的玻璃,一柜画过一柜,东区的百货公司都快被他逛完了,还始终买不到半件衣服,怕是没那个心吧,回家吧,谭音心念一转,何不去找雪儿,出租车在谭音的要求下停在巷口,谭音下了车,习惯性的散散步,这条巷子是有名的, 的绿巷,家家户户的一楼多半种有树木,这是他喜欢在这里散步的原因,下星期他就要和林勇含定婚了,为什么他一点感觉都没有,他想得正入神时,突然被人从后面蒙住了嘴巴,硬塞进车子里,他判命的挣扎,老天,他会被强暴吗,社会版耸动的标题立刻在他心里浮现,谭音吓坏了,怕了吗,着航,上车所,打开车灯,看着一脸惊吓的谭音,他已经等他好几天了,他就不信等不到他,瞪大眼睛, 谭音不敢相信卓行竟然使用这么下流的手段绑架他,他怎么可以这样吓他,顿时,辛仇就恨一起涌上心头,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,你不是叫我走吗,谭音吼他,我听说你要嫁人了,卓行冷冷地问他,谭音听得表情一愣,谁告诉他的,是不是,卓行开始沉不住气了,是不是关你什么事,谭音想下车,却打不开车门,他气得猛拍车窗, 救命啊,救命啊,卓行已急快地车速把车子开走,你叫啊,你再叫啊,卓行干脆把车停下来,好暗,这里是哪里,阴森森的,前步着村,后步着店,谭音担心地看来看去,怎么不叫了,卓行,你到底想干嘛,谭音和他面对面,气愤地抓住他的衣服,我问你的话,你还没回答,卓行不为所动,对,对,我要嫁人了,你满意了吧,谭音大吼大叫,问题答完了, 你可以放我回家了吗,卓行傻了,不可以,他的谭音不能嫁给别人,他不可以嫁给别人,卓行,快放我回去,再晚一点就会有人报警了,谭音音量小了一些,他真的开始担心了,林永涵如果等不到他,一定会以为他发生什么事了,有人会担心,卓行控制不住地大喊,你心疼你未来的老公会担心,他到底怎么了,当初赶他走的人是他,现在生气的人也是他,他凭什么这么对待他,对,他会担心,你忘记你已经 不要我了吗,难道我没有结婚的权利吗,谭音的脸气红了,你想嫁人,除非我死,卓行的心里都是酸味,他生气的用力摇晃他,听到没有,除非我死,你真是不可理喻,谭音转开头不理他,他竟敢抢我的女人,卓行的口气硬了起来,他把怒气转移到林永涵身上,住口,谁是你的女人,我们早就分手了,谭音听到他的口气,赶紧回过头威胁他,不准你伤害林永涵,否则我对你不客气,他竟然为了林永涵 谭音威胁他,卓行气得眼冒金星,你竟敢威胁我,他是我要嫁的人,我不为他还能为谁,谭音也跟着他大声,我说过,只要我活着一天,你就别想嫁给他,卓行眯起眼睛,你最好相信我有这份能耐,他相信,他怎会不相信,卓行一向说到做到,谭音静静地看着去黑的窗外,打开车门,这种荒郊野外,你还担心我会跑走吗,卓行开了车门 让他下车,谭音在路边挑了块石头坐下,看来他和卓行一时之间也谈不完,他一定要想个办法联络永涵,醒得他担心,看了看车里脸色阴沉的卓行,谭音突然想到袋子里的行动电话,他赶紧拿了出来,喂,水,电话刚接通,他还没来得及喊出林永涵的名字,行动电话就被卓行抢了过去,他切掉通讯 这是他的大哥大,卓行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,他一看到谭音点头,二话不说就把电话往山下一丢,然后拉住想冲去捡行动电话的谭音,你为什么要这么做,你可不可以少来烦我,谭音气愤地锤打他的胸膛,他把所有的怒气,委屈都一并发泄在他身上,卓行就这样站着让他锤,让他打,过了好久,谭音累了,他转开身沿着山路走,他不要再看见他,永远也不要,你要去哪里,卓行追上来抓住他, 谭音奋力地挣扎开,我希望永远不要再看到你,谭音冰冷地研化重击卓行的心,长久以来,卓行从没有怕过什么,现在他却真的感到害怕了,谭音的语气让他感到害怕,他真的已经不爱他了吗,如果谭音离开他,他往后的日子要怎么过,他爱谭音,他不是要送他一辈子的生日礼物吗,看不到卓行的身影,谭音回头邪逆他,他怎么愣在那里,表情好像被揍了一,四的,又转回头,谭音继续沿着阴暗的山路走, 他和卓行缘分四近,说什么都是多余,我爱你,谭音突然听到卓行发狂似的呐喊,他的声音在这夜半十分的山上特别清亮,也特别震动了谭音,他整个人傻住了,眼泪不争气地又浮了出来,他有没有听错,卓行跑到他身后用力地搂紧他,我爱你,骗人,谭音不相信地直摇头,泪水跟着掉了下来,我没骗你,卓行咬紧呀,自从你离开我后,我不能吃,不能睡,整个脑子充满了你, 你还要我怎么证明我对你的心,谭音的泪水一发不可收台,卓行爱他,这个事实让他整个人又活了起来,谭音乌业地则问他,你不怀疑我了,卓行表情痛苦地看着谭音,我必须相信你,即使你欺骗了我,我也无法让你走了,卓行不知道原来他的心这么脆弱,少了谭音他就什么也不是,不要离开我,嫁给我,谭音掩着脸摇头, 我不行,他不能辜负林永涵,听到他的拒绝,卓行简直快要发狂了,唯有他能让一向冷静的他失去自治,为什么不行,我下礼拜就要订婚了,我,我不能辜负林永涵,也不能让父母难堪,谭音吞吞口水,终于困难地说了出来,你不要想订婚,永涵都别想,除非对象是我,卓行不敢相信谭音真的要嫁给别人,他竟想丢下他,卓行,不要再说了,如果你要嫁,只能嫁给我,卓行专制地搂紧他, 深怕他被别人抢走,谁敢抢他的谭音,那人就别想活了,谭音心软了,他试着和他讲理,卓行,让我先和,韩谭谭,不,我来和他谭,卓行口气里有着明显的担心,你在担心什么,我怕,我怕你经不起他的攻势,被他抢走,卓行手一紧,投靠在他的发上,谭音整颗心突然轻松了起来,仿佛又回到了以前活泼,自在的日子,被卓行关爱的感觉真好,永涵,对不起,你不相信我, 他假装生气,卓行急着想解释,却被谭音捂住嘴,既然爱我,就要相信我,卓行在谭音的软言软语劝道下,终于不甘不愿地点头,我明天就约永涵讲清楚,谭音为难的抑郁,真不知道如何其口,谭音,卓行警告他的三心二意,谭音举其手挡住他的责难,好,好,紧接着谭音凶蛮地问他,忘了问你,你去日本时今被你怎么会在你房间里,卓行被他问得莫名其妙, 什么时候,装算,有一天他打电话来给我,还好心地告诉我你带他去日本玩,两人同住一个房间,他甚至还证明给我,听,怎么证明,卓行表情不悦,他叫你快点,他等不及了,那婊子,卓行口出粗言,傅儿挑高了眉,冷冷地问他,你相信他的话,起先相信, 后来我想先证实一下再下定论,谁知一道你家你就恶言相想,谭音的话中虽然没有愤怒,但是他的表情可不像没事,他为什么会在你的房里,那次我因金老大的要求和他一起去日本为人祝寿,没想到金被你也跟去了,他顿了一下,好像极力在回想,你说的那天一定是他跑进来叫我去吃饭,当时我刚好在洗澡,啄行冷淡地解释,怎么样,信不信,我信,我才不像你,只凭一张照片就走了我的罪,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他没骗他,不过偶尔逗逗他也不错,而且他好久没看他不自在的样子了,不要再提相片的事了,你还是不相信我,谭音的气来得快,你不相信我,又不听我解释,我们好像又回到原点了,谭音,不要生气,卓行低声下气,毕竟理亏的是他,听不听我解释,谭音生气地问他,卓行急忙点头,现在他要他怎样都行,只除了离开他,谭音气愤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,信不信有你,对不起,卓行不知道怎么 弥补他的过失,只好一连叠声地道歉,哼,一句对不起就行了,谭音不高兴地瞪着他,其实他心里的怒气一消,只是不想轻易绕了他,这当中一定有人搞鬼,你去查清楚,我就原谅你,卓行喜不自身,他深情地盯着谭音,我好爱,好爱你,谭音反手扣紧他,两颗心紧紧地相依着,我也爱你,从小四的冷言冷语里,今被你知道卓行又地回了谭音,他好气又好恨,他要谭音死,而且要他死得很难看, 拿着刀子,今被你跟着谭音,这个贱货竟敢跟他抢卓行,好,他得不到的人,他也别想要得到,卓行,我要你痛苦一辈子,谭音和林永涵在中正纪念堂的外围走着,两人都是心事重重,卓行在一旁虎视眈眈,虽然谭音三身无令要他少插手,但他就是不放心,所以只好暗中跟着他们,永涵,我们取消婚约吧,谭音沉重地开了口,他头垂得滴滴的, 不敢直视他,为什么,林永涵抓住谭音,我哪里做错了,告诉我,没有,是我不好,我配不上你,乱讲,我不取消,林永涵决断的语气,让谭音一领,我爱的是别人,谭音不得不说,别人是谁,林永涵以为谭音在骗他,卓行看到林永涵抓着谭音的双臂,谭音似乎在解释,不过林永涵不接受,卓行正想出面时,突然看到谭音身后的金被你封了似的举起刀子扑向谭音,卓行奋身想护住他心爱的女人, 所有的事都在瞬间发生,谭音放声尖叫地抱住血流如注的卓行,他无助地想用手掩住卓行的伤口,别,别离开我,谭音气不成声,他直抄卓行的手,依恋地贴着脸颊,卓行,不准离开我,听见了没有,他的眼泪一滴滴地滴在卓行的脸上,卓行勉强地睁开眼睛,想抬起无力的手逝去他的泪,却不听使唤,我不会,不会离开你,我,要永远保护,你,我,爱你,记得,骂,他吃力地说完后就昏迷不醒,所有的事都在瞬间发生 不醒,谭音吓得惊叫,救护车呢,救护车怎么还没来,林永恒安慰地抱住他,以免他伤了自己,快来了,谭音,正坐点,谭音扬起满是泪痕的脸庞,坚定地看着他,你刚才问我爱的是谁,我现在可以回答你,我爱的是卓行,今生今世永远不变,今被你精神错乱地看着血流满底的卓行,不是他,他要杀的人不是他,谭音毫无意识地坐在急诊室外面,他已经不吃不喝地坐了整整十个钟头,也感觉不到周遭的一切,此刻 他脑海里只有卓行浴血的模样和他还在急诊室里的事实,小音,吃点东西好不好,程雅云劝诱着脸色灰败,眼神呆滞的女儿,谭凯看到他没有反应,心急地加入母亲的行列,你这样不吃不喝的,卓行还没出急诊室你就会先泪垮,我想这绝不是卓行所乐意看到的,谭音还是不为所动,谭舞这时候火大了,这种混混究竟有哪点值得他女儿这样做,小音,我不准你和这种人在一起,现在就跟我回家,说着他就想 想拉谭音离开,谭音终于有动静了,他甩开谭舞的手,用一种视死如归的眼神盯着他看,爸爸,这一生除了卓行,我不会再有别的选择,你知道吗,如果没有他为我挡了这一刀,那现在躺在里面的就是你的女儿了,谭音突然跪在地上,祈求地望着谭舞,长这么大,我从来很少向您要求什么,现在我只求您成全我和卓行,泪水滑下脸颊 谭音坚定地哀求着疼爱他的父亲,此时,急诊室的门开了,等不及父亲回答,谭音一看到医生出来就冲上前去,他怎么样了,失血过多,先送家户病房观察,不过应该没什么大碍了,老医生看着眼前脸上血色全无的谭音,关心地叮咛着,你要好好休息了,你的脸色比里面的病人更苍白,谭舞听到了医生的建议,对谭音下最后通牒,如果你想要我答应, 就好好去睡一觉,听见了没有,谭音本想反驳,但是看到父亲说一不二的表情,只好同意,我只睡一下子,你们要记得叫醒我,林永涵看到虚弱的谭音在程雅云的搀扶下离开,根本没有注意到他,不得不承认谭音的心理根本容不下他,他的心里只有着航,谭凯看穿他失落的思绪,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,林永涵感激地苦笑,友情却经此迅速地在两人心中滋长,我爸爸带回儿要来看你,你要好好表现, 否则,谭音坐在卓行身边削着离子,卓行康复得非常迅速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关系,卓行挣扎着想坐起身,但是在谭音的皱眉下,只好又乖乖地躺回去,他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眼前的人儿,否则怎样,他晓得谭音的爸爸不赞同他们交往,所以不由地跟着紧张起来,切了块水里塞进卓行的嘴里,谭音瞄瞄他紧张的样子,想不到,丑女婿也会怕见岳父,谭音低下头偷笑,强忍着笑意,否则你就去 娶不到老婆了,知道谭音在取笑他后,卓行一把搂过他,用力亲他一下,以示惩罚,抱着谭音,卓行有感而发,我妈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,从我有记忆开始,就知道家里的叔叔伯伯很多,常常搂着妈妈进进出出,在我十岁那年,我爸终于忍不住了,有一天夜里,他放火准备烧死全家人,最后一刻他不知道是舍不得或是怎么的,竟然用力把我推了出去, 而一家人除了我全部死光,就连三岁的小弟也被活活地烧死,说到这里,卓行鼻音浓重地将脸埋在谭音头发里,他是我最爱的人,谭音泪眼婆娑地靠近他,难怪他痛恨女人,他最爱的人全都间接死在他母亲的手里,你现在有我啊,谭音转头诚挚地和他面对面,他的保证安定了卓行的心,我一定会让你信,的,卓行轻轻地吻着他,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门飞围开了一回二,然后又悄然地关上, 程雅云勾着谭武,他知道老公已经被酌行的一番话给说服,走吧,回去准备女儿的嫁妆,扯扯他的袖子,程雅云打趣地拖着他,别这样啦,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,更何况我们还得到半个儿子也不错啊,再偏了门一眼,谭武不发一言地随着他离开,是啊,他的确得到了半个儿子,和乐而不为,心心相拥,伟生,子强,子澜,去客厅叫爸爸吃饭饭,谭音匕首画脚,轻柔地叫着坐在地上玩积木的儿女, 已经一岁的他们漂亮极了,圆圆的大眼,红通通的小脸庞,像磕苹果似的,他们的老爸可是疼死他们了,每天回来总要逗他们逗上衣,两个小时才肯休息,有时候连他都会吃醋呢,不过他这双连生宝贝,倒是挺会撒娇的,难怪连他们的外公,外婆和舅舅,也被他们迷得常往家里跑,泛泛,子澜抬起头,口齿不轻地询问妈妈,嗯,叫爸爸,谭音直直客厅,卖着肥嘟嘟的小腿,子澜放下积木, 颠颠倒倒地走进客厅,子强则继续玩他的玩具,谭音看到这种情形,慈爱的笑笑,子澜比较体贴,而子强玩心较重,谭音等宝贝女儿安全地走进客厅后,才抱起儿子,强强,该洗手了,今天轮到妈妈为你好不好,他和卓航每天轮流交换为他们两个,以免造成不公平,宝贝儿子倒满懂得人心,睁着圆溜溜的大眼,他同意的亲亲妈妈,乐得谭音笑呵呵的, 灌米汤啊,谁在灌你米汤,卓航抱着子澜眉开眼笑地走了进来,他逗着谭音怀里的子强,当然是你儿子啦,他举高子强,子强高兴的大笑,这是他最喜欢的游戏,卓航也一样举高了子澜,子澜笑得眼睛都张不开了,他和子强一样,特别喜欢举高临下的感觉,你知道吗,我那位放浪不羁的哥哥恋爱了,不过人家好像不甩他,谭音看到两个小宝贝笑得开心,不自觉的也跟着开心,卓航只是淡淡地挑高了眉, 又继续斗着子澜玩,谭音觉得很累,把子强交给卓航后,就随便找了张椅子坐下,静静地看着他们父子三人坐在地上玩得心高,烈,卓航的暴力已完全消失不见了,他现在是他的好老公,子强,子澜的好爸爸,当初为了取信他爸爸,卓航不惜收调所经营的一切不良场所,只剩下几家宝林球馆,这还是谭音要求给小四他们一点生活空间,卓航财宝留下来的,其实卓航原本是想把电拳部分给手下, 让他们去打盘,谁知道他们都不要,只想跟着他,在不违背自己的诺言下,他要求手下所有的球馆要正派金以赢,而在这两年当中,虽有不少人找过他麻烦,但到最后他都能摆平,使得谭五日见欣赏他,他不愧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,你那样笑是什么意思? 被两个宝贝压在地上的卓航,听到老婆的问话,困难地仰起头,因缘天注定,走到他身边,谭音眼中闪着爱意,热切地俯望他,我相信,他俯下头,寻找着他的唇,晚餐过后,谭音和卓航躺在花园里看星星,六月的天气好热,吹这种自然风最好,两个小宝贝躺在身边睡熟了,他们好像很习惯以大地为床, 谭音微谨卓航,他和卓航结婚两年多了,两人过得十分幸,他婚前一切的苦难在卓航被伺后都自然而然地化解了,包括林永涵和父母的谅解,他觉得好欣慰,今被你被判刑十年,好胜得他受不了这个打击而上吊自杀,怎么了?卓航发现妻子愁苦的眼神,没事,我只是又想起你被刺的情形,紧微着他,谭音仍心有余悸,我好怕你会就这样丢下我不管,不会的,我不是说过要永远保护你吗?卓航承诺着,而且他就会被判断,卓航,卓� 而且现在我又有了一双宝贝儿女,看了看身旁的紫兰,紫强,他有感而发,并深情地对妻子低语,谢谢你,谢什么,谢谢你替我生了一双人见仁爱的宝贝儿女,不客气,谭音抬起身,温柔地扫了下他的唇,有了爱妻和一双儿女在身边,卓航觉得今生他的梦已经圆满了,曾经他以为失落的,全被谭音找回来了,已完结